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囚王是怎样炼成的 半个世纪前 贝利用三座雷米特金杯给过我们答案 只是时间太过遥远 就连记录那个伟大时代的电视画面也已现荒斑 三十年前 马拉多纳用世界杯上连过五人给过我们答案 只是我们多数人并未亲历 如今想重温那份豪情却只能通过兄长父辈的讲述来释怀 只因早已换了年代 这或许就是梅西的最大价值 每一个伟大时代都需要超级偶像来对他进行标注 好让所有人可以通过具象的表达来倾注自己的所有情感 梅西就是现在这个足球时代最能引发球迷表达欲望的人 他身上聚合了太多足球场上的优秀基因 重组之后成为了这个独一无二的新时代球王 更重要的是 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给了记录者一种可能 能够全方位无死角的记录一位球王的成长历程 对于旁观神网的我们来说 能够成为传奇的见证者和伴随者 这无疑也是一份幸运 一份幸福 然而 这份幸运实则来之不易 因为我们差一点就与这份难得的见证擦肩而过 每一个伟大的成功者在开始自己的传奇经历之前 都是需要伯乐引路的 而梅西的伯乐又是谁 有人说是李杰卡尔德 因为是他让梅西在巴塞罗那俱乐部一队 站稳脚跟 收获信心 有人说是瓜迪奥拉 因为是他让梅西在短短几年内 包揽俱乐部及个人荣誉全满贯 而那个当初将梅西带进巴塞罗那俱乐部的人 或许更值得尊敬和感谢 雷克萨奇 2000年时担任巴塞的体育主管 发现梅西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梅西11岁时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诸如症 除非他的家庭可以负担得起昂贵的医药费 否则梅西的身高只能停留在1.4米 即便梅西天赋异病 但这样的生理短板 还是让阿根廷国内的囚探们望而却步 半开玩笑的说 雷克萨奇应该感谢那些没有给梅西机会的人 正是当年纽维尔老伙计队以及合床队的先后放弃 才成全了梅西和巴塞罗那 在那之后十多年间的不离不弃 当雷克萨奇力排众议决定签下梅西并帮助他支付治疗费用的时候 可能老帅自己也没有想到 这个并不算健全的孩子日后会给整个巴萨带来什么样的震动 而他签下梅西时的转会协议也只是写在了一张酒店的餐巾纸上 这张改变了世界足球的餐巾纸 如今就挂在巴萨的博物馆中 巴塞罗那对梅西来说无疑等同于第二个故乡 并不是因为他现在是万人膜拜的超能英雄 而是因为当他还是个前途未卜的十三岁少年时 这座城市对他敞开怀抱 并让他在全欧洲最顶尖的拉玛西亚清训殿堂 接受熏陶和训练 在梅西十六岁时 他的身高已经达到了一米六九 诸如正已经彻底治愈 而他的球技更是突飞猛进 让整个巴塞罗那俱乐部都如获至宝 2004年10月16日 巴塞罗那同城德比 李杰卡尔德用17岁0114天的梅西 替下德克 梅西成为了代表巴萨一线队出厂的最年轻球员 打破记录 创造记录 成为了梅西在巴萨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履行的个人使命 2005年5月1日 巴萨主场对阵阿尔巴塞特 罗那尔迪尼奥的巧妙助攻 帮助梅西收获了西甲联赛的厨子进球 2014年11月24日 梅西用一个帽子戏法 打破了西甲联赛历史总进球记录 九年的时间 梅西穿着红蓝色的球衣 253次洞穿西甲对手的大门 四天之后 梅西摄落欧冠第一射手的头衔 当时距离他在2005-2006赛季收获的欧冠厨子进球 刚好也过了九年时间 九年的时光 和多数80后球迷共同成长的梅西 留给世界足坛一连串神奇的数字 单赛季50例进球记录 年度91例进球记录 欧冠单场独中五元记录 在梅西身上 这些数据已经脱离了他本来的符号意义 而成为了一段闪闪发光的历史 也只有梅西可以让本来单调枯燥的数字 变得盎然跃动 激情澎湃 在梅西用这串数字所描绘的时间走廊里 不断赏回着各种可以被冠以经典的瞬间 对每个人来说 似乎都能找到自己钟爱的那个 有人在回味2006-2007赛季 次会和国家得比中 梅西连入三球 单旗旧主的档季回场 有人沉醉于2010-2011赛季 欧冠半决赛 梅西在伯纳乌 独闯龙坛 以一敌五 千里凌波 不留狠 有人至今仍然为了温布里巅峰之夜 梅球王一线封侯征服英格兰 而激动万分 也有人对2014-2015赛季 欧冠对阵败人时 梅西五步如何晃晕薄阿腾 戏弄诺伊尔 津津乐道 这就是梅西 他集合了球场上几乎所有的优秀技能 并且可以演绎出观赏性十足的视觉冲击 满足不同球迷的胃口 无论你是不是他的拥盾 都久久 无法忘记 梅西创造过的这些神奇 直接为巴塞罗那俱乐部带来了25个冠军 其中包括7座西甲冠军 3座国王杯冠军 6座西班牙超级杯冠军 4座欧冠冠军 3座欧洲超级杯冠军 2座世界杯冠军 28岁的梅西已经为巴萨赢得了一切 而对梅西自己而言 2009年到2012年 在瓜迪奥拉的点拨下 他走向真正成熟的时期 连续4座金球加身 让梅西的个人职业生涯登风造极 这也可以算是巴萨 馈赠于梅西的一份报答 尽管在瓜迪奥拉离开后 巴萨一度患上梅西依赖症 而短暂跌落神坦 但是只要梅西继续主宰诺坎普 红蓝军就有资本 继续保持一股张力 而处变不景 现在 恩里克帐下的巴萨梦斯队 再次军临欧洲 梅西和队友们 重现昔日辉煌的梦想 已经止日可待 也有人说 尽管梅西曾经复刻了 连过五人和上帝之手 这些属于马拉多纳的经典画面 但他距离真正接班马拉多纳 还差一步 而这一步 在2014年马拉卡纳球场 几乎打成 从梅西在诺坎普横空出世以来 身体蓝白色的国家队战袍 带领阿根廷足球 重温金杯之梦 就是他责物旁贷的义务和使命 虽然梅西曾经带领蓝白青年军 登顶2005年世青赛 并且包揽了金球奖和金靴奖 虽然他曾经带领阿根廷国奥队 在2008年的北京 登上了男足比赛的最高领奖台 但是成年国家队大赛无惯 始终是梅西以及阿根廷足球 难以言说的尴尬 2006年的德国 梅西首登世界杯赛场 尽管他在同赛黑的比赛中 开启了自己的世界杯进球账户 但阿根廷队却在四分之一决赛的点球大战中 被东道主封杀 2010年的南非 梅西和马拉多纳的并肩出征 曾经让阿根廷人信心满满 但是新老球王的携手保驾护航 最终没能抵挡德国战车的灵力攻势 梅西一球未尽 惨淡收场 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 最好的梅西身边 是近年来最好的阿根廷队 然而站在决赛场上对面的德国人 同样比四年前更加强大 圣像俯望 亮剑相向 巅峰之上 一步之遥 也许封网的路上 就是需要经历 从期待到失落的情感跌宕 好在正值当打之年的梅西 允许自己再等待下一次金杯的召唤 这也是他职业生涯于途上 最重要的目标 很难用文字完整记录梅西目前的职业生涯 而已经记录下来的部分 足够让我们从中汲取营养 提取记忆 随他成长的人已经见证囚王之伟大 并渴望继续作为伴随者 目睹自己时代的囚王走向前无古人的高度 而记录者们则希望能用更生动的方式继续为这段可能再难复制的传奇留下笔墨印记或是影像画面 这传奇终章之时 再慢慢 回溯 世间最痛苦的事 莫过于亲人的离去 爸爸去睡了 我将再不能举他面对面的交谈了 再也拼不到他对我的问长问短 以前生活的点点滴滴 仍时时走进我的脑海 想到与爸爸有关的事情 我总情不自禁地流泪 继往天堂的十五封信 是一个女儿写给去世爸爸最深情的信 倾诉着对父亲无尽的思念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C.罗纳尔多完美蜕变 作者天下足球 朗读者大雄 2012-2013赛季 欧冠八分之一决赛首回合 伯纳乌球场 克里斯迪亚诺·罗纳尔多 在转会黄马四年后 首次面对救助 他高高跃起 一记投球 攻破曼联的球门 时间仿佛停滞 他没有庆祝 只是轻轻地摆摆手 赛后他上前与福格森紧紧相拥 那一幕让我们不得不感叹 人生何处不相逢 三周后 当他在老特拉夫德 接受如潮的欢呼时 又轻轻地挥了挥手 那是他第一次重回故地 当他打进制胜球 帮助黄马淘汰曼联时 依然没有庆祝 用最低调的方式 接受着来之不易的圣据 这是一段复杂的故事 就像这复杂的情感一样 记载着这个感恩的葡萄牙天才 人生路中一段特殊的历程 从红色到白色 从18岁到28岁 从突出茅庐 到超级巨星的完美蜕变 就在十年前的8月 18岁的葡萄牙小伙子 克里斯迪亚诺·罗纳尔多 以1224万英镑的价格 空降老特拉夫德 在当时 他的身价是这个年龄段 球员中世界最高的 而除了那个广为人知的 巨星的名字以外 人们对他并不了解 他是在曼联季前赛中 被发现的一块宝玉 身披里斯本竞技28号战袍的球员 让曼联上下眼前一亮 赛后 在返回曼彻斯特的飞机上 曼联中将纷纷向福格森举剑 于是 这个年轻人就此匆匆收起行囊 初次远行 人们习惯了把他看作是贝克汉姆的接班人 在贝克汉姆刚刚出走老特拉夫德的那个夏天 那件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七号球衣 正式穿在了这个18岁的年轻人身上 当时罗纳尔多如日中天 罗纳尔迪尼奥也锋芒毕露 在大罗小罗的超级星光下 人们习惯了把这个展露头角的年轻人称作小小罗 直到后来才逐渐改叫C罗 在转会曼联仅仅四天后 曼联的星期号小小罗就闪亮登场 他连续的花哨盘球过人 令看过那场比赛的人都惊叹不已 这是英超有史以来少见的华丽技术 少见的华丽楚子秀 他只用了短短30分钟替补上场的时间 就征服了挑剔的梦剧场 但在此之后 对他的赞扬声和批评声 在英国足坛同样多 花哨的技术与实用性之间 毕竟存在着差距 假摔的声讨声 又在这个国度里不断围绕在他的身旁 就这样 这个刚满20岁的球员 开始了艰难的生存之路 在2006年世界杯上 C罗促使主裁判罚夏鲁尼后 偷偷眨眼的一幕 令他一夜间成为了全英功底 就在英国媒体猜测 C罗很可能不会再回到曼联的时候 福格森站了出来力挺爱徒 福格森对于这样的局面可并不陌生 早在八年前 贝克汉姆也是在这种成为全英功底的背挺下 在福格森的全力支持下 成功的脱胎换骨 2006、2007赛季首轮 他和鲁尼出色的并肩配合 已开始让质疑声逐渐散去 C罗的曼联生涯就在这次意外之后 迎来了一个神奇的转折点 那个赛季 曼联时隔四年重夺联赛桂冠 C罗堪称手工之臣 他全赛季打入23个进球 数次在危难之间拯救曼联 2007、2008赛季 在向着双冠王冲击的路程中 C罗更是威风八面 他在李斯本绝杀救主 双手合十 充满歉意 回到主场 任你求再次绝杀救主 咆哮庆祝 不可一世 他奋不顾身的投球冲顶 力擒网 强势竞技 他神奇的电梯球 又在扑斯茅斯的门前 天选地转 就此成为了他的标志 莫斯科 卢日尼基球场的雨夜 则写满了戏剧性的故事 C罗顶进个人赛季第42球 曼联时隔九年 再次冲向欧冠之殿 但在点球大战中 他却设施点球 险些让赛季的辉煌 就此葬送 但曼联 还是在一场惊心动魄的 敖战中笑到了最后 登上欧洲之殿 莫斯科的大雨中 有C罗留下的王者之泪 更有福格森爵士 对他的祝福 2008年年底 克里斯迪阿诺 罗纳尔多成为了 曼联历史上第一位 世界足球先生得主 欧洲金球响 同样被他揽入囊中 六年 从横空出世 到超级巨星的道路 艰辛而漫长 罗纳尔多这个专属的巨星之名中 已诞生了第三位世界足球先生 一年后 带着八千万英镑的世界第一身价 C罗告别老特拉夫德 那个曾经志在四方的少年 远走伯纳乌 只留下那段红色的记忆 成为永恒 任时光荏苒 依然会在未来的人生路上激励自己 继续前行 八万名伯纳乌球迷的现场出阵 见证了世界第一身价球星 空降黄马的盛大仪式 在遥远的银河战舰时代之后 重金打造的二代银河战舰 正呼之欲触 带着万众的瞩目 2009年 C罗在黄马起步迅猛 曾经只能在欧冠赛场上看到的 C罗梅西之争 在西甲的赛场上 已被演绎得如火如土 世界足坛 迎来了一个属于绝代双胶的时代 两位巨星交相辉映 从此包揽了世界足球先生的 所有荣誉 劳尔离去之后 C罗穿上了黄马的七号战袍 又一个堪称传奇的号码 在葡萄牙 他曾接过飞鸽的七号球衣 力图重现当年黄金一代的辉煌 在曼联 贝克汉姆的七号战袍 也曾赋予他魔力 而他又赋予了那件传奇球衣 更多的传奇 如今 伯纳乌的七号再次重任在监 在短短几年间 劳尔的黄马历史进球记录 也在2015年10月1日 被C罗超越 而在欧冠的赛场上 C罗早已超越劳尔 与梅西在争夺第一射手的位置上交替领线 2014年 黄马终于实现了他们十圈十美的欧冠生涯 告别曼联之后 C罗也终于在六年后再登欧冠之殿 与此一同到来的还有一系列的进球记录 这些荣誉 让他在2014年的世界足坛 再度笑傲群雄 蝉联世界足球先生的荣誉 一年前 当C罗时隔五年重返世界足球先生宝座时 他曾在台下留下难以抑制的激动泪水 这个从偏僻的马德拉岛走出的小小少年 实现了当初自己最伟大的事业 一年后的这一天 当他再次登台 突然的一声呐喊震惊全场 他不再是那个爱哭的少年 2004年 欧洲杯上的泪水早已干涸 2006年 重置未愁的泪水也早已抹去 2008年 莫斯科的泪水还在诉说往事 2013年 征服世界的泪水又恍如昨日 这一声呐喊 就像是擦干所有的泪水 喊出了他继续占领世界之巅的 壮志雄心 这一代的足球巨星 有人说 他们生在了最好的时代 因为世界足坛寻凶并起各领风骚 也有人说 他们生在了最坏的时代 因为他们与塞罗梅西共处一个时代 2008年至今 绝代双胶已包揽了所有的个人最高荣誉 梅西四座金球将稍稍领先 塞罗三座金球将紧随其后 他们将其他竞逐者们远远地甩在身后 这又是一个独特的年代 没有世界被冠军的光环 他们却依然足以俯瞰世界 只因他们留下的印记太过神奇 令所有的后来者忘记向背 高山扬志 爱情笔记 你体验过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火焰的爱情吗 英伦才子阿兰德伯顿 不乏米兰昆德拉的批评深度 深具罗兰巴特尔的结构气质 一部简单 却不流俗的爱情笔记 立体的爱情思维 运贴恋人的爱情神经 激活人们全新的阅读体验 来吧 想爱 正在爱 曾经爱过的朋友 来旁听那场 发生在风花雪月里的事儿吧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托雷斯曾经金童 作者天下足球 朗读者大雄 托雷斯比劳尔小七岁 比欧文小五岁 在西班牙 他不停地被人们拿来与劳尔相比较 在英格兰则是与欧文 再后来 是与他自己 他们的头上都笼罩着金铜的光环 光环也像紧箍咒 他们年少成名 便要永远英明盖世 他们展露头角 便要永远锋芒毕露 他们头角争容 便只能 傲然不群 他们的人生 不止在球场上 更在人们的期许里 他们或多或少的 被注入过悲情的基因 但放眼他们的成就 谁也没有辜负金铜的圣明 他们甚至比任何人 都要更加拼搏 才不会与期许中的自己 相距太远 金铜 不过是他们走向成功的开始 金铜 却让他们走向了一条 通往成功的 最艰难的道路 托雷斯 是第二个从马德里竞技 走出的西班牙金铜 第一位金铜 是后来成为皇马旗帜的劳尔 正是因为失去劳尔 马静俱乐部对托雷斯 更爱护有加 人们看到托雷斯17岁 就已经代表马静一对 出场19岁就成为了床单军团 历史上最年轻的队长 但人们更应该记住 托雷斯陪伴马德里竞技 在以及联赛熬战过两年 他被媒体称为金狗 他在球队被队友换作圣鹰 不是因为他了不起 而是因为球队大哥们根本不在乎这个新来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圣鹰是他的代号 他用进球把代号变成了宝奖 托雷斯加盟利物浦时只有23岁 但那时他已经取代劳尔 成为了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力前锋 马德里竞技没有能力像皇家马德里那样 为他的球员带来一个又一个欧洲冠军和联赛冠军 他们甚至连参加欧战比赛的资格都没有 利物浦寄托了托雷斯对荣誉的渴望 西班牙的金童成为安菲尔德卡布勘台的新宠 进球是他征服英超赛场的唯一方式 被一次次刷新的记录是对托雷斯最好时代的追忆 在他梦寐以求的欧冠赛场 阿森纳 切尔西 皇家马德里都无法阻击他的锐利 但冠军之名终未到来 联赛第二名是托雷斯与冠军最近的距离 西班牙金童终于在国家队达成所愿 人生赢家的初始战被定格在2008年夏天 当斗牛军团高举起德劳内杯的刹那 决赛中打入的唯一进球 被他定义为此生最难忘的进球 金童的光环从来没有这般闪亮 隐恨多年的西班牙队终于迎来他们最好的时光 两年后的世界杯在南非迎来了新王的加冕 又过了两年 斗牛军团蝉联欧洲杯冠军 红色王朝胜级一时 托雷斯在决赛中再次贡献进球 连续三届大赛夺冠 金童有了至高无上的冠军头衔 这是劳尔和欧文终身未能企计的荣誉 人生赢家 此言果然不许 他让斗牛军团忘记了上一个金童老尔 他让红军球迷不再追忆与风其诉的欧文 以摄不清科征服圣西罗的方式 全能战士托雷斯只差一点 就成为了与杰拉德齐名的安菲尔德传奇 只是欧文和摄不清科都选择了出走 属于金童们的巅峰 永远被定义在被期许的未来 托雷斯走上了一条相似的道路 切尔西球迷对托雷斯的失望不无缘由 当他以托雷斯的方式晃过德赫亚 却鬼使神差的将皮球踢入无人防守的大门 他自己也目瞪口呆 球迷叫他24小时先生 那是记录他进球荒的时间 他们认为老板阿布的5000万英镑打了水漂 那是他的转会身价 人们终于淡没了他 即使在那个蓝军陷入疯狂的赛季里 他的狂奔进球 让切尔西淘汰了强大的巴塞罗那 进军欧冠决赛 又是他的突破 为蓝军赢得全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 从而才诞生了德罗巴力挽狂澜的进球 蓝军历史上首夺欧冠金杯 不过在质疑他的人看来 这只是一个身为金童 创造了历史身价的人应该做到的事 托雷斯是切尔西问鼎 2012-2013赛季欧联杯冠军的头号功臣 他在每一场淘汰赛中都贡献了关键金球 更在决赛中为蓝军奠定胜举 他是那个赛季里蓝军队内的头号射手 但是他仍然无法让蓝军球迷满意 人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托雷斯 就像伯纳乌的劳尔 安菲尔德的欧文 圣西罗的赦布琴科 和永远23岁的费尔南多托雷斯 他们没有伤病 没有低潮 从横空出世到挂帅退役 永远保持着厂军0.7球的进球率 切尔西没有再给托雷斯事件 他被租借给AC米兰半个赛季 最终在2015年1月 还是凯尔德龙把他们的圣鹰带回了家 这是托雷斯的幸运 也是凯尔德龙的幸运 四万五千人到场的欢迎仪式 被感动的人绝不仅仅是托雷斯 他的面容几乎没有改变 即使在经历过高峰低谷 追逐放弃 称赞指责的正反两极境遇后 他腼腆的微笑 含蓄的表白 邻家男孩的气质依然如故 他没有诉述过委屈 七年间 他拿到了世界上分量最重的七个冠军 他始终在奔跑 球迷们批评他日益减少的进球率 但从没有人指责他骄傲懈怠 而马德里竞技呢 在他离家的七年 这支球队已经把自己从联赛中游队变成了西甲冠军 海参广场重现1996年的盛况已经成为现实 托雷斯离开后 他们先后拥有过阿规罗 弗兰 法尔考和迭格科斯塔 每个人都是享誉世界的中风 但是他们还是最想念托雷斯 没有人会比母亲更理解自己的孩子 曾经的马进队长 在托雷斯的队长秀标上 印着他最钟爱的那句 你永远不会独行 在安菲尔德 他一遍又一遍的听到几万人畅想 你永远不会独行 但他始终是个远离故乡的孤独者 回家也许无法定义重生 但至少这里 有更多的人陪伴在他身边 七年前陪伴 七年后依然陪伴 仿佛七年间什么也没有改变过 一个留美小学生的成长计时 七个美国老师的奇趣故事 他们相信受益解惑 他们更推崇独立宽容 他们是无所不知的维基百科 他们也是互动良好的非死不可 是什么让中国孩子输在起点 是什么将创新与创造数之高格 答案就在 我的七个美国老师系列文章 等你一探究竟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卡卡 欲灭杀手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当今世界足坛 梅西与塞罗是毫无争议的绝代双交 但是 如果最好的卡卡依然在 他们或许会构起一个三足鼎立的足球年代 只可惜 卡卡率先退出了这方历史舞台 如今 在遥远的美丽间 你依然能从卡卡身上看到许多似曾相识的画面 但是 却永远也无从找寻那再也回不去的 拥有卡卡的昨天 卡卡 是一个非典型的巴西球员 尽管 他有着一个足够典型 但几乎没人能记得住的巴西名字 李卡多 伊泽克森 多斯桑托斯 莱特 因为卡卡的弟弟发不准李卡多这个音 干脆就叫哥哥卡卡 没想到十几年后 这个兄弟间的亲密称呼几乎为全世界所致 不同于很多成长于贫民窟的巴西天才 卡卡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卡卡的足球不那么丧吧 却依然优雅 圣保罗是卡卡足球生涯起步的地方 但在来到这里之前 他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劫难 2000年 他险些因为一次颈椎受伤而导致瘫痪 但经过两个半月的治疗 卡卡奇迹般的痊愈 从此他也变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张开双臂 仰望天空 双手指天 感恩上帝 成为了卡卡职业生涯的招牌庆祝 也正是在这一年 卡卡与圣保罗签下了第一份职业合同 在随后一年与伯塔福哥队争夺里约州圣保罗周杯赛冠军的关键比赛中 19岁的卡卡替换下了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路易斯法比亚诺 完成了职业生涯首秀 当时的解收员认为 圣保罗的教练完全是疯了 可事实证明 卡卡让整个圣保罗疯了起来 他用两力进球帮助球队反败为胜 从此一战成命 在效力圣保罗的两年半时间里 卡卡迅速成为了整个巴西最炙手可热的新人 2002年韩日世界杯 斯科拉里戴上了青色的卡卡 就如同1994年佩雷拉戴上年轻的罗纳尔多一样 尽管卡卡只在对称哥斯达利加队的比赛中 替补登场20分钟 但年纪20岁的卡卡却捧起了很多球员一生都难以触碰的大力神杯 下一战 他要来到欧洲去拥抱生命里那份最难忘的红黑情愿 AC米兰是卡卡欧洲的第一战 也是卡卡永远的家 2003年 AC米兰用850万欧元将他带到了圣西罗 出生于4月22日的卡卡 选择了22号球衣 他不想复制传奇 而是希望让22这个无人问津的数字 因为他的存在 而变得伟大 米兰得比 从来都是成就这座城市英雄的战场 海水与火焰的较量中 卡卡打入了他身批AC米兰球衣的第一个进球 仿佛命运安排 他注定成为这里的主宰 来到圣西罗的第一个赛季 他用10个联赛进球回报了俱乐部的信任 也为自己赢得了登陆欧洲后的第一个联赛冠军 但在随后的两个赛季 AC米兰却接连示意欧冠与联赛赛场 红黑色暗淡的岁月里 那身属于巴西队的黄色战袍 也同样让卡卡忧赏 尽管他拥有了一届属于自己的联合会杯 但是在德国世界杯的舞台上 卡卡仅仅留下了一个进球 而这竟然 也是他世界杯舞台上的唯一进球 五星巴西意外陨落 但一个属于AC米兰的新赛季 正在前方 等待卡卡 2006年的夏天 随着摄不清科加盟切尔西 AC米兰进入了卡卡纪元 这个赛季 你总能看到卡卡优雅的长途奔袭 那不是绝对速度的直线超越 也不是先听信步的古典盘带 但他的带球 总带着一种从容不迫的优雅 在最关键的节点 又能突然给对手致命一击 这就是巅峰时期优雅杀手卡卡的真正本色 冠军联赛八分之一决赛与凯尔特人的次回合较量 卡卡在加持赛中一记绝尘 用典型的卡卡式奔袭决杀对手 毫不客气的讲 那就是一场个人英雄主义式的表演 凯尔特人没有败给AC米兰 而只是败给了卡卡 半决赛 红魔当道 曼联可以战胜AC米兰 却依然无法阻止卡卡的优雅奔袭 没有人会忘记海银策和埃弗拉撞在一起时 那略显狼狈的一幕 在最好的卡卡面前 他们只能充当世界最佳的无奈背景 两厘宝贵的客场进球 为圣西罗的反击埋下伏笔 八天之后 卡卡在圣西罗用一个进球 吹响了球队反击的号角 C罗的曼联 最终败给了卡卡的AC米兰 最终的决赛 超级波波的两地入球 让AC米兰一扫两年前伊斯坦布尔失利的阴霾 卡卡率领AC米兰重回欧洲之巅 卡卡也因此荣应了2007年欧洲金球奖 与世界足球先生超级卡卡 登峰造级 辉煌过后的两年 卡卡依然延续着每赛季将近20球的进球数据 世界也依然延续着对他的关注 英伦新贵曼城曾经强以一亿欧元将他招入麾下 米兰球迷在看台上打出这样的标语 请不要触碰我们的卡卡 但当一切尘埃落定 卡卡最终还是加盟了黄马 卡卡没有想要离开 他希望像马尔迪尼那样一生都与AC米兰的名字连在一起 可是在6500万欧元的转会费面前 AC米兰无法拒绝 卡卡加盟迎合战舰 在皇家马德里的四个赛季 卡卡带着光环而来 却最终黯然离开 腹骨钩与膝盖的伤势成为了他难以言说的痛苦 人们一直在不停追问 黄马的卡卡何时能重回巅峰 但直到卡卡离开 这个问题也没有找到答案 这四个赛季 世界失去了最好的卡卡 他在替补席上度日 他在病榻上过活 偶尔的状态回升 都会让爱他的人欢呼雀跃 但你不得不承认这个残酷的现实 最好的卡卡从来不属于白色的黄马 回家 回到AC米兰 回到圣保罗 这都是卡卡后来的选择 家还在那里 但是归来的 早已不再是那个优雅的杀手卡卡 而是经历了人世浮沉 风华不再的昔日宠儿 漂泊的日子 吞噬了她的足球灵感 吞噬了她的杀手本色 只有回忆 可以让卡卡找到真正的家 那里 才有我们一起经历的 美好年华 因为你 我爱上了在路上的阅读时光 因为你 我爱上了在睡前的聆听时刻 你 让阅读变得简单 你 让聆听变得美好 你 让世界变得精彩 世界因你而美好 精致阅读 静雅思听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卡西利亚斯 柏纳乌守护神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曾经 他是柏纳乌的守护神 但当他转身离去 他的眼神里 意外的写满了悲凉 卡西利亚斯曾经说过 我的梦想 是在九岁起就效力的 俱乐部退役 曾几何时 那是个真实的梦 但终究 那却只是梦一场 2015年7月12日 柏纳乌的发布厅里 迎来了独自一人的 卡西利亚斯 没有俱乐部官员 没有教练组成员 也没有曾经的队友 他的心 不知何处安放 孤身一人 他将宣布 告别黄马 欲语泪先流 卡西刚要开口说话 就哽咽了 虽然眼泪可以说明一切 但眼泪 并不能挽回什么 现场的媒体记者 很多人都是卡西足球经历的 见证者和记录者 此时 也都默默垂泪 发布厅里 同时自发的响起了掌声 长时间的哽咽后 卡西含泪道别 无论我身在何处 我都会继续高喊 前进 马德里 16年前 年仅18岁的卡西利亚斯 在1999 2000赛季 对鄂尔巴厄竞技的比赛中 迎来了自己的黄马 除此秀 这个赛季 他在欧洲冠军杯中的表现 更为出色 一路互卫球队 进入决赛 在与巴伦西亚队的决赛中 四天前 刚刚过完19岁生日的卡西利亚斯 首发出场 力保球门不失 劳尔威球队锁定胜局时 卡西 常跪不起 这是黄马历史上的 第八座欧冠奖杯 对于卡西来说 真是梦幻般的经历 两年后 黄马再次杀进欧冠决赛 正处于职业生涯低迷期的卡西 却失去了主力位置 塞萨尔首发出场 第65分钟 塞萨尔的意外受伤 让替补习上来不及做准备活动的卡西利亚斯 只能仓促登场 这短短的30分钟 他用神勇的表现 重新证明了自己 商庭捕食阶段 贝尔巴托夫势在必尽之球 被卡西在球门线上用脚挡出 黄马在对方的冲击下几乎失手 勒沃库森再次开出脚球 贝尔巴托夫投球攻门 卡西再次用脚挡出 连续的神奇扑救 终于将黄马第九次带到了欧洲之殿 这场比赛 也被认为是卡西黄马生涯中真正的 风神之战 2002年 恰是黄马的百年庆典 在收获欧冠和世纪最佳俱乐部荣誉的同时 他们也收获了一个 只有21岁 却几乎囊括俱乐部最高荣誉的卡西利亚斯 除了两座欧冠奖杯之外 他已经在2001年和2003年作为主力 两夺西甲冠军 年轻的卡西也在西班牙国家队早早奠定主力位置 2002年世界杯 由于主力门将卡尼萨里斯的意外受伤 卡西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 他在对爱尔兰的比赛中 两记神勇的点球扑救奠定了自己的位置 也从此得名圣卡西 尽管西班牙队并未走得太远 但2002年夏天的经历对卡西尤为重要 西班牙队主力门将的位置 从此再未动摇过 当时已有人早早预测 未来的国际足坛第一门将之争 就会在布冯和卡西利亚斯之间展开 那个时代的银河战舰重心闪耀 俱乐部自己培养的球员 只有劳尔 古蒂和卡西利亚斯 能在重心的光环下毫不逊色 2003年到2007年之间 卡西只缺席了三场联赛 国家队的比赛更是几乎全情 在劳尔退出国家队之后 卡西被委以重任 成为西班牙队的新队长 即将带领斗牛市军团 创造一个新的时代 在此之前 黄马也在阔别联赛冠军四年后 终于从巴萨手中夺回了西甲冠军 一系列的荣誉 让出征2008年欧洲杯的卡西利亚斯 至存高远 在老帅阿拉贡内斯的统领下 西班牙队拉开了在世界足坛统治的序幕 西班牙与意大利相逢在四分之一决赛 卡西与不逢相遇的时候 卡西再次挡出两记点球 帮助西班牙击败意大利 昂首禁忌 进入淘汰赛之后 卡西在三场强强对话中 卫士一球 西班牙队即1964年之后 再次荣登欧洲冠军的宝座 27岁的队长卡西利亚斯 高举德劳内杯 黄金一代的西班牙球员 开始了对世界足坛的征服 两年后的南非 当他们作为最大热门征战世界杯时 却遭遇了首战赋予瑞士的当头一棒 但博斯克手下的斗牛士们 在重压之下再度证明了自己 他们很快调整状态 在进军决赛的道路上全无对手 7月11日的约翰内斯堡足球城 从未问顶过世界杯的西班牙队 与荷兰队相遇在决赛场 圣卡西威风八灭 连续两次神奇的挡住了 罗本的单刀球 伊尼斯塔在加持赛中一箭封喉 西班牙队历史性的成为了世界冠军 两年之内 他们连夺欧洲杯和世界杯 成为了世界足坛的无敌舰队 西班牙队的领袖 伯纳乌的守护神 还不满30岁的圣卡西 依然还会长时间的保持在巅峰上 对塞维利亚的比赛中 卡西连续做出了两次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神奇扑救 其中第二次 他在门前一米处 不可思议的挡出了佩罗蒂的舍门 被称作是世纪扑救 2010年 由于劳尔的离队 圣卡西成为了皇家马德里的队长 10月19号 对AC米兰的欧冠小组赛 卡西成为了欧冠历史上出场次数最多的门将 他不断的创造记录 并将记录不断的延续下去 在一比零击败巴萨夺取国王杯之后 西甲 国王杯 西班牙超级杯 丰田杯 欧洲杯 世界杯 一个职业球员所能得到的所有集体荣誉 他已全部难过 2011-2012赛季 黄马获得了第32座联赛冠军奖杯 庆典一世上 星光点点的伯纳乌 见证了黄马队长接受八万人的欢呼 也见证了穆里尼奥跪谢球员 黄马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一个伟大的队长在一任伟大主教练的手下 更是质得意满 当时怎么会有人想到 这一切看似和谐的画面 会在仅仅半年后 就烟消云散 那是让人始料未及的一幕 2012-2013赛季西甲第17轮 黄马客栈马拉加 穆里尼奥出人意料的把卡西放在了替补席上 年轻门将阿丹首发出场 一个月后的国王北 夺回首发的卡西 不慎被队友阿韦罗亚踢中 这成为了他黄马生涯的一个巨大转折点 迪格佩洛斯的到来 让卡西与穆里尼奥的矛盾达到了顶点 即便是安歇落地 接替穆里尼奥上任后 他依然选择佩洛斯作为主力 卡西直到2013-2014赛季欧冠首轮才回到了首发 那是他时隔238天后的首次首发 然而第14分钟 他与拉莫斯相撞后无法继续比赛 238天后 仅仅14分钟 卡西又交出了主力位置 整个2013-2014赛季 卡西沦为了卑赛门将 但他却在有限的时间内 最大限度地证明着自己 黄马夺取了自己的第十座欧冠奖杯 尽管卡西在决赛中失误被戈钉破门 但好在拉莫斯救主 把黄马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 再后 卡西与拉莫斯的拥抱像是一种感激 也像是对十全十美欧冠生涯的 共勉 和任何人一样 在岁月的流逝中 卡西也不可避免地逐渐走下深谈 2012年欧洲杯上 连续三届大赛夺冠的神话已成立时 两年后 当南非世界杯决赛 两队在巴西再次碰面时 卡西的大门被五次洞穿 小飞加罗本更是将卡西耍得狼狈不堪 未免冠军小组出局 西班牙足球的黄金一代也就此谢幕 2014-2015赛季西甲最后一轮 黄马在伯纳乌迎来了赫塔费 也迎来了卡西黄马生涯的最后一战 一个月后 他宣布离开黄马 伯纳乌的守护神在自己的成名地正式挥手告别 18座奖杯摆在那里 这不是一次事先期许的告别 25年黄马生涯像是突然化上了 一个句号 和劳尔古地一样 卡西也没能在伯纳乌终老 在孤独行走的路上 卡西并非行单影制 孤独的人们品味着一样的凄凉 他们从这里走来只是不想离开 但一切终究只是奢望 这或许就是足球 亦或许这根本不是人们眼中足球应有的 本来模样 因为你 我爱上了在路上的阅读时光 因为你 我爱上了在睡前的聆听时刻 你让阅读变得简单 你让聆听变得美好 你让世界变得精彩 世界因你而美好 精致阅读 静雅思听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杰拉德 永不独行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有人说 利物浦是一座宗教气息浓郁的城市 因为这里的人们把足球当作他们的信仰 宗教世界里总少不了对于英雄的崇拜 过往的17年 在红色的信仰世界里 杰拉德 就是这座城市的全部 他在这里成长 他在这里成熟 他在这里守候 他在这里告别 一个人守护一座城 一座城 送别一个人 2015年5月16日 在利物浦主场对水晶宫的赛后 杰拉德最后一次走过 这里是安菲尔德的著名通道 陪伴他的是自己的三个女儿 你永远不会独行 这会是安菲尔德球场永恒的旋律 可对于球员杰拉德而言 这变成了最后一次的聆听 从传奇开始 到传奇谢幕的一刻 这歌声陪伴始终 回望过去 曾经走过的这条路 他从来不曾孤单前行 或许有两个时刻 是杰拉德告别时分 红军球迷最为怀念的记忆 1998年11月 18岁的杰拉德 在对布莱克本的比赛中 替补登场 完成自己的英超首秀 1999年12月 在对卸周三的比赛中 杰拉德漂亮的摆脱过人 禁射打尽了自己利物浦生涯的 厨子进球 青色的记忆便是传奇的序幕 初见经验 如今依然 在利物浦的清训营中 有一张著名的合影 上面的人代表着利物浦清训的精英 有福乐 欧文 迈克 马纳尼 比他们年少几岁的杰拉德 当然也位列其中 2000 2001赛季 属于黄金一代的金色年华 悄然来临 著名的英超 双红会中 杰拉德暴力远射 打破巴特斯大门的场面 令人难忘 这是他职业生涯的标志性进球 从此 美道与曼联交锋 杰拉德 总能留下传奇之笔 在相继拿下了联赛杯和祖总杯后 欧洲联盟杯决赛史上迎来了 最不可思议的一场较量 杰拉德接到欧文的传球 帮助利物浦2比0取得领先 然而 对手阿拉斯加队相当顽强 在大部分时间落后的局面下 4比4颁平了比分 直到第117分钟 杰拉德不慎自摆乌龙 才结束了这场跌宕起伏的决赛 利物浦拿到了这个季赛中 所有杯赛的冠军 成为了三冠王 而慈善盾杯和欧洲超级杯的冠军 让利物浦在2001年 最终成为了五冠王 这辉煌的一年在杰拉德的职业生涯中 杰拉德被主教练霍利尔正式任命为红军队长 这位年仅23岁的队长 从此成为了安菲尔德的旗帜 他的领袖旗帜 在2004年12月的寒冷冬夜中 体现的尤为明显 与奥林匹亚科斯的欧冠小组赛最后一轮 利物浦已到危急的边缘 第86分钟 队长杰拉德单旗旧主 他在禁区外拨脚怒射 打进职业生涯最荡气回场的一球 这个禁球的非凡价值 仅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 如果没有此球 哪里来的伊斯坦布尔奇迹 那的确堪称欧洲冠军杯历史上的奇迹 2005年5月25日的伊斯坦布尔 在0比3大比分落后AC米兰的局面下 杰拉德的头球在下半场吹响了 利物浦反攻的号角 进球后的他奋力挥舞着双手 激励着红军将士 也激起了全场红军球迷的火热气氛 他们竟在6分钟内连半三球 3比3的比分永远留在了伊斯坦布尔的计分牌上 点球大战中 杜德克复制了当年格罗贝拉的大腿舞 利物浦第五次站在了欧冠之殿 杰拉德作为队长高举奖杯 21年后的再次登顶 记载着利物浦昔日的荣光 也记载着今日重回巅峰的艰难之路 只是英超冠军的梦想却还遥远 为此 杰拉德想到过转会 穆里尼奥的邀请几乎已成现实 却在最后时刻 峰回路转 杰拉德与利物浦续约 从此 一扎根又是十年 没有人忘记2006年5月 同西汉姆联队组总杯决赛的情景 在为利物浦2比2 颁平比分后不久 杰拉德的球队再次落后 比赛临近尾声 绝境下的红军队长在抽筋的局面下 拼尽最后的气力 35米外一脚怒射 打进自己职业生涯的又一标志性进球 再次力挽狂澜于击倒 3比3 又是这个熟悉的比分 点球大战中 利物浦最终击败西汉姆 时隔5年后 再碰足总杯 又过了三年 杰拉德率领利物浦几乎要完成英超登顶 他们在老特拉夫德4比1横扫曼联 他们甚至取得了英超成立以来自己的最高级分86分 但曼联最终却把冠军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第18次登上了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宝座 这个数字恰恰凭了利物浦保持多年的英格兰足球记录 这对于杰拉德来说更像是一种深深的刺激 前赴后继的后来者们 无论是霍奇森还是国王肯尼都无法实现利物浦英超的梦想 年轻教练罗杰斯却带领利物浦来到了胜利的边缘 2013-2014赛季中 杰拉德在老特拉夫德点球没开二度 他兴奋的对着摄像机亲吻镜头 一场3比0的大胜 在鼓舞气势的同时 更让他们的夺冠前景被人看好 倒数第三轮对战切尔西 他们有可能避其功于一役 然而上半场最后一分钟 杰拉德意外滑倒 灯巴巴致命一击 这一话击碎了利物浦二十多年来 距离最近的一次英超冠军梦想 这一话又像是上天故意安排的 在杰拉德的人生当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他说 这次滑倒将伴随我一生 同样是在2014年 杰拉德还结束了自己15年的国家队生涯 在身披三师军团战袍的日子里 杰拉德出战六届大赛 有过回传失误 造就其他内逆转的低迷 也有过佩戴队长绣标振奋士气的高昂 然而终究都是一场梦 英格兰队距离世界大赛的锦标渐行渐远 更让杰拉德感到悲哀的是 困扰英格兰队十余年的双德并存问题 最终没能找到答案 时光是最烈的毒药 吞噬着三师军团有可能冲击的荣耀 当兰帕德已经36岁 当杰拉德已经34岁 他们在米内罗竞技场最后一次并肩作战的场景 让人唏嘘风华一曲 唯一的感慨是 这段双德岁月没有荣誉 却依然成为岁月的传奇 2015年 杰拉德终在利物浦告别 我们可以说 杰拉德就是利物浦在足球场上的披头士 在繁华中写救光荣 也在繁华中突然泄墨 3月22日 在杰拉德的最后一场双红会中 38秒登场后的红牌 成为了他红军生涯最后的戏剧性故事 但这并不妨碍杰拉德已成为城市之王 利物浦 这座古老的城市用最动情的音符 送别他们的城市偶像 5月16日 杰拉德17年安菲尔德生涯的最后一战 家人在看台上打出了巨大的横幅 我们将永远追随 这想必也是这座城市的动情新生 看台上还有一道横幅更加引人注目 最好的现在就在 最好的曾经就在 最好的永远都在 到了说再见的时候 过往十七年四人历历在目 当青色写在他的脸上 无人知晓他会是利物浦的未来领袖 一个个石破天惊的进球 一次次霸气冲天的怒吼 彰显着一个男人的力量 在足球世界 从一而终 越来越像一件奢侈品 可你却用了七百一十场的坚守 换来离别时的尊重 对于真正爱你的人而言 那些闪耀的奖杯 从来不是爱你的全部理由 下一站你的梦想在遥远的美丽间 下一站你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忠诚守候 1941年库下 德军向东急速前进 二战事上最为惨烈的苏德战争 全面爆发 但历史果真如此吗 从苏军入侵德国的大雷雨计划 到英美盟军对苏联巨大的援阻 从苏军伤亡惨重的深层分析 到权力者对真相的抹杀与篡改 真相也许不只有一个 击碎战争神话 揭开二战最隐秘的档案 传奇经典 不容错过 想听就来敬讶思听 敬讶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罗纳尔迪尼奥足球精灵 作者天下足球 朗读者大雄 在葡萄牙语中 罗纳尔迪尼奥就是小罗纳尔多的意思 由于罗纳尔迪尼奥和罗纳尔多一样有着过人的足球天赋 人们便称他为小罗纳尔多 而中国球迷更为亲切地称他为小罗 父亲告诉儿时的小罗 在欧洲有一座金球 那座金球一定会属于他 这句话就是小罗职业生涯的座友明 但可惜的是 父亲没能等到他成功的时刻就早早离去 这也是为什么小罗在进球后 经常双手指向天空 眼神深邃 那是为了告慰天堂里的父亲 很多人对于小罗的第一印象 是在1999年国际足联联合会碑上 那个19岁的巴西精灵 有如鬼魅杂耍般的戏弄着所有对手的防线 尽管巴西队在决赛中三比四不抵墨西哥 但是小罗独揽金球和金靴 他的横空出世 让整个世界足坛眼前一亮 年轻的小罗拥有众多让人厌美的独门绝技 比如那个著名的牛尾巴过人 他可以在瞬间改变球的方向 速度 柔韧性 加上智慧 这就是小罗踢球的方式 伴随着这些神奇的表演 众多豪门对小罗垂眼欲滴 不过最终吸引罗纳尼迪尼奥注意的 却是法甲的巴黎圣日尔曼俱乐部 因为他梦寐以求的金球奖杯 就在巴黎 在那座魅力四射的都市 小罗的才华和出色的个人技巧 如同夜晚的埃菲尔铁塔一般引人入胜 他很快成为了法国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现代足球激烈残酷的拼墙下 小罗将力量、意识、技巧完美的结合 快速突破时 他像披散长发的魔鬼 摆脱过人的时候 他又变成了优雅智慧的精灵 巴塞罗那球迷日后所看到的演出 巴黎的球迷们早已先度为快 我们看过太多罗纳尼迪尼奥 身披国家队战袍的画面 印象最深的自然是2002年 在东亚土地上的精灵将士 巴西的三阿组合 威风八面 无坚不摧 碾过土耳其铁骑 击退比利时红魔 摧毁英格兰双塔 然后就有了小罗那鬼魅超凡的美妙彩虹 任意求直接吊射破门 让英格兰门将西曼 至今不愿回首 或许那个夏天 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小罗的星光 不及外星人罗纳尔多 但是那却是罗纳尼迪尼奥步入巅峰的开始 用大力神杯作为自己走向成熟的壮行李 是再完美不过的事了 2003年的夏天 对荣誉的无限渴望 让小罗和巴黎说了再见 面对着更具诱惑力的欧洲赛场 一个顶级豪门的平台 才是这个足球精灵 应该展翅起飞的地方 所以小罗从巴塞罗那主席 拉布尔塔手中 接过了巴萨的十号球衣 一个新的时代降临巴萨 小罗也开始了自己的金色年华 在这里 小罗热情奔放 善于表现的特点 和加泰罗尼亚人豪放不羁的性格 一拍即合 一时间巴塞罗那球迷称小罗为 上帝赐给巴萨的礼物 对于罗纳尔迪尼奥来说 他最愿意做的 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就是用自己的笑容 自己的快乐 影响着所有场上的队友 场内的球迷 甚至对方球员 在他的眼里 容不得任何有失公正的沙子 小罗的足球世界永远是纯净的 而足球就是自己的生命 在巴塞罗那的第一段时光 小罗用一座世界足球先生作为收尾 虽然那一年他和巴萨还没有任何锦标加身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这只是时间问题 2004-2005赛季 小罗带领红蓝军 以84分俱乐部历史最高积分 力压死敌黄马 夺得联赛冠军 巴塞罗那 在卧星长胆几年之后 用冠军重新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激情 而那燎原的星火之光 就是精灵般的罗纳尔滴尼奥 半年后的伯纳乌 对小罗而言 不是什么白场纪念 但却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那场比赛 他一个人让黄马的天皇巨星们相行见处 在罗纳尔滴尼奥的面前 皇家马的里的后防线形同虚设 他两次长途奔袭 动穿卡西利亚斯把守的城门 凭借一己之力击沉了银河战舰 巴塞罗那 孟二王朝的领袖小罗 也让高傲的黄马球迷 集体臣服 为他鼓掌 就在伯纳乌取得国家得比胜利的一周之后 罗纳尔滴尿终于实现了父亲的预言 站上了欧洲金球奖的领奖台上 2005年 这座奖杯上永远刻下了一代新星的名字 而之后 他未免世界足球先生的荣誉 则显得顺利成长 有人说 小罗的职业生涯的顶峰瞬间 定格在了2006年5月17日的巴西法兰西大球场 在自己梦想起航的地方 罗纳尔滴尼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举起欧冠冠军奖杯 在巴塞罗纳的五个赛季 罗纳尔滴尼奥留给了红蓝军近70个进球 两个七甲冠军和一个欧冠冠军 巴萨的历史上 小罗已经拥有了无可替代的地位 只可惜 巅峰时期的小罗 未能率领巴西队 在2006年世界杯上有所作为 那几乎可以看作是小罗职业生涯的重大分水力 在之后的几年 穿上红黑战袍的小罗 已完全有实力再次触碰奖杯 毕竟他给了死气沉沉的AC米兰 耳目一新的感觉 留下了24里精彩进球 只不过 迷恋灯红酒绿的小罗 选择了慢慢沉沦 以至于没有人意识到 他正在退去精灵的外衣 披上普通人的皮囊 即使他也曾在几年前的巴西米内罗竞技 指点江山呼风唤雨 带队夺下2013南美解放者杯 这也只不过稍微延缓了小罗退出历史舞台的脚步 我们必须承认 小罗的时代已经走远 当他匆匆而来时 我们惊喜万分 甚至每每谈起这个名字都会眉飞色舞 而他匆匆而过时 我们百般寻望 即便明知小罗的影子已经很难再出现在主流舞台 仍然希望能探听一些音讯 找回一些记忆 这些记忆就是不断穿梭在脑海的印象流 汇集了包含足球本真的凌落碎片 片片都是激情 片片都是欢笑 就像小罗每每露出他的爆牙时 不经意间透露出的那份纯真 自然 快乐 黄小仙 非大龄圣女 胸无大物 却横遭情场大劫 王小剑 非典型宅男 貌似小贝 却冷酷毒蛇 当失恋女 遭遇欠编难 是针尖对卖忙 还是干柴鱼烈火 知名怨妇报晶晶 写新辣尖酸之作 失恋三十三天 向你本来 三十三天算什么 有种你就 别闪 闪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哈维最强大脑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在2014年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 科学家做了一项实验 试图从不同维度测试球员控球时的大脑活动 哈维成为了最佳的实验对象 他在观察了运动摄像机记录的瞬间画面后 面对一张白纸 成功重现了比赛状况下20人中16个人的站位 而普通球员只能重现6个 哈维拥有超出常人的空间感知能力 另一项测试中 他在众多干扰像中用时13.3秒 准确的串联出数字1至16 这几乎是普通人完成速度的三倍 哈维对于有效信息的把握能力也让人大为惊叹 这次测试的多项结果足以给出证明 哈维拥有足球世界的最强大脑 这颗最强的大脑在诺堪普球场运转了17年的时间 而哈维始终是红蓝色足球的忠实信徒 17年前 拉玛西亚学院里的风光 对年轻的哈维来说格外迷人 当时的他仰望着那些前辈巨星们走过的方向 开始寻觅阳光 汲取营养 身体条件并不出众的哈维 脚下技术却让人印象深刻 这一点让时任巴萨主帅范加尔眼前一亮 1998、1999赛季 作为一线队新生的哈维 在自己的厨子赛季收获了太多美好的体验 手袖破门 欧冠出场 这些精力都慢慢积淀着哈维统治球队中场的能量 在巴萨传统的战术体系中 后腰球员起着重要的作用 而在当时的巴萨队中 瓜迪奥拉就是这一位置的不二人选 也是哈维职业生涯初期一直效仿的对象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 当瓜迪奥拉在2008年走上诺坎普的教练席时 哈维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巴萨新帅的原因 其实哈维在那时早已展露出成为革命性后腰的潜力 在世纪之交的那几年 无论是范加尔、费雷尔还是雷格萨奇 都无法唤醒沉睡中的巴塞罗那 但是他们始终坚持将哈维打造成 红蓝军中场巨阵中的重要一环 而2003年 小罗的到来 犹如洒向巴萨俱乐部的一缕阳光 也将哈维进一步激活 从2004、2005赛季开始 哈维用沉稳的中场调度 给了攻击线上的小罗、九利等人充分释放灵感的空间 他在球队中场的节拍器作用愈发明显 然而2005年12月 正在上升期的哈维在训练中膝盖韧带撕裂 这种伤病被看作是球员健康的一号杀手 在场上球风俊秀的哈维 当第一次面对可能长达六个月无缘赛场的厄运时 表现出了硬汉的一面 连续两个月 他几乎每天很早就跟随理疗师徒步登山 促进肌肉力量的恢复 这场伤病 让哈维错过了巴萨孟二队辉煌的2005、2006赛季 虽然及时的付出 还是让他保住了在诺坎普的主力位置 但是他难以阻止小罗迪米引发的王朝坠落 哈维总是希望自己可以改变一些什么 但无奈球场上的职责有限 让他多少感觉到无从发力 直到瓜迪奥拉的到来 该用什么样的修辞来描绘从2008年开始 蓬勃繁盛的西班牙足球 开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又是谁 可以是阿拉贡内斯 他开创了斗牛式军团统治级的全新战术 让伯克斯可以在之后的两届世界大赛轻松沿用 绝对算是前人栽树 后人成良 当然也可以是瓜迪奥拉 他让巴塞罗那足球革命的影响力向整个欧洲传递 并且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 更让队中的核心骨干成为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战术依托 而在两个改革大师战术蓝图的交际中 传控是这场足球革命的核心代名词 而最佳代言人毫无疑问 就是哈维 从2008年到2012年 一个最好的哈维在一个完美到极致的巴塞罗那 达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顶峰 其中不乏经典代表作 比如2008-2009赛季 做客伯纳乌一战 哈维上演助攻大四起 帮助巴塞克场6比2血洗黄马 2010-2011赛季 那场在诺坎普的国家德比 以涅斯塔的直船刺破黄马防线 哈维迅速反应后 挑过卡西破门 引领了又一场巴塞5比0 对黄马的徒虐 而那个赛季的欧冠决赛 哈维在红魔紧密的防线中 找到一条转瞬即逝的缝隙 将球准确送到佩德罗脚下 后者随机破门得分 面对不同风格的对手 以及复杂的场上环境 哈维总能找到最合适的空间 做出最有效的判断 送出最致命的传球 而这一切几乎都是在瞬间完成 并且从容不迫 西班牙国家队的战袍 是哈维职业生涯另一件挂满勋章的戎装 创纪录的世界大赛三连冠 从欧洲到非洲 哈维引导着斗牛式精神 打击对手每一寸软肋 串起了世界足坛 举世无双的技术流中周线 它让西班牙队所有位置球员的跑位效率达到最高 也让对手跟着他的节奏逐渐迷茫 任他摆布 并且在关键时刻送出致命传球 哈维就这样不厌其烦地履行着自己的国家使命 并且乐在其中 2015年的秋日思雨 慢慢诉说着哈维十七载的红蓝年华 当他决定作别伊比利亚半岛的海风 对手之间的针锋相对已不再重要 卡尔德龙球场 当哈维最后一次以客队身份出战膝架联赛 马德里竞技主场的球迷起立为他送上真挚的祝福 那一定是发自心底的致敬 对于哈维来说 他或许早已准备好迎接告别的时刻 但当他真的听到来自诺坎普的呼喊 在感恩与留恋双重情绪的交织中 哈维终究难以自制 潸然泪下 也许个人第八座西甲冠军奖杯可以抚平心许 而他曾经埋在心底的承诺 也在六月六日的柏林奥林匹克球场的夜空中 以最绚烂的方式成为现实 三冠网 这是哈维最真切的期待 也成了最完美的告别 十七年的时间 超过七百六十次出场 二十五个冠军头衔 那些曾经骄傲的 失落的 平静的 波澜的 记住的 忘却的 留下的 带走的 都定格在了传奇最后的这一瞬间 在那颗最强大脑里 永久封存 也许 岁月的迁徙 可以改变他的思考方式 但无法让他 停止转动 有这样一些英雄 他们像孤独的树一样 站立在草野间 用一颗痛苦又悲悯的心 注视着人们 把所有的呐喊和彷徨 留存在纸片上 深邃的灵魂 比峡谷还深 被荒原的风 吹来覆吹去 逐个地抚慰他们 成为他们共同的 艰难的呼吸 佐拉 为依 后卫尔 密卧石 跟随他们的脚步吧 一起去读 比风景更动人的灵魂 一起去看那 矿带的忧伤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欧文 追风少年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1998年的法兰西之下 见证了一个18岁的少年 横空出世 英格兰对阵阿根廷的八分之一决赛 贝克汉姆后场传球 得球后的欧文 长驱直入 在以风一般的速度 接连缓过扎默特和阿亚拉的防守后 欧文打破了罗阿把手的球门 这一球 正是迈克尔欧文的成名之作 在世界杯史册上留下的经典一笔 他也从此得名 追风少年 那是欧文的世界杯第二球 就在八天前 对罗马尼亚的比赛中 他刚刚以18岁 0190天 打破了英格兰队的最年轻进修者记录 虽然1998年世界杯 英格兰队并未走得很远 但那年夏天的欧文和贝克汉姆 组成的英格兰队的双子星座 在世界杯上体验了一夜成名的感觉 和福乐们一样 欧文是又一个出自 利物浦清旭营的杰出产品 年少成名 是这群利物浦少年的共同特点 就在1996年12月14日 欧文17岁生日这一天 他同利物浦签订了正式的职业球员合同 而在1997年5月6日 年仅17岁零143天的欧文 就在自己的英超首秀中取得了进球 这是他在当时成为了英超历史上 最年轻的进球球员 这个记录 直到六年后才被鲁尼打破 在1997、1998赛季中 欧文攻入第18个联赛进球 在自己的第一个完整英超赛季 就获得了最佳射手 那时的欧文 简直就是一位为记录而胜的球员 经历了1998年梦幻般的夏天 欧文再回到利物浦的时候 他已经穿上了巴恩斯留下的十号战袍 无法忘记1998年8月的圣詹姆斯公园之旅 欧文大眼帽子戏法 其中第三个单挑牛卡42防线的经验进球 更被认为是他俱乐部生涯的最佳进球 随后 那个著名的脱手庆祝 也堪称经典 这个三十分钟之内的帽子戏法 是欧文英超生涯的标志之战 从此 他在不到19岁的年纪 就已经步入了 巨星的行列 那时 利物浦的霍利尔时代正如日中天 在2000-2001赛季 利物浦勇夺三冠王 特别要回忆起2001年5月12日 加迪福千年球场的组总杯决赛 在勇备里先下一程帮助阿森纳领先的局面下 欧文在最后时刻奉献了惊人的演出 他在五分钟内连入两球为利物浦实现逆转 尤其是打进制胜球的过程 欧文再次展现自己风一般的速度 他强行突破 为红军实现了不可思议的超越 在5比4击败阿拉维斯之后 卑赛三冠王已经把沉寂多年的利物浦推向了巅峰 在墨西河畔群城庆祝三冠的震撼场面 仿佛是纪念一个沉寂的巨人重生的开始 之后的社区顿北 和欧洲超级位 欧文都有进球 利物浦分别击败曼林和拜仁两大豪门 成为了2001年五贯王的得主 那是一个欧文永远不能忘记的年份 2001年 在五贯荣耀加深的同时 时光定格在9月1日的慕尼黑奥林匹克球场 那真是一个神奇的夜晚 欧文再次横空出世 他上演了帽子戏法 英格兰队竟然在客场五比一狂扫老冤家德国队 这段史诗般的经历成为了欧文三师军团生涯中最闪亮的时刻 正是凭借在这一年中杰出的表现 欧文收获了2001年度的欧洲金球奖 成为继凯文激刚之后 时隔22年又一位荣英金球奖的英格兰球员 在获得金球奖的时候 欧文年仅22岁 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他通向巅峰的起点 但事实难料 事实上这竟是他巅峰的终点 在2002年世界杯上 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欧文 已不像四年前那么灿烂 2004年欧洲杯 尽管在对葡萄牙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奉献经典进球 但追风少年的步伐 明显不如初出茅庐的鲁尼那般轻快 这两届大赛竟都是欧文开始过早衰退的迹象 一次转会更是成为转折点 在2004年的夏天 欧文告别安菲尔德 从迪斯蒂法诺手中接过了黄马11号战袍 做出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引人注目 但却是最失败的一次转会决定 当时的银河战舰众星云集 在劳尔和罗纳尔多的身边 欧文不可能保证主力位置 虽然36场西甲13个进球的数据看起来还不错 但不甘心替补的欧文还是萌生趣意 那时利物浦已在伊斯坦布尔登上欧洲之巅 原本以为欧文会回到利物浦 然而2005年8月 重回英伦的欧文却出现在了圣詹姆斯公园 1680万英镑的高身价 曾经的英格兰金铜又回来了 但辉煌记忆并未一同归来 在纽卡斯尔的岁月中 伤伤停停 停停伤伤 是欧文四年最惨痛的回忆 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伤势 是从世界杯赛场上带来的 2006年世界杯 状态刚有回声的欧文在对瑞典的比赛中 严重受伤 艰难的爬出赛场 那一镜头让全世界的球迷赶上落泪 这个曾在八年前震撼世界的天才少年 在26岁的黄金年龄 却以这样的方式永久告别了世界杯赛场 这是欧文职业生涯最重大的一次打击 在长达一年的漫长恢复后 他再也没能回到他原本应有的高度上 2008-2009赛季 纽卡斯尔15年来首次降级 欧文与球队的合同也即将到期 四年 他在纽卡斯尔的出场次数还不到80场 2009年夏天 欧文的经纪公司为他制作了长达34页的简历 寻找新东家 这样的遭遇无法不令人唏嘘 还不满30岁的英格兰金童 已经无人问津 然而事情突然有了戏剧性的转折 2009年7月 欧文与曼联签订了一份两年的合同 他还被福格森赋予了7号战袍 穿着这件红魔传奇的战袍 金童能复苏吗 2009年9月20日 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在老特拉夫德上演 这场曼职斯特得比 后来被评为英超20年的最佳比赛 曼联一度3比1领先 曼联则在第90分钟扳平了比分 商庭不实 曼联主帅修斯不断向第四官员投诉时间已到 然而比赛的时钟不知不觉走向了第96分钟 吉克斯妙传没人盯访欧文 球进了 不可思议的进球 欧文绝杀 曼联4比3 击败曼城 这个进球让曼联球迷第一次真正接受了这个利物浦出来的金头 在不长的红魔岁月中 这个镜头已如留声机般被反复回放 这也是欧文职业生涯末期最后的高峰 其他的日子里 欧文依然伤病不断 无法保证稳定的状态 唯一的安危是 他在2010-2011赛季第一次实现了自己的英超冠军梦想 这是曼联的第19座联赛奖杯 就此超越利物浦 成为英格兰顶级联赛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 高举竞辈的欧文笑容依旧灿烂 却让墨西河的另一段骂声不断 这个利物浦的金头 从此与老东家彻底决裂 三年的红魔生涯成就了欧文最后的冠军梦 司徒克城则成为了欧文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 33岁 在英超完成159大业 历史射手榜排名第七 一段16年的漫长时光即将终结 不知您是否感受到 当小将欧文的称呼 还伴随着我们来不及改口的时候 再一眼望去 追风少年已成老将 而那些从横空出世到走下神坛的故事 仿佛一夜间刚刚发生过 最终欧文在2012 2013赛季末宣布退役 没有轰轰烈烈的退役仪式 更没有冠军的相送 一切悄然而至 那个追风少年 曾经伴随你我的青春 曾经走过你我的时光 当青春不在 当时光匆匆 就让那往事 随风 王朝的历史开启后 暴力手段的改朝换代 连绵不断 和平途径的内部改革 却几乎全军覆没 前世不忘 后世之失 今日的中国 能否解脱历史的宿命 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历史的拐点 玛丽城最新作品 前方是绝路 希望在拐角 精彩就在静雅思厅 静雅思厅 让智慧也动听 李克尔梅 独行侠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在阿根廷 布伊诺斯 爱里斯近郊的 圣佩尔南多小镇 对于这里的孩子来说 他们的足球世界 属于伯卡青年 而马拉多纳 就是他们足球道路上 一直仰望的人 1996年的 李克尔梅 是那些孩子中的佼佼者 18岁的他 从阿根廷青年人队 加盟伯卡青年 而一段足球场的 艺术传奇 也就此拉开了帷幕 李克尔梅的足球才华 深得伯卡新帅 彼安琪的赏识 这位阿根廷老师 开始围绕他 制定伯卡青年 全新的战术体系 那时候 年轻的李克尔梅 已经显露出了 古典气质 他没有那么锋利的气场 但是总能在弹效之间 让对手的防线 露出破绽 在他效力 伯卡青年的几年间 他为球队带来了 三座联赛冠军 和两座解放者杯冠军 22岁 李克尔梅 就已经征服了 整个南美 2000年的丰田杯赛 伯卡青年和皇家马德里 在东京上演 巅峰对决 李克尔梅 从容的控制着足球 慢慢让银河战舰 偏离了本来的航向 当对手失去方寸 李克尔梅 两季传球 瞬间撕开了黄马的防线 帮助队友两次得分 这个世纪默的球场魔术师 在这一晚 站在巨人的肩膀 登顶世界 如果说 比安琪是李克尔梅 在俱乐部的恩师 那么佩克尔曼 就是他在国家队的领路人 在佩帅的眼中 李克尔梅 并不是又一个马拉多纳 或者又一个肯佩斯 他的独特 让人心持神往 夺得了1997年世青赛的冠军后 年轻的李克尔梅 顺理成章的收到了来自国家队的召唤 然而 性格孤僻的李克尔梅 始终无法融入蓝白军团 铁血主帅帕萨黎拉 显然更喜欢灵动的奥特加 硬朗的贝隆 以及正值巅峰的巴蒂斯图塔 之后的主教练贝尔萨 则更推崇强调身体接触的欧洲攻势足球 而囚风偏软的李克尔梅 在最应该为国征战的时候 却成为了改革的牺牲匹 无缘2002世界杯 在李克尔梅的记忆中 自己在2002年夏天 穿上巴萨的战袍 只有一个原因 他的偶像马拉多纳 曾在这里缔造辉煌 不过 当时的主帅范建尔 却没有给李克尔梅 向偶像致敬的机会 他不喜欢李克尔梅 闲停信步的踢球方式 而不愿改变自己的李克尔梅 很快成了诺坎普球场的边缘人 随着李杰卡尔德执掌率阴 巴西天才罗纳尔迪尼奥 降临巴萨罗纳 巴萨蒙二队的新秩序 最终迫使李克尔梅 交出了十号球衣 也交出了在诺坎普的未来 上帝赋予了他令人羡慕的天赋 天才却注定要孤独行走 也许 比利亚雷亚尔原定是李克尔梅 足球生命中的重要驿站 这里没有诺坎普的疯狂 却恰恰给了李克尔梅 享受足球的完美环境 正像他球衣背后印着的名字 罗曼寓意着浪漫一样 浪漫古典的李克尔梅 在比利亚雷亚尔的情歌球场 弹奏了一曲浪漫的情歌 随着治理人佩莱格里尼执掌球队率印 迭格弗兰索林等南美球员也不断涌入 比利亚雷亚尔的南美体系逐渐确立 球风相近 让李克尔梅的发挥越来越如鱼得水 他很快找回了最好的自己 也赢得了这个城市所有球迷的拥戴 在情歌球场的四个赛季 李克尔梅总计为比利亚雷亚尔出场142次 打进45例进球 送出59次助攻 他驾驶着这辆黄色潜水艇 在2004-2005赛季拿到了联赛季军 并在随后的季赛中打进欧冠四强 在成就了球队历史最好成绩的同时 李克尔梅似乎也找到了继续坚守的理由 尽管他的球迷只有不足4万人 但他们把李克尔梅当作家人 亲切地称呼他的教名 罗米 那时的李克尔梅尽情地享受着 这份简单的幸福 在俱乐部满血复活的罗米 在国家队也重获新生 恩施佩克尔曼的李克尔梅核心论 在2005年联合会杯以及2006年世界杯预选赛中 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对于那时的他来说 在2006年世界杯上获得承认或许是唯一的目标 可以这样说 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 李克尔梅的发挥接近完美 每场比赛都在他的控制之中 没有多余的盘带 也没有夸张的炫技 每个动作干净洒脱 赏心悦目 当对手在清歌漫舞间迷离了双眼 李克尔梅已经用了最优雅的方式 战得先机 然而佩克尔曼在四分之一决赛的一次换人 改变了罗米的命运 当他无奈地看着克洛泽扳平比分 看着换下自己的坎比亚索 发失点球后泪流满面 谁能想到 那居然是李克尔梅留给世界杯的最后眼神 尽管李克尔梅的大赛冠军梦在两年后的北京奥运会成为现实 但是和马拉多纳的矛盾让执拗的罗米 毅然决然地告别了那件曾经让他魂牵梦绕的蓝白战袍 在三十岁的当打之年就退出国家队 李克尔梅难掩悲情英雄的色彩 几乎在他退出国家队的同时 李克尔梅结束了五年的隔海漂泊 回到了他始终牵挂的伯卡青年 只有在这里 罗米才能尽情地享受 尽情地表达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用双脚绘制彩虹的行者 一个用心灵踢球的艺术大师 2010年 李克尔梅曾经因伤缺阵 却将部分工资退还俱乐部 希望用来帮助更多的年轻球员 在伯卡两个阶段共11个赛季里 罗米出场388次 打进89力进球 为球队拿到五次联赛冠军 三次南美解放者杯冠军 一次丰田杯冠军 也许这份荣誉步中 勋章的橙色略显平淡 但这就是李克尔梅的足球世界 不求功成名就荣誉满身 只愿坚持自我 无愧于心 从当年收到糖果盒的邀请 19年光阴荏苒 而19年的蜿蜒旅程 已经抵达终点 李克尔梅的19年 是一副让人心旷神怡的佳作 好像广阔湖面上 只现那一夜偏周 独自随波而动 却并不逐流而为 在职业足球错综复杂的环境中 她就如同一颗抛弃银河的恒星 独自发光 独自闪亮 她不在乎是否能赢得更多的赏识 却有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不断追随 公主之死 一个怀孕的女人 发现丈夫有了小三 怎么办 和丈夫争辩中 竟然被误伤致死 怎么判 通奸 死刑 连坐 小三的兄弟姐妹发配边疆 何以致死 公主之死 你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 抽丝包剑 看历史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兰帕德 神灯长鸣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这是一个离别的季节 当2015 2016赛季 英超开始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下子 少了很多熟悉的身影 德罗巴 范佩西 杰拉德 兰帕德 在他们曾经叱咤风云的日子里 英超群雄并起 那是英超最好的时代 一众巨星在光鲜的舞台上 尽情展示 那时候谁又会想到 即将到来的离仇别叙 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这种集体的告别 最是令人怀念 在英超和各自俱乐部的史册上 他们都曾经是记录的创造者 而有一项记录恐怕很难被打破 那就是除门将之外 164场的英超连续出场记录 这项记录由兰帕德创造 这意味着 从2001年至2005年之间 超过四个赛季的英超比赛 兰帕德从未缺席过一场 他也因此得名 铁人 兰帕德是在2001年 他23岁那一年 以1100万英镑的身价 加盟切尔西的 在这段连续出场的日子里 他在切尔西度过了不凡的岁月 2005年5月 切尔西正是凭借兰帕德 在博尔顿锐部球场的 梅开尔渡 历史上第一次 登上了英超的冠军宝座 穆里尼奥的坚强蓝军还创造了95分的英超历史最高分记录 这一记录同样至今无人打破 切尔西在俱乐部百年盛典这一年 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阿布的金元政策 在光辉的英超历程中 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而兰帕德实际上 是阿布打造金元帝国之前 就来到斯坦福桥的 他是西汉姆清迅营的杰作 和卡克里 李奥费迪南德 迪弗 乔克尔 师出同门 他的父亲 老弗兰克兰帕德 同样是西汉姆的历史著名球员 而他的舅舅更是大名鼎鼎 那便是曾在西汉姆培育出 数位巨星的英超名帅 哈里 雷德克纳普 出自足球世家的兰帕德 很好地继承了家族的基因 成为了英格兰足坛 又一位冉冉升起的巨星 2006年 齐尔西轻松未免英超冠军 兰帕德在这连续两个成功的赛季中 分别在各项赛事中 为齐尔西打进19球和20球 堪称英超最强大的攻击型中场 由于自己的姓氏拼写 兰帕德和英文中 登的单词有些相似 因此兰帕德开始得名神登 照耀着兰军一路前行 实现梦想 兰帕德也是另一项记录的创造者 他在2003年到2013年之间 连续十个赛季 英超进球上双 这是英超所有中场球员中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 这项数据极好的佐证了 兰帕德超凡的攻击能力 时任英格兰主帅 埃里克森 恰是看重了这一点 在他执教期间 对兰帕德 唯以重任 2004年欧洲杯 是兰帕德参加的第一届大赛 他以三个进球 成为英格兰的最佳射手 也入围了赛事最佳阵容 那是一个美妙的开端 让人们可以无限畅想 拥有巅峰期双德的英格兰队 会在2006年世界杯上有所作为 然而 从埃里克森时代起 双德并存的问题 就一直困扰着英格兰队的历任主帅 迈克拉伦 卡佩罗 霍奇森 他们几乎尝遍了所有可能 却都没能将双德的问题真正解决 在2006年世界杯上 刚刚在前一年获得欧洲和世界足球先生 双料亚军的兰帕德 没能打出自己的水准 在和加拉德首都联手的世界杯上 他们两个在对阵葡萄牙的点球大战中 先后失手 英格兰队折戟八强 双德在那届世界杯上的表现 更是双双受到了质疑 兰帕德的三师军团岁月 始终与悲情相伴 四年后在南非 他本应打开自己的世界杯进球账户 八分之一决赛遭遇速敌德国 兰帕德在球队一比二落后的局面下 打击一记精彩的吊射 皮球越过门将诺伊尔 以赛球门线内明显得分 然而这个球却最终成为一场 世界杯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 乌拉圭裁判认为此球未尽 导致英格兰队大败而归 这个严重的误判 促使了巴西世界杯上 门线技术的启用 但时间终究不可逆转 判罚终究无法改变 兰帕德的第二届世界杯之旅 再度煞雨而归 自己的世界杯进球数字 也永远停留在零 这个尴尬的数字上 与国家队的杯情不同 兰帕德的俱乐部生涯 一直与奖杯为伴 他在切尔西三夺英超奖杯的历程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欧洲冠军杯赛场上 同样为蓝军带来了突破 在切尔西2008年首次参加的欧冠决赛中 兰帕德关键进球帮助切尔西 扳平比分 点球大战 他们也几乎登顶 只是特里的最后一阀不中 让他们与突破历史失之交臂 但仅仅四年后 在不被看好的局面下 切尔西在拜仁的主场 依靠点球大战成功登顶 夺取了俱乐部历史上的第一座欧冠奖杯 兰帕德的蓝军生涯几乎达到了完美 在切尔西的13年 兰帕德作为一名中场球员 以211球的成绩超越坦布林 成为了切尔西俱乐部的历史最佳射手 他还是所有中场球员中 唯一一位应超进球数超过150的球员 这些光辉的数据摆在那里 在斯坦福桥的荣誉市中 恐怕也很难被打破 然而在2014年 兰帕德意外的结束了自己13年的蓝军生涯 与俱乐部解约的他 远走美国大联盟 就在人们以为这位英超的神灯 即将告别英伦赛场时 他又租借回到了曼城 并在第一次与老东家切尔西的直接对话中 打进扳平比分的进球 那一球 兰帕德没有庆祝 而是选择了在赛后 与自己的老友一一拥抱 穆里尼奥的脸色有些难堪 他已经意识到 这位36岁的英超铁人 依然在英超赛场上有所作为 同一年 兰帕德的三师军团岁月也宣告终结 在巴西世界杯与哥斯达利加的比赛之后 双德留下两个苍凉背影 兰帕德在三届世界杯上 40次射门 无一进球 成为了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最大遗憾 但15年106次出场 29力进球的成绩 也足以为他的三师岁月留下痕迹 悲壮三师 为老将送行 当所有后来者们继续为英格兰足球的荣誉 而执着向前的时候 不知他们是否会想起 那对跨越十年的双德组合 离别的生肖终于在2015年的夏天正式吹响 从此 远走美国的兰帕德与皮尔洛 比利亚并肩作战 他们远离欧洲的主战场 期盼能在职业生涯的末期 继续享受足球的快乐 但那里的足球 真的能给他们带来快乐吗 至少英超的球迷依然唏嘘不已 因为新赛季开始的时候 那个曾在这里掌明十余年的 英超神灯终于熄灭了 他的光芒 当Discovery撞上南非仅存的历史秘密掌门人 会发出怎样的惊人声音 外星人 蜥蜴人 番茄人 文所未闻的史料 荒谬怪诞的情节 挑破你的神经 颠覆你的世界 来吧朋友 世界上最震撼的访谈 彻彻底底 雷你一把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克洛泽 K神无双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2014年巴西世界杯半决赛 米内罗竞技场的计时器来到第57分钟 克洛泽 克洛泽 缓缓 走下赛场 字母牌打出 在他的名字前 多了一行描述 世界杯历史 第一射手 面对自己创造的传奇 坐在替补席上的克洛泽 如此平静 却接受着来自全世界球迷的敬意 包括评论席上前记录拥有者 外星人 罗纳尔多 为什么传奇会眷顾克洛泽 那不如问 为什么是克洛泽创造了传奇 或许他没有罗纳尔多那样的过人天赋 但他的职业生涯履历告诉了人们 什么叫做天道酬勤 克洛泽可算得上大器晚成 19岁的时候 他还在代表一支第七级别联赛的球队踢球 直到两年后的1999年 他才进入凯泽斯劳腾俱乐部 这是他职业生涯的一大飞跃 不过 那时的他完全不敢想象 有朝一日能步入巨星之列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球员之路 会何去何从 不到半年 得到雷哈格尔赏识的克洛泽 终于有机会在德甲赛场一世伸手 并且不到一个赛季 就打出了名堂 当他被德国队主教练 沃勒尔招进国家队的时候 已将满23岁 那时的德国足球处在近20年的最低谷 欧洲杯哲记小组赛 人才断荡严重 克洛泽就这样 进入了德国足球改革计划的初步名单 2001年3月24日 克洛泽在对阵阿尔巴尼亚的世界杯预选赛中 临危受命 替补出场 并且打进关键的绝杀 那标志性的克什空翻 第一次出现在世界足坛 他的国家队首秀堪称完美 从而一跃成为了德国队封线上的主力人选 从凯泽斯劳腾的德甲新人 到即将踏上世界杯赛场 克洛泽成长的速度让人吃惊 2002年 闸谎世界杯球场 克洛泽的世界杯首秀对阵沙特 他用三立投球上演帽子戏法 克什空翻也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亮相 尽管那时 他依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中国球迷还称呼他为克劳斯 虽然那辆德国战车一路开进决赛 但最终不敌巴西 倒在了距离金杯最近的地方 克洛泽打进武力投球 获封新的金色轰炸机 成名于2002年世界杯的那一年 他24岁 就此悄悄地拉开了自己在国家队的传奇序幕 2004年的夏天 刚刚从欧洲杯上失落而归的克洛泽 加盟新科德甲冠军布莱梅 虽然那时外界不断有声音质疑 他只会投球 欲强则弱 瘫花一现 但克洛泽选择默默承受 不做辩解 只用一个个进球 丰满自己的羽翼 2005-2006赛季 克洛泽联赛打入25球 揽获德甲金靴的同时 也抢回了国家队封线的头把交椅 2006年世界杯 对主场作战的德国队来说 是一段夏天的童话 而说克洛泽是这段童话的主人公 并不为过 他打进武球 容英金靴 其中小组赛的四里进球 无一例外 全部用脚打进 这与四年前 人们印象中那个只会投球的克洛泽 大相径庭 也让曾经的所有质疑 瞬间消散 四分之一决赛 对阵阿根廷 当他投球救主 全体德国球迷 已经把他奉为神明 也获得了中国球迷 送给他的绰号 K神 对德国球员来说 能够被德甲颁霸 拜仁慕尼黑乡中 挖角加盟 似乎是另一种方式的认可 2007年夏天 克洛泽加盟拜仁 和意大利人托尼 组成著名的克罗尼组合 在拜仁的四年 克洛泽出场150次 贡献了53例进球 27次助攻 帮助球队 夺得6个冠军 对于外界的褒奖 克洛泽保持着一颗平常心 继续扮演着一个职业球员的普通角色 在这个功利主义至上的环境中 克洛泽依然选择尊重事实 公平竞争 在布莱梅效力期间 他曾经在杀入进军后 被对方门将扑倒 裁判判罚点球 但克洛泽立刻对裁判解释 对方先碰到了球 这不应该是个犯规 裁判根据克洛泽的描述 收回了判罚 这种尊重规则 放弃进球的情况 在他效力拉齐奥期间 也发生过一次 这就是克洛泽的自律 也正是这种自律 让他恪守着职业球员的操守 离开球场 他也只是坐在河边钓鱼 或者回家养花 这样的自律 让他在36岁的年纪 还能奔跑在世界杯的赛场 一段传奇的铸就 需要精力折服 2008年 阿尔卑斯山脚下 克洛泽和德劳内杯擦肩而过 2010年的伯纳乌 他也没能帮助拜仁力挽狂澜 错失了自己职业生涯 最后一次夺得欧洲冠军杯的机会 也是那个夏天的南非 克洛泽纵然再次打进四球 但难耐西班牙王朝的统治力太过强大 从南非赛场归来 不再年轻的克洛泽 已渐渐走向职业生涯的尾声 他为了保证出场时间 来到了兰英拉齐澳 一甲赛场上 克洛泽依旧状态上架 2012-2013赛季 主场对阵波洛尼亚 布老K神甚至上演过独中五元的好戏 但是克氏空翻却几乎绝技江湖 每逢进球 克洛泽只是单手指天 朴素而简单 当被问及为何不再做空翻庆祝时 克洛泽的回答看似平淡无常 但却质地有声 我当然还能空翻 但是我年纪大了 不想再冒险 我需要保持健康 去巴西 踢世界背 桑巴大地 光彩异常 当克洛泽在对阵加纳的比赛中 再次亮剑 比分追平 他兑现了一段迟来的诺言 克室空翻 重现江湖 这一刻 瞬间让人泪流满面 仿佛带我们回到了12年前 一席看到 闸晃球场那个青涩的少年 米洛斯拉夫克洛泽 那如梦幻般的客室空翻 穿越了多少人的青春轮回 半决赛 当德国巴西在12年后再度相逢 当年的22名首发球员 只有克洛泽一人 仍在场上 第23分钟 克洛泽世界杯个人第16例进球 在万众期待中到来 36岁的K神 在罗纳尔多的注视下 完成了一段传奇般的超越 当决战的中场落幕 克洛泽可以释怀 身披了13年的战袍 在马拉卡纳的夜空下 尽情拥抱金杯 这就是传奇最完美的收场 36岁 带着荣耀离开 德国队历史最佳射手 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 还有一项神奇的记录 只要克洛泽破门 德国队就保持不败 最初低调的梦想 却在不知不觉间 成就了一个无法替代的克洛泽 K神的职业履历 是一本黑白墨迹打印的书刊 没有那么多冠军 来点缀绚烂的彩艺 但如果细细品味 每一页 似乎都闪动着 不一样的光点 36岁的K神 平静的创造记录 我们仿佛又想起了 凯瑟斯劳腾 那个谦逊的年轻人 对于他不必过多称赞 因为这个世界上 顶尖的前锋有很多 而克洛泽 却只有一个 1644 血和火的年代 1644 魔雨兽的舞台 观山万里 塞北江南 人间地狱 满清八旗的铁蹄 踏碎晚明的悲情 听聂作评的笔下风云 1644 帝国的疼痛 想听就来 敬雅思听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亨利 水雨争风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当时光的列车 缓缓驶过 球长球场 32岁的亨利 就坐在那里 深情的目光望过去 都是自己 22岁的影子 还是那辆列车 随着时光 送走了匆匆过客 静静开往 另一片大路 33岁的亨利 就坐在那里 深情的目光望过去 依稀浮现着 自己25岁的模样 远方的期许 固然美好 而列车 短暂的停留 更好像岁月的 美丽 回眸 当时光 走出 回家的天籁 35岁的亨利 就坐在那里 深情的目光望过去 勾勒出自己 29岁的 动人画面 渐行渐远的车车 默默带走了 属于四座城市的喧嚣 却指引着 一路跟随的人们 去追寻那段 逝去的时光 当岁月 寒泪悄悄转身 37岁的亨利 就坐在那里 深情的目光望过去 试图回到原点 那个出发的站台 记起自己 背起行囊时 17岁的样子 那时的亨利 初出茅庐 摩纳哥封线上的 双子星座 交相会应 亨利与特雷泽盖 这对天生的搭档 不仅的摩纳哥 更在未来数年内 引领了法国队的 进攻风暴 他们在21岁时 就登上了 世界杯冠军的宝座 这在大多数球员的 职业生涯中 还只是一个 遥不可及的梦想 他们在23岁时 又成为欧洲冠军 国家队生涯的大满贯 就这么真实的 发生了 法国足球 在世纪之交 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 他们迅速达到了 辉煌的顶点 1999年8月3日 即将22岁的亨利 第一次走进了海布里球场 当年在摩纳哥的恩师 温格微笑地迎接他 在尤文图斯半年不成功的经历后 亨利的到来 更像是温格为接替阿内尔卡 而做的一次赌博 而正是这次赌博 却从此在海布里厚重的历史中 翻开了一页神奇的篇诈 亨利用了八场比赛 才打进自己的阿森纳处子球 但这艰难的起步 最终只是他传奇枪手生涯的 一个小插曲罢了 那个年代的英超赛场 阿森纳与曼联双雄争霸 2000年10月 海布里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只见亨利轻巧地将球一挑 转身抽射 皮球滑着高高的弧线 越过他的同胞巴特斯的头顶 应声入网 那是亨利职业生涯的最佳进球之一 从此高悬着改变英超的历史 当枪手与红魔再度相逢时 亨利也再次戏耍了自己的好友巴特斯 他进球后的回眸一望 成为了英超史上的经典进球 巴特斯两次送上大礼 亨利两次笑纳 迎向英超赛季的分水岭一战 就以这样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 分出了胜局 阿森纳登上了2001-2002赛季 英超的冠军宝座 他们终结了曼联的英超三连冠 亨利斩获联赛最佳射手 温格豪夏 一直以法国军团为主体 阵容齐整的阿森纳队 拉开了他们在未来统治英超的序幕 2002年11月 在硝烟弥漫的北伦敦得比中 亨利长途奔袭90米 连过数人攻陷热刺的防线 打进了一个风驰电掣般的进球 亨利在海部里的草皮上激情华贵 这一庆祝动作如今已被速成雕像 永远处理在球长球场前 他代表着亨利在枪手的征容岁月 任凭时光飞逝 每一个前来枪手圣殿的球迷们 永远都会朝败于此 在那时巅峰的岁月里 亨利得名海部里快车 并驾驶着这辆快车 驶向冠军的终点 2003-2004赛季 历史会永远记载枪手完成的又一神迹 26胜12平 他们以不败战绩夺冠 成为英超历史上第一支 也是唯一一支 整赛季保持不败的球队 不久后 阿森纳又将不败记录增至49场 超越了26年前 诺丁汉森林留下的封尘记录 更给后者们竖起了一座 难以企及的封碑 英超最佳球员 英超最佳射手 足球先生三甲 这一系列的个人荣誉 也记载着亨利在阿森纳的 风云岁月中最闪亮的故事 但对枪王之王来说 最大的遗憾 莫过于始终与欧冠奖杯 圆谦已灭 2005-2006赛季 亨利曾经距离这一梦想只差一步 但是在大雨中的法兰西大球场 亨利的欧冠冠军梦 被巴萨梦二队 湮灭 还是回到伦敦吧 从伦敦的市中心乘上地铁 不过十几分钟的车程 你就能到达著名的海布里球场 百余年来 这趟通往海布里的列车 送走代代过客 而在2006年5月7日这一天 列车即将送走的过客 正是拥有93年历史的枪手圣殿 海布里 队长亨利率领全队最后一次踏上这片草坪 这最后一战中 亨利上演帽子戏法 作为与海布里球场的临别赠礼 他俯下身去新闻草坪 海布里的最后一闻 是亨利带给这座球场的最后旨意 从此在阿森纳俱乐部的辉煌史册中留下这样一行字 得以永恒记载 海布里1913至2006 一年后 亨利脱下了穿满八年的14号战袍 正式告别了自己的枪手生涯 又过三年 当他跟随巴塞罗那重回故地 看台上的横幅清晰无比 亨利 欢迎回家 替补席上的亨利望向那道横幅 目光久久没有离去 他没有流泪 却满眼回忆 32岁的亨利就坐在那里 深情的目光望过去 都是自己22岁的影子 369场比赛 226个进球 枪挑红膜留下永恒经典 北伦敦得比的消音 却还依然弥漫 四座英超金靴 两座英超奖杯 49场不败 历史最佳射手 海布里的最后一战 海布里的最后一吻 当樱花升起的时刻 那个曾属于亨利的海布里国王时代 不会随年华逝去 而只会在年华的飘零中被长长忌起 去往巴塞罗那为冠军而来 2009年巴塞罗那开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六冠王朝 亨利也正式完成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大满贯 33岁的亨利用三个赛季 49个进球和七座冠军奖杯 献给自己的红蓝岁月 虽然这一段日子不算太长 却记载着亨利圆梦的时刻 站在最高领奖台上 他已在心里默默的告别 告别后悔无期的巴萨岁月 告别无憾无悔的欧陆生涯 是时候离开中心舞台了 不仅在俱乐部 也在国家队 高卢军团十三载光阴 记载着亨利法兰西登顶时的年少轻狂 路特丹称霸时的风华正茂 联合会杯金球绝杀时的真情流露 对巴西一见封喉的沉稳内敛 以及最后的在南非挥手告别时的 无力挥天 英雄谢幕从年少走到周年 远赴纽约的日子里 亨利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 只有那一粒粒神奇的进球 依然在提醒着人们 亨利并未老去 在那四年间 亨利又短暂回到过阿森纳 在同利丝连的祖总碑中进球后 那一刻仿佛时光倒流 亨利忘情的飞奔庆祝 与温格激情相拥 就好像从来不曾离开过 由他演绎的枪手故事始终没有终结 球掌球场外 亨利的雕像 永远目光炯炯的注视着前方 一日枪手 终生枪手 正是那时候 亨利留给自己的内心独白 告别传奇的他 终将回到原点 在时光的隧道里 总有一个瞬间 让你分不清自己是三十二岁 还是二十二岁 总有一次相遇 让你无悔清净所有的过往 总有一幕场景 让你以为青春真的可以重新来过 总有一次回首 让你怎么也看不清 自己年轻的模样 但走出时光的隧道 你终于豁然开朗 你感激他 给了你五段精彩分成的足球旅程 给了你一生都无法割舍的枪手情愿 你还可以陪伴 以另一种姿态 却以同一种情怀 时间的尽头 不是旅程的终点 从海部里驶出的快车 回到原点 还将重新启程 美光绚烂辉煌 美好女子缤纷 美艳芳暗恋出怒 舒奇梦情人 苏瑞花梨枝 曼玉楚红寂寞 青霞泪连连 爱情国度伤情深 当时良人在 曾怀极情爱 梦醒却到 最好的女子 最糟的爱情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老尔 指环王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分繁的足球世界 还有几个人 能被称为王子 焦点下的伯纳乌 往来最伟大的足球巨星 也只有一个王子 老尔 刚萨雷斯 他是伯纳乌的真正主人 即使某一天 他决定离家远行 伯纳乌 也是他永远的城堡 他是皇家马德里的 唯一旗帜 即使被岁月风霜侵蚀 旗帜永远不倒 他已将白色 植入骨髓 即使他身上的战袍 改变了颜色 也永远不变 白衣飘飘的情怀 他已将十六年的记忆 与信念连接在一起 风云变幻 信念沉于心底 再也不能抹去 伯纳乌的欢呼声 似乎还在耳边回响 那个出生在 马德里南部的孩子 只是因为同一座城市里 另一家球会 马德里竞技清训营解散 才扣响了皇马的大门 就如同最珍贵的宝藏 被赠予他人 他终日夺目 却勤归他出 如果说 第一次站上欧洲之巅 只是因为皇家 马德里太过强大 那么 那之后的所有荣誉 都有劳尔 刚萨雷斯 无穷尽的参与 当他第一次 在诺坎普做出 天不怕地不怕的 闭嘴手势 新的王者 已经在白衣球迷的心中诞生 2000年的冠军杯决赛 是劳尔顶着干扰奔袭50米 面对门将的出击 用最聪明的进球方式 锁定胜局 2001年 24岁的劳尔 用金靴助推皇家马德里 问顶西甲冠军 2002年 他又一次用欧冠决赛场上的进球 为皇马打开胜利之门 那一年 我们看到了一个站在舞台中央 挥舞着斗篷 大跳斗牛舞的西班牙斗牛士 我们也已经习惯看到一个帅气逼人的射手 在进球后低头亲吻 无名纸上的结婚戒指 他们都是 劳尔 刚萨雷斯 劳尔帮助皇家马德里 取得了近20年来最伟大的成就 他们在6年内 三旁欧洲冠军杯 两夺西甲冠军 连欧洲超级杯和丰田杯也暴入怀中 劳尔个人两夺西甲金靴 两次在欧冠射手榜上称王 这是劳尔最快乐的时光 但时光总是奇妙 他带给人们青春快乐 带给人们责任担当 也夺走了那份心底的纯粹 2003年 当劳尔正式接过队长的秀标 他却失去了一个射手的纯粹 伯纳乌已经被改造成一艘银河战舰 菲哥 齐达内 罗纳尔多和贝克汉姆 共同分享着这艘豪华战舰的荣光 但4.2亿欧元总身价的巨星们 和皇马连续三年 与任何冠军无援的现状放在一起 就像一出讽刺的小品 伯纳乌的新队长 依然带着最初的信念 带领皇马走出泥潭 向一个又一个冠军 发起冲击 他的信念就像是 马尔滴尼 治愈AC米兰 托尼亚当斯 治愈阿森纳 卡恩 治愈拜仁一样 在白色的伯纳乌 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国家德比的战场 留下过他浴血奋战的感人场面 也带给过他职业生涯最严重的伤病 他接受了一次次变换场上的位置 他送走了第一代银河战舰 又迎来了第二代银河战舰 他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 但是时间带走了他最后的尊严 33岁的劳尔 还像17岁初登西甲赛场的他 一样对进球充满渴望 但是他失去了上场踢球的机会 劳尔与黄马告别的那天 是2010年7月26日 他几次湿润了双眼 全世界无数球迷 陪他一起湿润了双眼 16年的感情 岂是说断就断 从马德里到盖尔森基星 2289公里 沙尔克零四俱乐部 补偿给了这位王子应有的尊严 如果一乡的王子带领他们一路拼杀 创造了矿工俱乐部 在欧冠历史上的最佳战绩 如果一乡的王子带领他们 问鼎德国杯冠军 又勇夺德国超级杯冠军 那么他就是他们的王子 他们把他请上球迷看台 一起唱歌庆祝 他们享受的看着他 一次又一次跳起欢乐的斗牛舞 他们不舍得他走 但是当他决意离开 他们用一场盛大无比的告别仪式 为他送行 他们封存了老尔 刚萨雷斯的七号球衣 向七号传奇致敬 老尔为沙尔克零四俱乐部 效力了两个赛季 但他赢得了和十六年一样多的爱戴 卡塔尔萨德队是老尔的下一个选择 他35岁了 但他不想离开足球 他依然在收获冠军 卡塔尔联赛冠军和卡塔尔王子杯冠军 马德里球迷已经很少听到他的消息 但是他们无比想念他 2013年的伯纳乌碑 是皇家马德里送给老尔迟到的告别仪式 更是伯纳乌球迷情感的需要 离家三年 老尔又一次身披白衫 佩戴上皇家马德里的队长秀标 他为白衣军团攻入了一粒进球 不知是谁从看台上扔下一件粉红色的斗篷 斗牛舞是他无数次向伯纳乌吹响的胜利号角 这一天 老尔在伯纳乌的草皮上留下了深情一吻 还有谁比他更挚爱这一片阴阴绿草 还有谁比他在这里留下过更多的汗水 泪水 还有谁能将名字永远与马德里相连 劳尔马德里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死组 弗洛伦蒂诺以为 皇马青群营可以培养出一个又一个劳尔 但直到现在 他们依然一无所获 伯纳乌永远不会缺少超级巨星 但是伯纳乌再也没有一个像劳尔的人 把他的一切和皇家马德里紧紧联系在一起 劳尔在2014年前往美国加盟了纽约宇宙队 但他的身份既是球员也是青年队的技术顾问 这被看作是一个信号 所有人都相信王子终有归来的一天 他可能是一名教练 也可能是一名俱乐部官员 但任何一种身份的前缀 只能是皇家马德里 这是一部未尽的缘分 如果一部作品埋下了16年的伏笔 所有人都不允许他 有另一个结局 伯纳乌可以组建起无数艘银河战舰 金钱可以为他带来所有想要的人 但是伯纳乌只有一位王子 劳尔 钢萨雷斯 他们是七个经历各异的女人 他们几乎站在了权力之巅 他们曾被无数德国女人羡慕嫉妒恨 最终成为一粒历史尘埃 他们就是希特勒身边出现过的七个女人 是什么让他们疯狂迷醉 又是什么让他们死亡沉睡 这一段段纠缠着爱慕虚荣静养与绝望的感情 该得到怎样的解释与批判 静雅斯汀为您带来传奇人物系列之 希特勒身边的女人们 敬请期待 预知详情 请登陆静雅斯汀网站 静雅斯汀 让智慧也动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摄不勤科 摄不勤科 摄瓦其谁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意大利电视台曾经造访过摄不勤科的出生地 那是距离乌克兰首都基辅130公里的一个村庄 村里的人都知道 那栋蓝白相间的房子曾是摄不勤科的家 村里的孩子们穿着红黑色的米兰球衣 背后印着7号摄不勤科 记者们还拜访了摄不勤科开始足球学习的基辅迪纳摩体育学校 醒目的米兰球衣挂在学校的荣誉室里 和孩子们赢得的大大小小的奖杯放在一起 球衣是摄不勤科亲手送给学校的礼物 摄不勤科是这个村庄的骄傲 这所学校的骄傲 更是这座城市的骄傲 这个国家的骄傲 尽管他离家十年 把最好的时光留在了异象 但他同样为乌克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凝弱的乌克兰足球无法承托摄瓦的荣光 摄瓦却可以为他成就荣耀 这就是游子与故乡的不舍情缘 那天1997年11月5号 诺堪普的聚光灯第一次没有照相他们的当家球星路易斯飞哥和黎瓦尔多 而是被21岁的摄不勤科吸引了所有的光芒 他在上半场就完成帽子戏法 帮助基辅迪纳摩克场4比0大胜巴塞罗那 也正是从那一天开始 基辅球迷知道他们已经很难再留住自己俱乐部历史上最罕见的足球天才了 一年后 当摄不勤科在欧冠赛场又三次敲开皇家马德里的大门时 基辅球迷怀着复杂的心情 送别了他们的孩子 罗巴诺夫斯基球场固然激情肆意 但他无法与那座始终闪耀着烟花纸屑 如雪花般飞舞的圣西罗球场相比 意大利有些遥远 但他与摄不勤科的梦想无限接近 1999年正值AC米兰俱乐部的百年华诞 在红黑军团100年的历史上 还从来没有一个外籍球员在自己的处子赛季就能成为一架联赛的最佳射手 摄不勤科用24里联赛进球做到了 在多个赛季引员不利的诟病中 加利尼亚终于为圣西罗带来了一枚威力十足的核弹头 更让红黑球迷畅快淋漓的是 这枚乌克兰核弹头是同城死敌国际米兰的头号克星 他的到来结束了红黑军团连续六年不胜死敌的窘境 也正是他的到来导演了米兰德比史上最悬殊的一场六比零大胜 在最美妙的2002-2003赛季 正是踏着蓝黑军团的伤杯红黑军团 挺进冠军杯决赛 点球大战很残忍 但它是决定冠军归属的唯一方式 老特拉夫德的静默里 西多夫发丢了点球 卡拉泽发丢了点球 但是AC米兰门将 迪达扑出了对方的三力进球 最后一个出场的赦不清科 成为了冠军归属的决定者 这是AC米兰历史上第六座冠军杯奖杯 却是乌克兰第一次与欧冠金杯的碰触 谁能读懂他忘情的泪水 谁能理解他深深的渴望 谁能读懂他的那句 一个乌克兰人永远不可能赢得世界杯 冠军杯就是我的世界杯 将欧冠奖杯带到恩师的雕像前 是一段足球史上的佳话 欧冠冠军是乌克兰足球教父 洛巴诺夫斯基 终其一生都未能实现的梦想 他因心脏病逝世一年后 爱图终以金杯告慰恩师 他的泪水 他的渴望终有出处 欧洲金球奖承载了恩师的又一个夙愿 而那个所有乌克兰人的夙愿呢 那个乌克兰足球无限梦想 却从未触及的世界杯舞台 终于在2006年向他们张开了怀抱 舍不清科奋斗了12年 1998年乌克兰战斗到预选赛复加赛 被扣罗地亚队无情淘汰 2002年再次战至复加赛 却遭遇强大的德国队 而2006年他终以小组第一的身份 梦想成真 舍不清科无比羡慕他的亚平宁伙伴们 他们把大力神杯带回了意大利 乌克兰不可能赢得世界杯 但他们赢得了不逊于冠军的掌声 尊重和世界杯八强的历史最高荣誉 世界杯冠军无法驱散电话门 对意大利足坛的影响 圣西罗看台的挽留 也无法改变舍不清科的出走 舍不清科没能兑现复仇伊斯坦布尔的诺言 当曾经的队友彻底摧毁红军利物浦的抵抗 享受复仇的快意 第七次将欧洲冠军杯的奖杯带回米兰城的时候 舍不清科正在伦敦城苦苦煎熬 他饱受伤病的困扰 更饱受世人的质疑 蓝军挺进2007-2008赛季欧冠决赛 这个舞台上曾经最优秀的演员彻底沦为观众 当他带着英雄落寞的悲凉感返回米兰城的时候 南看台已经不见了印有他头像的旗帜 他说这是回家的感觉 但他的家不再温暖 他的七号球衣早有归属 他穿上了76号 一个与他生日年份相同的数字 却再也不负七号之勇 只有基辅迪纳摩还可以用温暖召回他 他不再是米兰城的英雄 但他永远是乌克兰的英雄 即便是2010年世界杯预选赛 乌克兰第三次落败附加赛 第三次无缘世界杯时 黄山球迷依然感谢他们永远的偶像 安德烈·赛普勤科 即使当他为失去最后一次征战世界杯的机会 像个孩子一样在庞陀大雨中痛哭失声时 黄山球迷依然拍着他的肩膀告诉他 他已经为他们付出了一切 赛普勤科把自己退役的时间选定在2012年 选定在乌克兰足球会被永远铭记的2012年夏天 他的祖国以欧洲杯东道主的身份受到万众瞩目 他用两力进球让乌克兰人陷入狂欢 在最后一次为国出战后安静离场 这是赛普勤科为自己设定的告别仪式 很多人直到今天仍在感叹 如果赛普勤科从来没有离开过米兰会怎样 如果赛普勤科在米兰城结束职业生涯会怎样 赛普勤科自己说 人生没有如果 他不会为自己的选择后悔 他说他的职业生涯已经足够完美 因为缺憾也是一种完美 如果没有狗 哥伦布对美洲的殖民不会那么成功 如果没有狗 瓦格纳的许多作品不会诞生 如果没有狗 美国的奴隶解放运动要推迟十几年 因为一只狗 南丁格尔开始了救死扶伤生涯 因为一只狗 一辈子对狗厌恶至极的拿破仑才死里逃生 听完狗故事 或许你也会赞同普鲁士 弗里德里克大帝的一句话 我见的人越多 就越喜欢我的狗 敬亚斯汀让智慧也动听 拖地从王子到永恒 作者天下足球 朗读者大雄 从罗马城的翩翩少年 到奥林匹克球场的王者 从他踏上球场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他就像是古罗马帝国中勇敢俊美的王子 闪耀的王冠 已经无法作为他存在的助角 对于一座城市 一支球队 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一个巨星 一个队长 一个领袖 年少成名 贯穿着拖地职业生涯的初期 16岁亮相一甲联赛 17岁打进第一个一甲进球 20岁获得欧清赛冠军 22岁获得一甲最佳年轻球员奖 在无数统领人中 拖地的足球天赋和领袖气质 让他脱颖而出 只是球场上的光彩 让人们忘记了他对足球特殊的挚爱 因为足球改变了他 而是内向腼腆的性格 或许一个个进球 只让人记住了他的风光 却忽视了少年时期的拖地 也许并不是最具有天才的球员 却是训练中最认真的一个 老帅马佐尼的悉心调教 让这个曾经将诸赛配贾尼尼的海报 挂满卧室墙壁的孩子 走向成熟 对于城市和球队的热爱 让他在20岁展露头角的时候 就开始一次次拒绝其他更负盛名的欧洲豪门的邀请 拖地不会将忠诚的字眼挂在嘴边 但是从那时起 这两个字已经写在他的心底 打下了一段二十余年的烙印 拖地不是人们眼中纯粹的射手 在俱乐部站稳脚跟的前几年 中场和边峰的位置上都曾经有他的身影 泽曼的到来让拖地的攻击力得到了释放 他把象征球队核心的十号球衣交给了拖地 从那时开始 球迷将曾经属于贾尼尼的绰号送给了他们的辛丑 拖地终于成为了真正的罗马王子 他也用三十个进球回报着泽曼的知遇之恩 2000年欧洲北 拖地的勺子点球铸就了半决赛中的经典 决赛中的脚后跟传球 让意大利一度触碰奖杯的边缘 却在最后时刻功亏一篑 那时的他意气风发 却拒绝了来自各路豪门的邀约 帮助罗马戴上王冠 是王子对这座城市的诺言 2001年这个梦想终于实现 有了巴蒂斯图塔的帮助 罗马在三比一击败帕尔玛后 夺得一甲冠军 被兴奋的球迷扒掉球裤的拖地 依然笑容灿烂 胜利的歌声围绕着这座古老的城市 斗兽场前 罗马王子带上了那项期待多年的联赛桂冠 2002年世界杯和2004年欧洲杯时 拖地和蓝衣军团 所有人都经历了不愿回首的梦魇 在大田世界杯体育场 满腔奋慨的他转过身去 不愿再看那张不可理喻的红牌 面对丹麦球员鲍尔森 正直气盛的他在对手百般小动作纠缠下 吐出了令自己后悔不已的口水 再次黯然离场 但无论怎样 他依然是罗马队和意大利的绝对前场核心 2006年世界杯预选赛 拖地和皮尔洛的双合 让蓝衣军团无可匹敌 但他却在严重的脚踝伤病下 休战数月 那是一个在医生看来 即便是年轻人也要休养半年的重伤 拖地却用顽强的意志在三个月后就重返赛场 成就了一个所有人眼中的奇迹 德国世界杯赛场上 对身澳大利亚队的最后时刻 他眼神中的坚毅击败了沉稳的施瓦泽 打尽令人疯狂的点球绝杀 柏林奥林匹克球场 随着意大利之下的歌声响起 升腾的烟火 使拖地的另一个梦想成为了现实 缤纷的色彩把球场照耀得如同童话世界 在激昂的乐曲声中 即使双手真实地触碰到金杯 在那一刻也会使人仿佛置身梦境 球场上的拖地 有过无数梦幻般的表演 长途奔袭 单起闯关 小角度凌空抽射 各种勺子破门更成为了他的标志 乃至提到这种射门方式 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拖地 就在这拉利赛般的一个个进球中 早已过而立之年的拖地 也在一天天老去 却依旧带领着罗马 在逆境与顺境中前进 意大利国家队也在后拖地时代 始终无法找到一个最为合适的继任者 永恒之城讲述着拖地的不老神话 罗马俱乐部的各个记录被他一一打破 从出场到进球 但当拖地在罗马得比破门 成为这刀刀剑血的得比赛场 历史射手王之后 他依旧像二十多年来的每一次得比进球一样 用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 释放着红色的情怀 令追随这疯狂 令对手咬牙切齿 联赛和世界杯冠军之后 欧冠成为了拖地唯一的 却也是最难实现的梦想 2009年 希望能在主场登上欧冠决赛舞台的拖地 带着重伤出战枪手 罗马队还是在点球大战后 寒恨 不过拖地的欧冠之梦还在继续 面对曼城 他成为了欧冠赛场上年龄最大的进球者 随后他又自己打破了这个记录 年近40他依旧是人们心中的罗马王子 王子雄心犹在梦想不死 即便他的名字在罗马城的足球历史上早已成为永恒 也许你很难说清拖地到底是怎样的人 他是强悍的 大力的抽射 力拔千俊 他是细腻的 精巧的吊舍宛如月光一样滑过头顶 他是好斗的 举胜之后他会做出令对手难以接受的讽刺手势 他又是柔情的 进球之后他会用温馨的方式与爱人分享喜悦 他是脆弱的 伤病让他一次次远离赛场 他是坚强的 为了一个遥远的梦想 他会带着关节固定装置 与对手浴血拼杀到最后一刻 他不缺少拥戴 因为他是罗马城及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王子 他又是孤独的 因为他知道这支球队很难给他带来超级豪门的荣耀和骄傲 但即便如此 拖地依旧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毫无保留的献给了罗马 在这座永恒之城写下一段没有尽头的王子传奇 林达妍 刘于道 沈群也来看美国 民主好 宪政庙 荒唐事也不老少 免费给你请翻译 受伤务工政府包 二十四元电话包 第一过移动全球通 移民定居有良方 看你多懂老美心 法律底线不要破 自由梦想随你挑 一把鼻涕一把泪 但愿他乡是故乡 美国也荒唐 美国也天堂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巴拉克战车之魂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如果按照德语发音 他的名字该被叫做米夏埃尔巴拉克 而不是迈克尔巴拉克 在圣经记载中 米夏埃尔是上帝身边天使的统帅 肩负对抗仇敌的重任 这样的宿命向极了巴拉克 驾驭着德意志的战车 抗争 战斗 同自己的命运一并抗争 战斗 从始至终 1997年是那份抗争的开始 21岁的巴拉克穿越整个德国 从德国东部来到西部 从第三级别联赛来到德甲 这个爱看电影喜欢烹饪的男孩 告别家乡格尔利茨 头上戴着鞋有 看那个东德男孩字样的帽子 一别就是15年 这是什么样的15年 如果说他悲情 为什么伴随了大大小小 14个冠军头衔 如果说他成功 为什么他与更多的冠军擦肩而过 如果说他平反 为什么他见证了15年 世界足坛的所有大小事情 如果说他辉煌 为什么他总是浸染繁华背后的哀叹 但他就是这样的15年 悲情 成功 平反 辉煌 宿命的交织 是上帝对米夏埃尔的考验 德甲历史上永不磨灭的 凯泽斯劳腾神话 巴拉克就是亲历者 勒沃库森最悲壮的赛季 最后一刻将联赛冠军拱手相让 巴拉克也是亲历者 年度斯亚王的错落遗憾 巴拉克还是亲历者 他亲历者一次又一次擦肩而过 也亲历了最好的凯泽斯劳腾 最好的勒沃库森 和越来越好的自己 从默默无闻到德国足球先生 他是此时德国最好的中场 但那不是属于德国足球最好的时代 巴拉克几乎是那架老迈战车中唯一的青春风暴 面对年轻一代还未成熟的困境 巴拉克扛起德国足球的大旗 艰难前行 2002年世界杯的亚军之喜正是因为巴拉克和卡恩 2002年世界杯的亚军之杯也正是因为巴拉克和卡恩 2004年夏天 当科林斯曼走马上任 巴拉克接过卡恩的队长秀标 这位困难时期德国足球的守护神终于实至名归 2006年世界杯是德国足球走向复兴的开始 折服多年的德意志战车重新启程 拉姆 施威英施泰格 波多尔斯基的崛起 点燃了德国队在本土夺冠的信心 这是巴拉克职业生涯中最好的机会 只是夏天的童话里没有德意志队长高举大力神碑的壮阔篇章 情归拜仁慕尼黑不需要理由 对冠军的渴望胜过一切 当久违的沙拉盘被巴拉克高高举过头顶 他久久不愿离手 冠军如此真实又如此梦幻 只因等他太久 烟花冲上天空 美丽绽放却快速散尽 尽管这是拜仁三巨头口中最强大的拜仁慕尼黑 但他们也不得不接受他连续四年无缘欧冠四强的尴尬处境 在国际大赛的舞台上 巴拉克依然缺失冠军 出走切尔西并不能弥补他的遗憾 欧冠金杯的魅影蛊惑人心却如同幻景 倒映在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场的雨夜中化成泪水 那不是巴拉克的泪水 却是蒸蒸铁汉特里的悔恨 当蓝军将士卷土再来 强大的巴萨宇宙战队也不得不接受俯首称臣之命 然而却是一个叫做贺宁的裁判阻止了一场几乎到手的胜利 他有多么不甘心 才留下了那个疯狂怒吼 几近猙獰的面容 米夏究竟错过了多少个冠军 又错过了多少个夏天 2008年夏天 血洒赛场的巴拉克 是他为意志战车留下的最后记忆 美股壮烈的米夏 用尽气力却逃不过命运的安排 应称在斗牛军团战无不胜的背景下 再也没有续片 收获英格兰祖总碑冠军的代价 是对南非世界碑的告别 伯阿腾的飞产断送了德意志队长最后的梦想 崭新的日尔曼战车已经强大无比 年轻的拉姆成为新战车的领袖 更年轻的穆勒承载了十三号的荣誉 那个跳动的数字 在距离国家队白城进一步之遥的九十八场处 戈然停止 在低谷徘徊了近十年之久 成为了德国国家队永远的历史 陪伴他走出低谷的人 也成为了历史 这是所有人都无法逃脱的命运 再伟大的英雄也抵不过岁月的轻史 当主着双拐的巴拉克只渴望一份两年合约时 切尔西俱乐部只肯留给他一年期限 无奈的巴拉克以自由身回到了自己的成名地 勒沃库森 却只能看着激情的下一代在他成名的球场表演 那个内心无比坚强的米夏 已经无法从主教练的眼中再看到期待 在两年合约到期后 强硬的巴拉克没有与球队续约 只有真正看过他踢球的人 才会懂得他离开的理由 当美国与澳洲球队的名字传入人们的耳中时 懂他的人知道 当一支球队无法承载那个强大的始终战斗着的巴拉克的梦想 那么他宁愿选择离开 米夏漂泊了15年 以35岁的年纪宣布退役 他经历了四家顶级俱乐部 却没有一战对他是完美 生活本不完美 但我们还是感叹巴拉克的缺失太多了 他不缺少冠军 但他收获的远不及他失去的 他不缺少尊重 但他本应得到更多 他始终饱含战斗的激情 但幸运的光环 只肯照耀他的背影 他用强大的意志力带动身边的每个人 却带不来一个应有的结局 这就是他让我们隐隐心痛的原因 他在黑暗中带来希望 却在光明到来时转身离去 直到最后 这个带给我们无数次激情瞬间的男人 都没有带给自己一次像样的告别 但他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因为不完美 因为遗憾 也因为缺失 更因为不放弃 因为强大的意志力 因为他是上帝身边的米夏埃尔 战斗就是他的使命 为什么我们能视而不见 为什么我们会手忙脚乱 为什么我们转身就忘 为什么再烂的爷们也会自命不凡 为什么性感的女人成功率高 人类行为中的奇特倾向 隐藏着人性中的隐秘心理 趣味心理系列 错觉 帮你 识人 识己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罗纳尔多传奇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岁月 你别催 该来的我不退 岁月 你别催 走远的 仍要追 2011年的那个情人节 全世界的足球迷们告别了自己的足球情人 罗纳尔多 那个曾经横空出世的巴西少年 在34岁的年纪结束了自己的足球生涯 当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 挥别的那一刻就如同流水的光阴 谁能抵得过 谁又能奈何 游记的1994年的夏天 映尘在大力神碑光环下的17岁少年 那是罗纳尔多出尝胜利的味道 虽然从未登场 但世界杯冠军的荣誉照耀着他早期的足球生涯 还是在1994年 罗纳尔多在埃音霍温开启了欧战的序幕 球迷们开始认识了长着一对兔牙的罗纳尔多 那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1996年 巴塞罗纳以1950万美元的当时世界第一身价 与19岁的罗纳尔多签约成功 那成为了他漫长足球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时至今日 他在巴塞罗纳对阵恐怖斯特拉比赛中的那个进球 依然被人们铭记 横空出世的罗纳尔多长途奔袭连过斯人 那个非凡的进球让他一夜称名 当时见多使馆的巴塞主帅伯比罗布森留下了一句名言 他简直就是个外星人 外星人罗纳尔多的称号不静而走 并一直沿用至今 1996年的世界足球先生让20岁的罗纳尔多出登个人荣誉之巅 这个最年轻的得奖者记录至今依然归于罗纳尔多名下 1997年他成功未免这一殊荣 并且荣应欧洲金球奖 同样是1997年带着天才少年的无限荣光 外星人登陆有着小世界杯之称的亚平宁赛场 然而国际米兰的蓝黑岁月既记载了罗纳尔多的辉煌 也始终存留着他伤心的回忆 在1998年联盟杯的决赛场上 罗纳尔多钟摆式过人晃晕 蓝英门将马切吉亚尼后破门 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队友莫雷罗为他仔细的擦拭着球鞋 这个动作连同这个进球一起 留在了世界足球的经典瞬间中 只是在那一刻没人会想到 这是他在蓝黑军团的第一座 也是最后一座冠军奖杯 但是罗纳尔多标志性的钟摆过人动作 在成就他的同时 也给他的膝盖带来了巨大的负荷 正是西山成为了 罗纳尔多蓝黑生涯中的最大敌人 2000年4月12号 同拉奇奥的意大利杯决赛首回合 因休战四个多月的罗纳尔多终于回归 但是刚刚上场五分钟 他在做一个钟摆过人动作时 再次痛苦倒地 那一刻令无数罗尼球迷心伤欲碎 连续的伤病连续的缺席 复出后的再次倒下 让人们等待了太久 在远离赛场长达一个多赛季后 2001-2002赛季 外星人终于再次重回绿因 那也是他距离联赛冠军 最近的一个赛季 联赛最后一轮 客场对阵拉奇奥 冠军梦想只差一步 就能成为现实 但2比4的比分 宣告梦想还是破灭了 被换下场的外星人 眼面而泣 泪水淹没在了枯珀和队友的 慕然眼神中 淹没在罗马奥林匹克球场 如潮的欢呼中 那是罗纳尔多足球生涯中 最著名的泪水 那不仅宣告与一甲冠军无缘 更宣告着国际米兰岁月的终结 从此蓝黑色成为了罗纳尔多 生命中的历史 留下的是一座奖杯 一份遗憾 一脸泪水 一身伤病 但也正是在那一年 2002年世界杯的舞台上 见证了一个最强的外星人 回归赛场 回想4年前 大红大紫的罗纳尔多 备受瞩目 就连他那美丽的女友苏珊娜 也成了场外的焦点 罗纳尔多率领巴西队 一路闯关 却最终倒在了 谜题一般的决赛面前 四年间 从男孩到男人的转变 是任何人成长中的必经之路 留着可爱的阿福头 带着三阿组合的风光 八个进球 七战全胜 五星八息 荣誉达成 世界又一次被他踩在脚下 三次世界足球先生 的荣誉在当年 无人能抵 一届真正属于自己的世界杯之后 巨星云集的伯纳乌 成为了罗纳尔多的下一个驿站 那是巨星璀璨的 银河战舰一代 主席弗洛伦迪诺 网罗了一众天皇巨星 国家得比的繁华圣景 始终令人怀念 罗纳尔多那独特的擦汗庆祝方式 极具浪漫色彩 这不仅仅是献给他的情人 因为只有足球 才是他永远的情人 2003年 是否还记得老特拉夫德的梦幻剧场 那个惊人的帽子戏法 造就了一个人的舞台 在起立鼓掌的人群中 曼联球迷声呼海啸 那一刻 有着全世界球迷 对于传奇归来的不朽膜拜 忽然之间 有一个时候人们说 罗纳尔多胖了 开始叫他肥罗 而随着小罗C罗的先后冒出 在球迷中 有了谁才是真正的罗纳尔多的争论 但是真正的罗纳尔多 始终只有一个 2006年 那唯一的罗纳尔多再度爆发 复刻板的钟摆过人 晃开加纳队的防线 当皮球应声入网的那一刻 世界杯历史上的一座封杯 就此呈现 15个进球的成绩 让世界杯历史第一射手的称号 从此伴随 但世界杯曾经是罗纳尔多的起点 如今却在光阴的折磨中走向终点 8年后 当在家乡亲眼目睹 科罗泽打破自己的进球记录 早已退役的罗纳尔多 却已经释然 毕竟那段记录保持了8年 一直记载着世界杯赛场上 一段外星人的神话 职业生涯的末年 有人说欢迎外星人回归地球 是的 罗纳尔多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发福了身体和略显迟缓的脚步 让人们唏嘘这段岁月的回响 那时 一显沧桑的身影却再度出现在米兰德比的舞台上 只是改换了颜色 但你依然风光 一脚远射石破天惊 打破的不仅仅是旧主的方线 更是一道岁月的城墙 穿越在其中的人们便可以加倍回味 外星人回归地球后最后的辉煌 接下来又是伤病 再度的倒下 这也让他回家的道路一度变得遥远崎岖 就在这个时候 弗拉门哥对他敞开了大门 在这里他逐渐又找回了足球的快乐 为了重回赛场 罗纳尔多结束了14年的欧洲漂泊 落叶归根 这14年 始终与冠军杯无援的命运 成为了他最大的遗憾 此后的罗纳尔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但那些偶尔传来的进球的消息 依旧令我们兴奋不已 我们可以体会他攀上球场护篮时的那份惊喜 也可以体会他带领球队胜利时的那份满足 足球生涯的最后一战 从柯林蒂安重拾的信心 一度给罗纳尔多继续的理由 然而事与愿违 2010年重拼桑巴军团战袍的愿望 随着又一次伤病而落空 这也意味着他与世界杯的永远告别 直到2011年2月14日情人节 曾经参加过无数新闻发布会的罗纳尔多 却从未如此动情 泪水从他的眼里悄然滑落 那是一个中年男人对即将逝去时光的留恋 曾经是志在四方的天才少年 转眼望去 青春早已随时光的奔涌而一去不返 那些喜悦 那些遗憾 我们曾陪着他一起感受 也曾和他回忆那缤纷的碎片 当罗纳尔多最后举起他那件钟爱的九号球衣 上面的字样已不再是他的名字 而是永远的现象 他最后一次转身离去 留下的是一个难以复制的传奇 20年 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 生活就像一把无情的刻刀 改变了你的模样 改变了岁月 改变了江湖 改变了往事 改变了时光 不曾改变的 唯有留存球迷心中那永恒的信念 世上只有一个罗纳尔多 外国教授敢报假案 感情犯人会缩骨弓 三百八十起连环强奸案 竟然出自一个人 北京警戒的小哥 竟是派到云南的基督卧底 京城十案讲述的 是发生在当代北京 最真实的十大传奇案件 警察年龄跨度 从二十岁到八十多岁 他们身上洋溢着 暇气 倔强 胆识 甚至盲撞 故事曲折 引人入胜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泰尼斯特鲁伊 进驱之王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恐怕没有太多人 会把伟大的赞语 送给朴实无华的 泰尼斯特鲁伊 因为这个词语 太过宏大 他听上去 更像是留给贝利 马拉多纳们的 华丽修士 当然 深爱泰尼的人们 也不会计较 足球历史 对于这位 禁区之王 究竟如何评价 因为在他们的心里 拥有一段与泰尼共度的足球年华 已经是一份上天 给予的完美礼物 1976年7月1日 在荷兰足球历史上 这是一个诞生巨星的日子 泰尼与克鲁伊维特 同年同月 同日生 比起年少成名的克鲁伊维特 泰尼则是典型的大器晚成 当19岁的克鲁伊维特 绝杀AC米兰 捧的欧洲冠军杯的时候 泰尼还在荷兰 以及联赛的登博师队 踢中场 直到21岁生日那天 泰尼才转会加盟了 和甲球队海伦分 在这家盛产优秀前锋的俱乐部 泰尼也开始走向 人生发展的快车道 仅仅一年之后 当又一个生日来临 来自和甲豪门 埃英霍温的一纸合同 成为了泰尼22岁那年 最好的生日礼物 在埃英霍温 泰尼收获了 和甲金靴 和甲冠军 收获了来自荷兰足球的 一片赞誉 如此 泰尼自然逃不过豪门的眼睛 2000年 老爵也曾拿着一纸合约 亲父埃英霍温 想要签约泰尼 但荷兰人意外的十字韧带断裂 却让他错过了这次机遇 但正所谓好事多磨 在将近一年的养伤期间 来自福格森爵士的问候 与关怀打动了泰尼 这位后级薄发的荷兰前锋 也终于在2001年 以1900万英镑的天价 加盟曼联 25岁的泰尼 终于开启了 他的豪门生涯 曼联的五年时光 在泰尼的职业生涯中 无疑占据着重要地位 那也是他25岁到30岁的最好年华 在加盟红魔的第一个赛季 泰尼就用无可挑剔的表现 征服了梦剧场的球迷 他32场比赛 打入23球 老特拉夫德逆转富勒姆 白鹿象球场逆转热刺 足总杯赛场逆转维拉 泰尼用一个个进球 导演着一出出 不可思议的大逆转 在那个时代 曼联阿森纳双雄争霸 泰尼亨利双星闪耀 进球阻挡不住的进球 相同类似的进球方式 也使得泰尼在江湖上得名 禁区之王 在禁区那片只属于他的领地里 他没有丝毫退让 那是一段燃情的岁月 泰尼则是禁区内的王者 2002-2003赛季 无疑是泰尼职业生涯 最为辉煌的一个赛季 他单赛季攻入44球 距离曼联传奇 丹尼斯劳的46球记录 直尺之遥 那个赛季 曼联在一度落后 阿森纳达8分的局面下 开始在泰尼的带领下 上演超级逆戏 2003年3月22号的 老特拉夫德 是真正属于一个人的舞台 创球场上座记录的 67700名观众 见证了泰尼职业生涯中 最为精彩的一个进球 禁区之王 以非典型的单击闯关 完成了现场解数员口中 那天才的一技 福勒姆成为了 泰尼职业生涯 最佳进球的陪衬 那个赛季 在事关英超夺冠的 最后八轮比赛中 泰尼场场进球 并且两次上演帽子戏法 成为了曼联反超阿森纳 夺冠的头号攻权 他也得以在这个赛季 超越亨利 成为了英超的最佳射手 可是那个赛季 却也是泰尼红魔生涯的最高点 随后的三个赛季 尽管泰尼依旧高效 但五个赛季 150个进球的数据 依然难以阻止他的离开 最后时刻 与塞罗的矛盾惹怒了福格森 使他重复了那些 昔日巨星的下场 在2006年的夏天 泰尼以1500万欧元的价格 出走黄马 你可以说 这是老特拉布德 结束了一个时代 也可以说 是结束了一段情缘 多年以后 泰尼依然对自己职业生涯 最成功的五年感到怀念 但也有痛苦 因为那是一个没有告别的出走 心还在 情已是 可无论时光如何变换 泰尼总不会让人失望 黄马时代的泰尼 依然是不可阻挡的进去之王 再来到伯纳乌的第一个赛季 泰尼就用25个联赛进球 为黄马捧回了四年未见的西甲桂冠 他也成为了西甲联赛的最佳射手 由此 泰尼也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在 何甲 英超 以及西甲都斩获金靴的传奇前锋 第二个赛季 尽管伤病让泰尼只出席了24场比赛 但16球的不俗表现 依然不辱禁区之王的美名 已到32岁的泰尼连续第二个赛季 捧得西甲冠军奖杯 这也是他在俱乐部生涯中最后的辉煌 因为严重的欺赏 泰尼在黄马的后期只能在病榻上度过 但当泰尼与伯纳乌挥手告别 那里的球迷却没有忘记他 离开的那一刻 泰尼享受到了全场7万名黄马球迷的起立鼓掌 就连在曼联时期与泰尼结怨的C罗 也向这位曾经的老大哥竖起了大拇指 而在比赛结束后 黄马难看台的球迷 甚至希望泰尼可以再次走上球场 否则他们便不会退场 得到公认挑剔的黄马球迷的如此礼遇 泰尼所用的时间是四年 告别黄马 不为别的 只是为了可以完成自己心中那个橙色的世界杯梦想 那个梦想之地 在南非 可是转会汉堡并没有为泰尼带来一张代表荷兰国家队飞往南非的机票 他的世界杯梦想只能停留在2006年那苍白的270分钟时间里 那个对阵科特迪瓦时的进球是泰尼留给世界杯唯一的痕迹 在泰尼杀手的天空下 仅有一抹属于世界杯的残阳 对于一位天生的射手而言 这无疑是最残酷的纪念 没有人能忘记他2006年与世界杯说再见的身影 一件白色的衣衫 一个没落的侧影 一个再也没有泰尼的世界杯 对于泰尼真正的成色己 我们只能通过欧洲杯的足迹去追寻 2004年 泰尼用一脚精彩的门前横身扫射 打开了他国际大赛的进球账户 四例进球也让他成为了当届杯赛的银血 但葡萄牙人却没有让他看到触摸德劳内杯的希望 2008年 泰尼与范巴斯腾兵释前嫌 却在老乡西丁克率领的俄罗斯面前 折迹尘杀 橙色对于范尼永远是个悲情的色彩 可是当2012年 范尼要在马拉加和他的职业生涯说再见的时候 你不会再记起曾经的悲凉 而是让泪水去温暖了那昔日的苍茫 岁月是一座永远不能冲破的围墙 在围墙之内 再坚强的人也都会任由时光的吞噬 渐渐老去 范尼也走向了和他同龄人大体相同的终点 范尼近20年的职业生涯 每一个亲眼目睹的人都会为你讲述一段他的故事 那里有初出茅庐的爱因霍温记忆 有威风八面的劳特拉夫德时代 伯纳乌的辉煌就还在昨天 橙色的忧伤依旧挥之不散 但那里面更有着全世界球迷共同的呼喊 再见 近屈之王 他十三岁就明满天下 他是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哪个首府之一 在明帝国深不可测的官场潜规则里 他游刃有余 整个国家都曾在他的操控之下 连皇帝小儿也要看他的脸色 面对唾手可得的权力 他并没有心存窜逆 作为一个臣子 凭智慧和才干扬眉吐气 明朝出了个张居正 再向了明代官场 波掘云轨的斗争 僵述了权力轻压之中的取胜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静雅似听 让智慧也动听 内斯塔优雅卫视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当亚平宁的微风吹过飘逸的长发 当地中海的湛蓝照进深邃的眼神 当斗士的不屈融入沸腾的血液 当罗马城的永恒写尽一声的履历 你依然波澜不惊 如水一般沉溅 未见悲伤时的痛哭流涕 没有开怀时的忘我狂喜 阿莱桑德罗内斯塔 就这样与守候他的人相伴 从少年到中年的面孔 如同云影般掠过 这一刻 我们却似乎忘记了是怎样的开始 忘记了你是如何走进我们的世界 又在二十年后悄悄离开 我们只记得 已将守护者的角色演绎得如此与众不同 就像罗马城灰红的宫殿旁 衣着华贵的骑士 是绿荫场上最优雅的位置 1993年 佐夫将17岁的内斯塔 调入拉奇奥一线队 并在1993、1994赛季完成了在一甲的除子秀 1995、1996赛季 一甲联赛固定了球员的号码 而13这个数字也成了内斯塔职业生涯的标志 1996年欧洲青年锦标赛 内斯塔在决赛中罚进点球 帮助意大利击败西班牙 7月的奥运赛场 队内年龄第二小的内斯塔 开始向世界展示他的能力 而就在同年10月 他在意大利国家队上演首秀 在巴雷西退出国家队 贝尔格米状态逐渐下滑的日子里 他和卡纳罗瓦一起为蓝衣军团的后防线 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希望 在中前场明星云集的拉奇奥 内斯塔承担起了后防的重任 亚平宁赛场众多顶级先锋 成为了他成长道路上的试金石 面对加盟国际米兰第一个赛季 风投无人能挡的罗纳尔多 内斯塔的防守 让外星人在罗马奥林匹克球场 失去了神奇的力量 内斯塔在这场对国际米兰的3比0完胜后 让自己名满天下 而在意大利杯的决赛中 他打进了为蓝英锁定胜决的进球 从而以3比2的总比分击败AC米兰 为自己带来了在成年队的第一个冠军 飞速的成长 让内斯塔成为了球队的领袖 在22岁的年纪 就带上了拉奇奥的队长绣标 1998、1999赛季 他第一次作为队长 捧起奖辈 欧洲优胜者辈 第二个赛季 在俱乐部百年华旦之际 他又率领金石的防线 一路为球队保驾护航 时隔26年 再次登顶一甲 昔日的雏英早已雨衣丰满 展开双翅 翱翔于亚平宁之巅 2000年 喜悦与心碎相伴 欧洲杯决赛 当维尔托德踢出的皮球 滚过内斯塔的脚边 胜利的天平向法国人倾斜 最后便是让特雷则盖 名载史册的金球 内斯塔沉默着 与蓝衣军团一起捧起奖杯的日子 只有继续等待 拉西奥的财政问题 使他们最终不得不出售年轻的队长 那是一次被迫的离开 内斯塔曾表示 非常羡慕好友拖地 可以为自己钟爱的球队奉献一生 2002年夏天 一段天蓝色的情节终结 一段红黑色的旅程开启 那时的AC米兰 在拥有内斯塔后如虎添翼 而俱美的战士 展现出的是充满血性的斗志 一次次倒下 即使鲜血在脸上流淌 依旧寸土不让 2002-2003赛季冠军杯决赛 在如尼奥尔受伤 却无法换人的情况下 内斯塔引领残缺的防线 抵抗着尤文图斯的进攻 随后他又在点球大战中破门 为最后的胜利奠定基础 球场上的内斯塔 兢兢业业 土石无华 尽管是很多少女的梦中情人 他却极力塑造着 一个球员的角色 绝不为球场外的自己 制造任何新闻 很多人形容 内斯塔沉静如水 但有时候 他更像一座不动声色的火山 而当火山喷发时 带来的却是难以抵挡的强害 他曾在救助拉奇奥的对抗中 给小英扎吉一记耳光 也曾有过在底线附近弯下腰 把即将出界的皮球 吹出底线的顽皮之举 生活中的内斯塔就是这样 玩笑不断 与球场上判若两人 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火焰 2005年 伊斯坦布尔之夜 留下的冰冷 被一年后世界冠军的喜悦冲散 只是内斯塔再次受到伤病的侵袭 无奈之中成就了马特拉奇的神奇 也许没有内斯受伤 冠军的滋味会更加甜美 2007年雅典的欧冠决赛 红黑军团时隔两年 在决赛中面对同样的对手 那是红黑军团的一次自我救赎 内斯塔凶猛的封堵 和精准到毫米的铲断 让对手利物浦两年前的逆转奇迹 没有重现 年底的试剧杯上 内斯塔也用自己的进球 为红黑军团打开了胜利之门 AC米兰成为了当时全世界洲际赛事的王者 米兰成最后几年的岁月里 伤病一直纠缠着内斯塔 但他依旧在面对切勃的比赛中 实现了职业生涯唯一一次独中两元 又和球队一起在2010-2011赛季 再次征服一甲 2011年夏天 AC米兰在鸟巢捧起意大利超级杯 内斯塔在欧洲赛场的最后一个冠军 留在了北京 35岁的内斯塔 依然可以用精准的铲球 让巅峰时期的梅西垂胸顿足 却终究还是要在时光中放慢脚步 2012年夏天 内斯塔与相伴10年的AC米兰 说了再见 远赴美国大联盟的蒙特利尔冲击队 内斯塔成为了最闪耀的明星 但他的光芒却无法经常招摇到我们的眼中 印度超级联赛的短暂生涯 支离破碎的消息 已经无法勾勒出他清晰的面庞 也模糊了曾经意气风发的模样 罗马城走出的翩翩少年 曾守护着罗马和米兰两座城市 九年蓝英岁月 拉西奥的蓝色球衣如同他的第二层皮肤 实在红黑生涯 圣西罗的球迷视他为王朝的基石 记忆 依旧是那长发在风中飘扬的日子 不忍离别 或许只因为不忍看那一段属于你我的青春 隐没于海的另一边 也许没有一个人能像内斯塔一样将防守演绎得如此优雅 就像永恒之城里承载着时光之美的雕塑 女人的名字是弱者吗 慈禧说 在雄性的权力场上 女人也可以坐庄 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吗 耶和纳拉市的女强人心底 却是宿命种下的纠结迷茫和脆弱 女人当国 往事不堪回首 欲知详情 请登陆静雅斯汀网站 静雅斯汀网站 让智慧也动听 贝克汉姆 背影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他是宠儿 也是弃儿 他被追逐 也被放逐 他在失重后 赢回尊重 他在尊重中 迎来更多的尊重 他在巅峰中离开 他在离开时 已经没有离开 他叫大卫贝克汉姆 一个总是牵动世界的人 一个动人的球员 在足球场上 他不是天才 没有上帝的眷顾 他只是默默地奔跑 静静地等待 美丽的弧线 让他集万千宠爱 却也让他背负了太多的责任 直到背影渐行渐远 只留下一声叹息 然而这一天总会到来 当他真的到来的时候 又会让人无限赶上 你希望如何被人铭记 一个足球运动员 还是一个过去22年里 功成名就的人 我只希望人们记住 我是一个勤奋的球员 一个对比赛怀有无比热情的球员 一个踏上球场 便会倾尽全力的球员 这是2013年夏天 贝克汉姆退役后 第一时间与自己的好友 加里内维尔的对话 没错 在他自己的定义里 大卫贝克汉姆 这个全世界最著名的球员 单纯的 只是一名球员 92班的那张珍贵合影 依然在尘封的记忆中 发出应有的光芒 那时候 他从东伦敦而来 他在曼彻斯特成长 当儿时的伙伴们 一起进入一线队 一起登上英超王座的时候 阿兰汉森先生的著名言论 还在耳边回荡 靠孩子 你什么也赢得不了 在我们的记忆中 塞尔赫斯特公园 午后的阳光也未走远 当然还有那个阳光般的少年 中线附近 内脚吊射 皮球高高的飞向天空 越过温布尔登门将 沙利文的头顶 下落 入网 所有人都几乎呆立在原地 只有那个帅气的金发少年 高举双臂 那个神奇的进球 从此改变了他的生活 1998年法兰西之下 对阵哥伦比亚 贝斯湖县首次亮相国际舞台 那一脚圆越弯刀 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留下经典 在那一刻 他成为了全英格兰的宠儿 大战阿根廷 迭格西蒙尼痛苦倒地 尼尔森手中那张刺眼的红牌 留下了落寞 黯然和孤单 那是石头雄狮和一个傻瓜的故事 那一刻他成为了全英格兰的契儿 从宠儿到契儿 再从契儿到宠儿 经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 那是梦幻的1999年 当曼联缔造三冠辉煌直达巅峰 当两记脚球 助曼联实现不可思议的逆转 儿时的梦想正在一一浮现 三冠王的荣耀 创造了英格兰足球的历史 但那绝不是终点 只是这段漫长的拯救之路上 想奏的第一曲 胜利的共鸣 老特拉夫德 永远高昂的梦剧场 有着永远心跳的回忆 战希腊 最后一分钟的华丽弧线 就像是一幅永恒的画面 描述着这位三师军团的队长 如何成为三师军团的拯救者 也描述着一段动人的故事 从弃儿到宠儿的励志神话 那一脚 直接把三师军团 再度送进了世界杯的赛场 那时 复仇的火焰已在心中 熊熊燃烧 仿佛命运的安排 2002年世界杯 再次把阿根廷 推到了英格兰人的面前 这对宿敌 曾无数次在世界赛场上成就经典 更无数次留下难以磨灭的恩怨 贝克汉姆的那一脚点球 发泄着四年来所有的力量 也彻底将四年中所有的阴霾扫去 这就是一个难忍的征服 对命运的抗争中 你会为你所有的选择而积蓄力量 而这种力量让我们肃然起敬 疯狂的2003年 当美股上的血迹还未完全退去 一段曾经珍视的师徒情 却已到决裂的边缘 这也就注定 一段漫长生涯的告别 以不期而至 终究留下一个难言的结局 当然 无论走到哪里 你还会是当年那个曼彻斯特的孩子 从少年到青年 从九二班到一线队 从二十四号到七号 如今从老特拉夫德到伯纳乌 背影远去 背影又近 一切遥远 一切清晰 银河战舰的风光 仿佛就在昨日 从隐忍到爆发 四年的经历 再度掩饰了一场梦幻的故事 2007年 带着银河战舰的风光 带着圣乔治奇尔离去 同时也带着冠军离去 在伯纳乌的绚烂焰火中 犹如即将远行的英伦骑士 去追寻那熠熠生辉的美国梦 洛杉矶的六年 那些灰色的记忆曾提醒他 这里是天使之城 并不是天堂 但如果他征服了天使之城 这里就是天堂 尽管有着短租AC米兰 让洛杉矶球迷不满的插曲 但最终贝克汉姆 还是征服了天使之城 他总是以冠军的名义告别 这次也不例外 而这又不像一次告别 更像一次全新的开始 37岁 秦归巴黎 终于可以微笑地面对离别 比赛还在继续 生活还在继续 只是球场上不再有背势弧线 江湖中不再有圆月弯道 当一切已成往事 当背影远去 我们不为你哭泣 只为你无眠 难忘那115次的三师军团岁月 三师军团的队长 从未达到巅峰 却胜似巅峰 传奇般的岁月 在古老的温布里圣殿中 永远珍藏 难忘那六次英超冠军 两座祖总碑 一座冠军碑的荣耀 解救了那个从伦敦走出的 翩翩少年 在曼扯斯特留下的动人故事 难忘那一次西甲冠军 两届大联盟总冠军 一次法甲冠军 总是带着星光靠近 总是带着荣誉离开 这是贝克汉姆专属的方式 一次次在繁华的季节中 迎来送往 同样难忘 九二班的再次相聚 六位伙伴的相拥 他们曾一度度过足球生涯中的大部分时光 他们一己进退 他们共力荣辱 唯有那闪亮的日子 和那张永远未褪色的老照片 还在讲述着他们的故事 这些年来 我们面对过很多次离开 每一次都会伤感 落泪 但贝克汉姆离开之时 我们从不担心他会消逝 因为无论走到哪里 至少还有他的背影 我们当然又害怕他真的离去 因为只有在足球场上 背影最美 贝克汉姆说 没有什么事情能取代足球在我心中的地位 然而我想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我们相信 他的确会有一段不同的旅程 那也是用另外的方式 延续着对足球的爱 俊朗的外表 美丽的弧线 明星的妻子 等身的荣誉 青春的记忆 梦幻的传奇 无尽的伤病 世人的旨在 自我的救赎 上帝的眷顾 这就是大卫贝克汉姆 一个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位巨星 都要光鲜亮丽的球员 一个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位巨星 都要背负更多的球员 只因为他是贝克汉姆 而大卫贝克汉姆 只有一个 记忆 总在人们生活的时代中 不停翻滚 那个从伦敦东区 到曼彻斯特的少年 那个在塞尔赫斯特公园 一战成名的小将 那个从青从九二班 到传奇七号的青年 那个从妻儿到宠儿的男人 那个从老特拉夫德 到伯纳乌的男人 那个维多利亚的爱人 那个四个孩子的父亲 那个三师军团的队长 那个怀揣着美国梦的男人 那个在巴黎告别足球的 大卫贝克汉姆 有着怎样一段色彩斑斓的足球生涯 有着怎样一个美丽动人的足球故事 二十余年 二十余年 时间从未停止 记忆从未剥离 背影 从未远去 2020年 中国成败的关键 2030年 美国强权的危机 2050年 世界大战的序曲 2080年 资源枯竭的控制 2100年 世界新霸主的崛起 不是科幻小说 而是预言大师的精准分析 乔治弗里德曼多年研究的结果 展现给我们一幅 叫人尖叫叠起的 未来一百年画卷 预言有风险 相信需谨慎 与之详情 请登陆 静雅思汀网站 静雅思汀 让智慧也动听 皮耶罗 斑马王子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2012年 5月13号 尤文图斯竞技场 笼罩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气氛 时隔六年 重新拿到一甲联赛冠军 让球迷们欣喜若狂 冠军的旗帜 在尤文图斯竞技场上空飞扬 宣告着王者归来的豪迈 在这份豪迈的背后 却也有一丝悲伤 人们的目光紧紧的聚焦在德尔皮耶罗的身上 那是尤文图斯球迷们最后一次欣赏自己的王子 身披斑马衣衫 在一甲的天空翱翔 37岁的皮耶罗 打进了一个竞球 他吐出舌头的庆祝 早已在记忆中成为了一种习惯 这个熟悉的场面 却要在这场比赛后和球迷说再见 队友的拥抱 对手的致敬 球迷的呐喊与泪水 无法讲述他留下的是怎样一个时代 只是斑马军团再无王子 1993年 19岁的德尔皮耶罗 从乙级球队帕多瓦转会斑马军团 在当时风头正进的罗伯特巴乔与维亚利等人身边 很少有人去注意这个青涩的少年 也许更不会有人去关注那个赛季第五轮 尤文图斯4比0大胜雷吉纳的比赛里 皮耶罗在第81分钟打进了锦上天花的进球 那是他在一甲的第一个进球 真正登上意大利足球历史的舞台 皮耶罗用了最为炫目的方式 1994年12月4日 面对佛罗伦萨中场前三分钟 他看似轻描淡写的一脚撩射破门 这是技术力量和协调性的完美组合 帮助尤文图斯3比2 绝杀紫百合 于是全世界知道了德尔皮耶罗这个名字 斑马军团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王子 19941995在即 皮耶罗和球队一起获得了联赛冠军 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冠军 尽管在联盟杯决赛中赋予帕尔玛 但是斑马王子已经和球队一起 在各个赛场上 向鼎盛时期的米兰王朝 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 接下来的三个赛季 皮耶罗的35个进球 帮助尤文图斯两次夺得联赛冠军 而在欧洲赛场上 斑马军团更是连续三次打进冠军杯决赛 1996年5月22号的罗马奥林匹克球场 尤文图斯在点球大战中 击败阿贾克斯获得冠军 皮耶罗第一次站在了欧洲之殿 欢庆的人群中 他并不是主角 但随着巴乔维亚利和拉瓦内利的相继离开 皮耶罗扛起了进球的重任 也在向世人宣布 他并不是巴乔的接班人 他就是德尔皮耶罗 1996年年底的丰田杯上 皮耶罗一锤定音 帮助斑马军团击败河床棒杯 1996、1997赛季的冠军杯决赛 虽然斑马军团赴了多特蒙德 但是皮耶罗的脚后跟破门 让人们看到了他的灵动 1997、1998赛季皮耶罗打进了21个进球 在第31轮与夺冠竞争对手罗纳尔多领军的国际米兰直接对话中 皮耶罗单挑对手整条后防线的进球为联赛捧杯奠定了基础 那年皮耶罗第一次征战世界大赛 法兰西之下没有留给蓝衣军团太多美好的回忆 他也在1998年底因为受伤 扩别赛场9个月之久 2000年的大雨中 尤文图斯痛失联赛冠军 皮耶罗落寞的背影在冷雨中如同雕塑 而在欧洲杯的赛场 意大利在决赛中被法国队金球决杀 人们抨击他两次错失担当 浪费了至胜良计 皮耶罗的职业生涯陷入低谷 但是在通往顶峰的路上注定要背负压力 而只有穿越荆棘才能涅槃重生 2000-2001赛季 皮耶罗在父亲去世后第三天 客场挑战巴黎的比赛中打进的精彩进球 就是他坚韧意志的最好写照 接下来的一年他的进球帮助尤文图斯最后时刻反超国际米兰再次夺得联赛冠军 韩日世界杯的赛场上 皮耶罗在面对墨西哥的比赛中打进重要进球 尽管意大利最终含冤告别 但皮耶罗找回了最好的自己 2002-2003赛季与银河战舰的欧冠半决赛 在传说中的皮耶罗去语 他施展林波威布在主场打开胜利之门 卡佩罗的到来让皮耶罗暂时失去了主力位置 却没有失去任何人的信任 2006年世界杯虽然已经不是李皮心中的绝对主力 但在对东道主德国队的半决赛中 他用一次快速反击中的破门奠定胜局 完成了在蓝衣军团的自我救赎 也终于和蓝衣军团一起 在柏林奥林匹克球场绽放出最灿烂的笑容 以及联赛的阴霾没有让皮耶罗背离初衷 黑白色的尖条衫已经成为他的第二层皮肤 带领球队打回一甲 34岁的他第一次拿下一甲金血 和球队一起打回欧冠 没有人会忘记他面对泽尼特破门后翻腾庆祝的振臂呐喊 面对皇家马德里两回合比赛两次破门 博纳乌球场的黄马球迷为他送上敬佩的掌声 面对西耶纳 他打进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三百个进球 风雪交加里不趋于顽强 在斗志中燃烧 当尤文图斯竞技场落成 斑马军团迎来了新生 在孔帝的带领下 尤文图斯夺回阔别已久的一甲冠军 但斑马王子的黑白岁月却走到了尽头 到来时风华正茂 离去时一身荣耀 德尔皮耶罗在尤文图斯的历史上写下了一段不可替代的历史 他是尤文球迷心中永远的斑马王子 也是二十年来尤文图斯俱乐部的象征 未能在斑马军团退役 或许是他唯一的遗憾 在澳超悉尼FC队中 他在两个赛季打进二十四球 将皮耶罗的梦幻脚步和球场之舞带到了地球的另一端 职业生涯末期 他来到印度超级联赛的德里迪纳摩 那里有他熟悉的朋友 但终究只是短暂的停留 离开赛场 昔日的斑马王子没有再孝新主 却也迟迟不肯宣布退役 也许是他心中的那份高傲 让他无法对深爱的绿音场 说出那声残酷的再见 昔日的尤文图斯主席阿涅利 将皮耶罗移称为平土里奇奥 那是意大利历史上著名艺术家的名字 皮耶罗就是一位足球场上的艺术家 华丽的脚步和优雅的外形相得益彰 温温尔雅的外表下 蕴藏着火山般炙热的力量 尤文图斯成就了皮耶罗 在这支王者之师 曾经的王子有了光芒四射的舞台 皮耶罗同样成就了尤文图斯 多少人因为他的名字 爱上了这支球队 1994年 那凌空一击仿佛就在昨天 却在光影闪烁间 飞越了二十余载的光影 但即便再有几个二十载飞过 提起德尔皮耶罗 人们依然会记得斑马王子 这个专属于他的名字 男人为什么长乳头 为什么说越想越胖 减肥为什么会这么难 为什么人会秃顶 抑郁症到底应该怎么治 包皮到底是割还是不割 生命八卦 用八卦的眼睛看生命科学 有味有趣有料 别错过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吉格斯真正红魔 作者天下足球 朗读者大雄 九二版 一个神圣的名字 他们已在年华中老去 他们又在年华中不老 就像那张二十多年前的著名合影 至今还流传在我们的面前 在那段岁月留下的痕迹中 又是否曾留下你我的情怀 2013年底 带着无尽的情怀 一部描述曼林九二般的同名电影 隆重上演 首发仪式上 我们再次看到了六位伙伴相聚的身影 吉格斯 斯科尔斯 贝克汉姆 巴特 和内维尔兄弟 他们当中 加里内维尔已是英国著名的足球评论员 菲尔内维尔和巴特在教练岗位上迈出了第一步 斯科尔斯和贝克汉姆 则在同一年结束了自己辉煌的球员生涯 吉格斯九二班中年龄最大的这一位 当时年过四十的他 依然在自己的曼林生涯中以球员的身份出场 继续兑现着自己当初的梦想 吉格斯也是九二班中最早出名的一个 当他成名的时候 其他兄弟还在青年队中努力追寻梦想 吉格斯17岁就第一次登上联赛赛场 那时英超都还没有成立 17岁取得第一个进球 对手是同城死敌曼城 17岁奠定一线主力位置 被视作英伦赛场上不适出的天才 1992年 吉格斯以队长身份带领曼林九二班 夺取青年足总碑的冠军 这一冠军被视为九二班的成人礼 年少成名的吉格斯也曾遭遇成长的烦恼 他和好友李夏普在一次派对上被福格森生生抓了回来 从此这对好友走向了两个极端 才华横溢的李夏普在伤病和夜生活的侵袭下 迅速退出了人们的视线 而吉格斯则在英超的舞台上从此走向了传奇的道路 英超初年 吉格斯代表曼林时隔26年后首夺冠军 并获得了年度最佳青年球员的奖项 他的速度快如闪电 在曼林的左路风驰电掣 特别是对托特纳姆热刺和女王公园巡游者所留下的两个不可思议的进球 正是吉格斯早年速度与技术完美结合的精品 1993、1994赛季 曼林获得双冠王 这位英伦赛场上的左路天王正如日中天 然而在1995年夏天 曼林却经历巨变 保罗因斯、马克修斯和坎切尔斯基三大主力敌队 福克森大胆启用九二班青年球员 集体进入一线队 但首轮对阿斯顿维拉 年轻人付出了一比三失利的代价 著名评论员阿兰汉森留下一句话 靠孩子你什么也赢得不了 然而正是这群孩子 在停赛付出的国王坎通纳的带领下 却在1995、1996赛季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 他们在一度落后 纽卡斯尔十二分的局面下 居然奇迹般的逆转成功 吉格斯和他的伙伴们第一次集体在一线队作战 就以英超和祖总碑双冠王的成就 回报了福格森的信任 九二班 这个光荣的集体从此开始统治英超 在夺冠那天的看台上 有一条横幅尤为显眼 靠孩子什么也赢得不了 对吗 阿兰汉森先生 在那个时代里 九二班的其他五位成员都已成为曼联 乃至英格兰队的中间力量 而在16岁就代表英格兰中学队踢过国际比赛的吉格斯 却始终没有答应三师军团的邀约 他只为自己的家乡威尔士而战 这也注定了他在国际赛场上的悲情 威尔士常年无缘大赛 吉格斯和自己的前辈伊恩拉什 修斯一样 却从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1998 1999赛季 吉格斯和九二班的伙伴们开始了全新的冒险 在联赛称霸多年 欧冠却无一所获的日子里 福格森打造的红色王朝 到了终成正果的时候 吉格森打进了这个光荣赛季中 曼联的第一个进球 从此他们在三条战舰上全速挺进 没人能忘记1999年4月14日 这个发生在维拉公园球场的伟大时刻 曼联同阿森纳的祖总碑半决赛重赛 加时赛中维拉的传球被吉格森在中场阻断 他开始了长途奔袭 一路跨过维拉 迪克逊 基翁和亚当斯的防守 一脚近射 打破西曼的食指观 这是祖总碑历史上的最伟大进球 吉格斯千里走单旗 把曼联带进了祖总碑决赛 在联赛和祖总碑相继登顶后 曼联又在诺坎普球场创造了奇迹 逆转败人 登上欧洲之巅 三冠王 这个历史性的荣誉成为了福格森王朝中的重要一笔 曼联也成为英格兰足球史上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完成联赛足总碑和欧洲冠军碑三冠王神话的球队 然而三冠王并不是终点 接下来的英超三联冠再度创造历史 2000-2001赛季第33轮 吉格斯在禁区外高高跃起 远程投球 攻破考文锤大门的场景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那也让曼联提前五轮夺冠 在英格兰足坛牢牢牢占据着霸主的地位 虽然接下来的几年里 阿森纳和切尔西相继挑战霸权 贝克汉姆巴特和菲尔内威尔的先后离队 也让九二班不再完整 但留下来的吉格斯 斯科尔斯和加里内威尔 依然统领着全队东山再起 那已是福格森重新打造的 二代王朝的核心年代 2007-2008赛季最后一轮 吉格斯在维刚竞技的主场奉献赛季 最后一级帮助曼联 锁定冠军 从青春年少到两鬓斑白 吉格斯走过的这条路 清晰地记载着岁月的痕迹 这条路有人匆匆而来 有人走下神坛 唯有吉格斯始终屹立不倒 在莫斯科卢日尼基球场的欧冠决赛中 替补登场的吉格斯 打破了查尔顿爵士759场的曼联出场记录 并在点球大战中 打进曼联的最后一个点球 九年后的欧冠登顶 是一段说遥远不遥远 却艰难无比的征服之路 2012年夏天 吉格斯还完成了自己世界大赛的首次演出 作为英国奥运男足队的队长 他打破了奥运历史上最年长的进球者记录 尽管英国奥运队未能获得荣誉 但至少吉格斯的大赛履历不再一片苍白 随着2013年福克森的突然退休 曼联的红色帝国告别了往日的辉煌 吉格斯以13座英超奖杯的荣誉 孝傲群雄 曼联则以20座顶级联赛奖杯的成绩超越利物浦 成为英格兰足球史上最成功的球队 那时 斯科尔斯也在荣誉中告别足球生涯 九二班 只剩吉格斯孤军奋战 2014年4月 莫耶斯下课尚未退役的吉格斯 义无反顾的成为了代理主帅 于是一幅唯美的画面展示于众人面前 在曼联的教练席上 专坐着主教练吉格斯 而斯科尔斯 巴特和菲尔内威尔三位助理教练 则围绕身旁 那是一个怎样的场景 他记录着九二班最终的团聚 维系一生的情谊 在对赫尔城的比赛中 主教练吉格斯 将球员吉格斯换上场的场景 竟然真实地出现了 那是他的第963场比赛 曼联的一代传奇 终于以球员兼主教练的双重身份 告别了历史舞台 至此 九二班已全部告别 他们肩并肩走出球场的那一幕 画面实在太美 让人不敢直视 人们的思绪 不禁倒退三十年 那些夕阳下的伙伴 那些旧日的足迹 那些无与伦比的成长的日子 那些年在一起踢球 又放学回家的少年 当你们随着老特拉夫德的阶梯 步步而上的时候 真正红魔是你们共同的称谓 当你们年轻时 我们曾共同拥有过青春 只可惜时光不在 你我已不再年轻 这是一部 以日本人的视角 看待二战日本战败投降的 纪式文学作品 书中记录了 日本正式宣告投降前24个小时内 日本皇室 军政高层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变故 天皇劝服内阁说 无条件投降不是问题 最要紧的是 国民的信念和精神的准备 比起日本完全灭亡的结果 哪怕留下一点点种子 就有复兴的可能 一个人志在千里 可以恭喜 如果一个民族志在千里 不得不让人警惕 日本最漫长的一天 战败前的人性角力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撒内地 蓝黑超人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没有红色的披风 蓝黑色的球衣 是他的第二层皮肤 无法穿透云层 球场是他自由驰骋的天空 没有撼动天地的神力 他的双脚 却拥有抵御岁月 侵蚀的神器 来自潘帕斯的他 有着酷似超人扮演者 克里斯托夫 李夫的面容 而他也像电影中的超级英雄一样 在坚守的守望中 带给人们希望 哈维尔 萨内地 一个属于足球场的超人 身影掠过 在平淡背后 留下一段传奇故事 1994年世界背后 亟代重建的阿根廷国家队 将还效力于班菲尔德的萨内地 招入队中 并在当年对智力的友谊赛中 完成了国家队的处子秀 一年后 萨内地在国际米兰传奇人物 法切地的带领下 系上了蓝黑色的围巾 并在多年后 成为了这里的旗帜 出到蓝黑军团的萨内地 就开始被安排在不同的位置 但无论在哪里 他都会用自己不知疲倦的奔跑 撕扯着对手的防线 1997、1998赛季 国际米兰向联赛冠军发起冲击 第31轮的争议 让萨内地与冠军失之交臂 但就在同个赛季 连续第二次打进联盟杯决赛的国际米兰 在一场意大利内战中 孝奥巴黎王子公园球场 面对拉奇奥 第60分钟时 萨内地的凌空抽射 将比分改写为2比0 这是一例稳固胜局的进球 最终的3比0 让国际米兰迎来了 莫拉第时代的第一座奖杯 而萨内地用水滴石川般的勤奋 征服了意大利的球迷 同样在1998年的这个夏天 萨内地第一次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赛场上 虽然最后被荷兰淘汰 但与英格兰的八分之一决赛打得荡气回肠 阿根廷队打出精彩的任意球配合 由埋伏在对方人墙后面的萨内地 颁平必分 那场英阿大战之所以称得上世界杯历史上的经典 除了过程跌宕起伏之外 还奉献了两例精彩的进球 一个是欧文长途奔袭的成名之作 另一个就是萨内地的这个进球 1999年随着贝尔格米的离去 萨内地开始担任蓝黑军团队长 并逐渐成为球队新的领袖 酷珀的到来 让国际米兰有了新的面貌 在阿根廷教练的带领下 2001-2002赛季 蓝黑军团再次向联赛冠军发起冲击 但在最后时刻 他们却在罗马奥林匹克球场 功败垂成 2002年的夏天 泪水围绕着 为了追逐荣誉而亲近所有的萨内地 世界杯的赛场上 萨内地目送着瑞典队 斯文森的任意球掠过头顶 击碎了最后那丝出现的希望 一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调动着阳光下那份让人心碎的情绪 成为了那时最动人也最准确的表达 可是谁又能想到 由于之后两任国家队主帅 佩克尔曼和马拉多纳的决绝 这竟然是萨内地在世界杯舞台上的 谢幕表演 或许正因如此 当离开绿音场时 萨内地说 这是自己整个职业生涯中 最想重新来过的一场比赛 暗淡的时光 泪水没有浇灭梦想的火花 反而让它燃烧得更加猛烈 2006-2007赛季 莫拉第时代的第一个一甲冠军 终于到来 萨内地终于品尝到了登顶亚平宁的滋味 而第二个赛季的未免之路上 第二十五轮 与竞争对手罗马队的正面碰撞中 萨内地第八十八分钟 重现了十年前联盟杯决赛时的 长红冠日 最后时刻 为蓝黑军团颁平逼分 也保持住了积分的优势 并最终蝉联冠军 2009-2010赛季最后一轮 萨内地与队友连续第五次成为一甲冠军 让跨越了百年岁月的蓝黑军团 闪耀出炫目的光彩 此时的他 遥望着耀眼的欧冠奖杯 欧冠的王座 等待着四十五年后的王者归来 蓝黑色的球衣 成为了他征服欧洲的铠甲 伯纳乌的欧冠决赛之夜 见证着萨内地 整整第七百次为蓝黑军团出战 当中场哨音响起 37岁的他 与即将离去的穆里尼奥紧紧相拥 在欢呼和呐喊中 感受着多年执着 终得所愿 萨内地的2010年充满了辉煌 五冠王将足球的天空染成了蓝黑色 萨内地在这片天空里 尽情翱翔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中国球迷开始将萨内地称作小将 赞美他长胜不衰的绿因生涯 也代表着不想看到他老去的愿望 从2010到2012年 萨内地跨越职业生涯千场大关 超越贝尔戈米保持的国际米兰球员 一家出场记录 米兰德比出场记录 和代表国际米兰总出场记录 超越马尔蒂尼 成为以队长身份 参加欧冠次数最多的球员 2011年美洲北 他在最后一场国家队比赛中点球惜败 但缺席两届世界杯的他 却用145场的记录 树立了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也许 时间无法在他的双腿留下痕迹 但伤病却让萨内地停下了脚步 2013年4月28日 萨内地在对阵巴勒默的比赛中 跟剑断裂 很多人认为 40岁的他将就此退役 他却在195天后 重新回到赛场 伤育后的第一次首发 萨内地的队长绣标上写着 回到未来 以此象征一个新的起点 但对于萨内地却有着不同的含义 他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 而这个未来 已经不再奔跑了这二十余载的球场上了 没有人会想到 2014年4月末的那个夜晚 萨内地会突然宣布在赛季末 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人们依旧亲切地称呼他为小将 但小将却要停止奔跑 当2013-2014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来临 比赛已经成为了点缀 告别成为了那个夜晚唯一的主题 萨内地的队长绣标上 写满了和他共事过的队友的名字 19年人来人往 只有他始终坚守 所有到场的人们 只想对他说一句再见 道一声感谢 当我们习惯了一个人在身旁多年的陪伴 那些朝夕相处的日子 甚至会淡忘他的存在 但离别的那一刻突然到来 我们却有些不知所措 目光望向他曾经停留的地方 已经难以寻觅 曾经熟悉的身影 于是脑海中搜索着一切关于过往的记忆 这份记忆变得更加珍贵 从这一刻起 蓝黑超人停止飞翔 19年的真诚与荣耀 在国际米兰的历史长河中 留下深深的烙印 即便他卸下荣装 荣升俱乐部副主席 但再次相见 或许人们依旧会亲切地叫他一声 你好 队长 那是一段混乱的历史 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后 帝国倾他 武夫当国 那是一段疼痛的历史 人们都爱说 时事造英雄 却不见英雄脚下 白骨雷雷 那又是一段 迷雾中的历史 撕去昨日的标签 一些身影 依旧轮廓不清 阴容模糊 袁世凯 段祺瑞 吴佩福 张作霖 听金满楼说 北洋往事 哪些军阀 哪些人 与之详情 请登陆 静雅思听网站 静雅思听 让智慧 也动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有一个人会在你的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占据着你最快乐的时光 总有那么一个人在你很久不见时依旧牵挂 总有那么一个人即使离开你的视线 他的面容依旧是你心里最灿烂的阳光 那是一种心有灵犀的默契 像一见钟情的恋人 眼神的初次交汇便注定难以割舍 从此 他的一举一动牵动着你的视线 带动着你的心跳 对很多人来说 殷扎吉就是那个陪伴自己最快乐足球岁月的人 从相识相恋到不忍离别 当他在圣西罗球场挥手告别 那一刻没有眼泪 因为他留给我们太多美好的记忆 那一刻回忆如此清晰 如同时光 从未老去 清秀的面容 清澈的眼睛 称不上魁梧的身材 甚至曾经因为身体瘦小 被同龄踢球的孩子讥笑为一根火柴棍 但正是足球点燃了菲利普殷扎吉的生命 而他也用自己的火光点亮了亚平宁的赛场 点亮了自己和很多人的梦想和期待 十九岁的阴扎吉在丙一联赛的雷飞队打进了职业联赛的第一个进球 1993 1994赛季 他来到维也纳 并在一场对帕多瓦的得比中打进制胜绝杀 球迷齐声高唱 超级皮波 这个绰号 沿用至今 因罗密欧与朱利叶而文明于世的爱情小城 有了新的大众情人 辗转皮亚琴茶和帕尔玛之后 英扎吉在1996年来到亚特兰大 身披蓝黑肩调扇的超级皮波似乎无所顾能 有过任意球圆越弯刀破门 也有过长途奔袭的进球表演 整个赛季 他洞穿15支球队的大门 也以24个进球超越俱乐部传奇射手 汉斯耶普森单赛季22球的记录 拿下亚特兰大历史上唯一的一个 一家金血 1997年 获得意大利最佳年轻球员奖的英扎吉 迎来了在国家队的首秀 那个假天的四国赛 是很多人心中的经典 在意大利3比3占平巴西的比赛中 英扎吉第一次为蓝衣军团征战 并为皮耶罗送上助攻 同一年夏天 他穿上了尤文图斯的9号球衣 和皮耶罗组成了斑马军团的双子星 单赛季18个进球 让英扎吉成为队内第二射手 而在两次面对伯洛尼亚的五个进球 直接帮助球队未免成功 那个从未梦想过成为冠军球员的年轻人 将荣誉留在了阿尔杯球场 将快乐带给了所有的球迷 他在1998年的夏天 第一次踏上世界杯子赛场 以替补出战的英扎吉在对奥地利的比赛中 助攻罗伯特巴乔破门 意大利2比1击败对手 而球迷印象最为深刻的 则是他趴在巴乔的背上 开心的像个孩子 这一年的11月 他也终于在对西班牙的友谊赛中 收获了自己的第一力国家队金球 经历了欧冠半决赛被红魔逆转的遗憾 经历了2000年欧洲杯决赛 被法国队金球绝杀 从天堂到地狱的坠落 在斑马军团 因扎吉感受了球星云吉的美妙 也体会了一山不纳二虎的别样滋味 1999-2000赛季 在帮手把持了将近一个赛季的尤文图斯 在最后一轮迷失在了佩鲁甲的庞陀大雨中 对于皮波 留在都灵的信念 也渐渐动摇 正是这次离开 才有了后来红黑色的精彩 初到都灵 他编持着年少的梦想 离去时 留下了初次加盟顶级豪门时 那份纯真的快乐 尤文双子星的故事 也随之成为过往 米兰 繁华中拥有宁静 时尚里带着贵族的气息 2001年夏天 殷扎吉来到了AC米兰 球迷的热情 给了他永久停留驻足的渴望 在这里 殷扎吉又一次接过了9号球衣 这是一个代表着射手的号码 这件红黑色9号的前辈 是他追随的偶像马尔科范巴斯腾 在自己的第一场米兰得比中 殷扎吉就收获进球 但噩梦接踵而至 面对切卧 殷扎吉在一次抢投球时 与切卧门将卢帕特利相撞 这让他远离赛场 长达四个月的时间 2002-2003赛季 殷扎吉在30场联赛里 打进了17个进球 欧冠的赛场上 他也超越了阿尔托贝利 成为了在欧战进球最多的意大利球员 决赛在老特拉夫德上演 AC米兰点球击败尤文图斯 即将30岁的殷扎吉 第一次站在欧洲之巅 随后 殷扎吉捧起意大利北 又在欧洲被预选赛 面对威尔士的比赛中 拿下了自己在国家队的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帽子戏法 但伤病再次成为他最大的敌人 那是长达一年零七个月的远离 以至于他在2005-2006赛季 重回赛场再度进球时 刚刚开始看球的孩子 会问自己的父亲 这个新球员是谁 但回到球场的殷扎吉 用进球证明自己并没有输给岁月 也赢得了国家队主帅李皮的信任 2006年 李皮将殷扎吉带到了德国 小祖三面对捷克 替补吉拉迪诺出场的殷扎吉 利用这唯一的出场机会 洞穿了切贺的食指观 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决赛圈的 唯一一个进球 柏林奥林匹克球场 殷扎吉和队友们举起了大力神杯 站在世界的顶端 那个无所不能的超级匹波 涅槃重生 2006年8月9号 他在自己33岁生日当天 用进球为AC米兰铺平了 晋级欧冠正赛的道路 雅典之夜对于殷扎吉来说 更是如同梦幻 皮尔洛的任意球 在他身上反弹入网 卡卡精准的直塞 殷扎吉巧破射门 随后挥动双臂 肆意狂呼 在众神福坎的雅典奥林匹克球场 殷扎吉成就了属于自己的神话 神之属地 为他颤抖 殷扎吉在高举奖杯的马尔迪尼身后 偷偷逝去泪水 回首来时路 曾经的身影已经模糊 青春的梦早已不知飘落何处 但那漫天的烟火正是为他生起 那一刻的绚烂会让我们永远铭记 冠军杯决赛后 殷扎吉在接下来的欧洲超级杯和试剧杯上 又收获三例进球 此前在这三项决赛中都有进球的只有 克鲁伊夫和李杰卡尔德 而他们的进球数都比殷扎吉少一个 2008-2009赛季 35岁的殷扎吉在对西耶纳的比赛中 打进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三百个进球 超级皮波还在奔跑 时光却拖慢了他的脚步 2010年11月4日 对皇家马德里的独中两元 成为了超级皮波在欧洲战场上的绝唱 也让他在欧战进球数上超越劳瓦尔和穆勒 为世界足坛写下了一段属于殷扎吉的不老神话 2011-2012赛季最后一轮 殷扎吉第67分钟替补出场 中场前8分钟 他接到西多夫传球打进制胜进球 为自己职业生涯最后一战 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有人说我们没有见过飞翔的超人 但我们见证过超级皮波的进球 当他挥手告别 一切美好的记忆涌上心头 却也看到皱纹已经爬到当年那个皮亚琴擦少年的脸上 时光飞逝 有你的日子如同一道割不断的影子 每次回头都能看到他的痕迹 脱下球衣 换上西装 我们还能在教练席上看到那个曾经熟悉的身影 换一种方式 相伴彼此 看着今天的皮波 回想起 曾经的自己 静雅思听网站 倡导一种全新的阅读理念与生活方式 以声音的形式 利用碎片时间 休闲 充电 带给你温暖 快乐 感动 与智慧 静雅思听 让智慧 也动听 飞鸽 绿音硬汉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很多人对于飞鸽的印象 几乎都和西班牙足球的两座死敌城市 巴塞罗那和马德里有关 或许 1990年时 18岁的路易斯飞鸽还不会想到 自己职业生涯的命运 会长久牵绊在同处于利比利亚半岛的 另一个国度 胡桃牙的里斯本竞技俱乐部 是18岁的飞鸽开始足球梦想的地方 他的启蒙教练曾经真情流露 对于飞鸽 无论是队友还是对手 都应该小心地爱护他 因为他将是全欧洲最灿烂的球星 飞鸽的灿烂 在他成为职业球员之前 其实就已经展露给了世界 就在跟里斯本竞技 签下职业合同前不久 青年飞鸽和他的小伙伴们 在1991年世青赛上 惊艳了世界足坛 这批葡萄牙青年才俊的表现 被看作是未来世界足坛 主宰者的雏形战士 至少葡萄牙人是这么想的 或许在大航海时代之后 葡萄牙人一直渴望着 在某一领域重温走向世界 征服世界的美梦 而飞鸽的出现 显然提升了葡萄牙球迷的满足感 在里斯本竞技的几年 他标志性的边路突破 和极强的脚下控球技巧 催生了葡萄牙人心中 又一个足球领袖的形象 当然飞鸽越健越强的魅力信号 早已穿越了9.2万平方公里的葡萄牙 等来欧洲最高平台的召唤 只是时间问题 1995年 在距离里斯本1300公里外的巴塞罗那 荷兰足球教父克鲁伊夫 正在着力打造自己麾下的红蓝梦支队 而队中绝对核心 米歇尔·劳德鲁普的离开 让他必须在短时间内找到替代人选 能够和整治拥有欧式战术打法 并且兼具南美技术优势的红蓝军 无缝衔接 克鲁伊夫很快就锁定了路易斯飞哥 并且笃定这个23岁的年轻人 将会是巴塞罗那 又一面旗帜 球风硬朗中透着细腻 飞哥很快让诺坎普球迷 从失去大劳德鲁普的遗憾 过渡到拥有飞哥的幸福中 而当葡萄牙人为巴塞罗那队 拿下西班牙国王杯时 飞哥已经赢得了巴塞罗那 整座城市的信任 也赢得了红蓝军的队长秀标 不得不说 飞哥天生就适合做队长 在葡萄牙国家队和巴塞罗那 都是这样 在巴萨之后的几年 队长飞哥在这座城市 已经赢得了所有可以言说的美誉 所以当巴萨迎来百年华诞 飞哥理所应当的和俱乐部历史上 诸多里程碑式的巨星一起 被当作是百年巴萨的形象大使 而载入史册 那个时候似乎很容易就能够得出结论 飞哥将和当年的克鲁伊夫一样 长留巴塞罗那 成为专属于这座城市的传奇 现在看来 想阐释飞哥为何突然舍弃 巴塞罗那的万千爱戴 而投也不回的投奔银河战舰 着实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过有这样一种说法听上去更可惜 这要从2000年的欧洲杯说起 从葡萄牙黄金一带说起 在那届欧洲杯上 飞哥是除齐达内之外 表现最耀眼的球员 不止因为他在对阵英格兰时 那寂静四座的远舍 而是与他共同踢着性感足球的葡萄牙黄金一带 在那届杯赛还未结束之时 手握四强成绩带的葡萄牙重心 纷纷得到了欧洲各大球会的重金聘礼 而作为黄金一带的领军人物 飞哥自然有了和巴萨谈掌心条件的资本 可惜不愿打破队内薪资平衡的巴萨主席 努涅兹拒绝了飞哥的要求 与此同时 在马德里 弗洛伦蒂诺正在为竞选新任黄马主席 而四处奔走 他立刻感知了巴塞罗那的风吹草动 于是主动联系飞哥 许诺为他开出天价 态度之诚恳 让西班牙人无法拒绝 相比之下 巴萨俱乐部对飞哥的无动于衷 被飞哥看作是对自己的不重视 于是 他转身和弗洛伦迪诺 草签了一份加盟协议 这份协议的违约金高达 3000万美元 之后故事的发展 就显得顺理成章 手握飞哥加盟的砝码 弗洛伦迪诺成功当选黄马主席 而始终无法和巴萨达成友好共识的飞哥 在巨额违约金的压力下 并没有别的选择 也正是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 飞哥上演了那次举世文明的 世纪叛逃 爱之月深 恨之欲窃 2000年10月23日的诺坎普球场 对于身穿黄马球衣 前来参加国家得比的飞哥来说 如同地狱一般 他在角旗区所经历的一幕 让他至今难忘 在当时 他本人就是地狱中被巴塞罗那球迷诅咒的魔鬼 对此 飞哥 保持了沉默 回到伯纳乌 飞哥又回到了天堂 在这里 球场上的飞哥变得成熟 变得更具激情 也变得更加迷人 在这里 他用世界足球先生的奖杯 圆满了葡萄牙足球人的梦想 当然还有一座联赛冠军和一个欧冠冠军 让伯纳乌的朝败者们久久沉醉 站在银河战舰的剑桥上 飞哥抵达了巅峰 但是他似乎也逃不开盛极而衰的自然规律 2002年世界杯之后 弗洛伦迪诺一年一聚新政策 如同黑云压城一般 让飞哥难以从容适应 年过三十的飞哥 逐渐成为皇马主席手中的一颗气子 即便是2004年 飞哥率领葡萄牙在本土的欧洲杯上 用亚军宣告王者归来 也没有改变他在功力至上的伯纳乌 遭到清洗的命运 2005年米兰城变成了 路易斯飞哥职业生涯最后的一战 亚平宁的烈日交扬 似乎是飞哥继续保持激情的动力源泉 有人说他在这里 焕发了第二个运动青春 他自己却说 我其实从未失去自我 只是别人太习惯于 曾经那个最好的飞哥 不愿看到我有一天告别足球 我也不想 但是没有结局的故事 不会有人记得情节是多么的引人入胜 当飞哥帮助蓝黑军团打开了第二个大国际时代的城门 他也终于可以将职业球员的角色戏码收进自己的回忆当中 当他在2006年世界杯最后一次为葡萄牙国家队保驾护航之后 他也可以微笑着退下戎装 因为他看到了那个年轻的脸庞 可以扛起葡萄牙足球未来的希望 葡萄牙的天才球员并不如拳勇一般 圆圆不断 他们总是契合时代的需要 雀起江湖 对于能够读懂他新路的七零后 伴随他成熟的八零后 膜拜他成就的九零后们来说 飞哥可以给我们对于青春不同阶段的美好追忆 而对于那些未能见证飞哥巅峰的后来者 不要为这美好的错过而遗憾 只需记住 曾经有一段热情似火的传奇叫 路易斯飞哥 深夜 街角 少年的头部突然起火 是人体自然 还是蓄意谋杀 目击者 曾看到了神秘的红线 是虚假的谎言 还是珍贵的线索 天才物理学家汤川 与曹涕警官 拨开层层迷雾 为我们揭开离奇案件背后的 惊人真相 东野归武 成名著作 侦探伽利略 第一波主打 它燃烧起来了 即将上线 敬请期待 欲知详情 请登陆静雅思听网站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内德维德 钢铁战士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我战斗 我存在 这就是内德维德的最好写照 勇敢的心 是他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正像影片中 勇猛的威廉华莱士一样 内德维德 就是足球场上刚强的战士 在他的眼神中 似乎有一种 像尖兵一样 透彻而坚决的光芒 那是一种对胜利的渴望 在他的字典里 没有后退 在他的面前 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对手的球门 冲破一切的阻碍 只为那最后致命的一击 1996年欧洲杯上 除了捷克球迷 几乎没有多少 其他国家的球迷 知道内德维德的名字 尽管在那以前 他已经在捷克的布拉格斯巴达队 获得了三个捷克联赛冠军 和一座捷克国家杯的奖杯 当他在面对1994年 世界杯亚军意大利队 开场五分钟就打进一球后 内德维德这个名字 也开始走进中国球迷的世界 尽管在决赛赋赋于德国 但内德维德 已经吸引了足够的目光 曾因家庭条件 放弃冰球训练的金发少年 开始走上足球巨星之路 带着欧洲杯的星光 内德维德在同胞泽曼的召唤下 来到意大利 加盟拉奇奥 捷克球迷说 陆地上最强的战士 开始了在意大利的争场 他不是中场发动机 却能用自己的方式 穿透防线 他不是射手 却在第一个意甲赛季 成为拉奇奥的第三射手 在亚平宁混宁土室的防守下 他硬朗了球风 换来的是强硬的对抗 当内德维德 一次次被对手凶狠的掀翻在地时 他总会默默地从地上站起来 重新投入战斗 他要告诉所有人 在他的信念里 没有屈服 没有懦弱 每一次从跌倒的痛苦中站起来 就是一次洗礼 一次重生 他那像兵一样坚毅而纯洁的眼神 正在慢慢地融化意大利 和全世界球迷的心 内德维德征服了球迷 更征服了接替泽曼的埃里克森 1997 1998赛季 内德维德和拉奇奥 一起赢得了意大利超级倍 第二个赛季 他又和球队一起捧起欧洲优胜者杯和欧洲超级杯 然而 1999 2000赛季的联赛冠军 也许是最令他刻骨铭心的荣誉 那是一次拉利赛般的较量 最后一轮 当尤文图斯0比1赋于佩鲁甲的消息传到罗马奥林匹克球场 内德维德终于可以和队友一起欢庆 时隔26年 拉奇奥再次捧起一家冠军奖杯 那一年正是俱乐部成立百年华代 当时 意大利的电视中 经常会出现一个有着钢铁心脏的机器人及格的形象 而在赢得了联赛冠军后 拉奇奥的球迷就把钢铁心脏这个名字送给了内德维德 因为在他们心中 内德维德就是一名钢铁铸造的绿因战士 身披天蓝色战袍 他留下了太多令人难忘的画面 罗马得比 他的力挽狂澜 面对佛罗伦萨 他在禁区内倒地 却向裁判示意对手没有犯规拒绝点球 赢得了为公平竞赛精神喝彩的掌声 但在内德维德看来 作为一名球员 最大的荣耀 当然是身穿国家队战袍 为自己的祖国效力 2000年欧洲杯 与荷兰队的比赛进行到最后时刻 面对光头裁判科里纳 判给对手的争议点球 内德维德投诉无果后 近乎绝望的跪倒在禁区内 一个不会被任何疼痛击倒的高傲的钢铁战士 为了球队的命运 不惜低下自己高贵的头 在内德维德的脸上写满了悲壮 拉齐奥的克拉尼奥地金钱王国崩塌的时候 内德维德成为了筹集资金 挽救俱乐部的砝码之一 他依依不舍地离开 却开创了在油温图斯的铁血时代 2001-2002赛季 内德维德身披油温图斯的黑白尖条衫 出现在奥林匹克球场的时候 全场的欢呼和掌声说明了一切 内德维德曾经是这里的英雄 并且永远是这里的钢铁心脏 作为奇达内的替代者 杰克人没有优雅的球风 却让球队更加强悍 2001-2003年的两个赛季 他帮助球队蝉联一甲冠军 当奇达内随黄马回到独龄 球迷打出的标语上写着 对不起奇达内 我们现在更爱杰克人 2002-2003赛季欧冠半决赛 内德维德铁骑闯关 帮助油温图斯淘汰了奇达内的黄马 但一张致命的黄牌 却让他错过了最后的决赛 硬汉的泪水诉说着命运的无奈 老特拉夫德之夜 如果有了内德维德 一切是否会变得不同 还是一场半决赛 2004年葡萄牙举办的欧洲杯 杰克队被最终的冠军希腊队挡在了决赛的大门外 内德维德两次距离欧洲之巅如此接近 又只能心有不甘的成为决战的坎坷 在21世纪初的游文王朝时代 内德维德撑起了球队的中场脊梁 2006年 他第一次走上世界杯的舞台 面对意大利 面对着联赛中的对手和队友 他拼尽全力 却独目难知 铁人跪倒在球场中央 随后与卡纳瓦罗紧紧相拥 告别了自己的世界杯赛场 即便在2006年 游文图斯因电话门被降级 他依旧不离不弃 就像当年在拉奇奥时 一样诠释着忠诚的含义 2006、2007赛季 他用11个进球帮助游文图斯打回一甲 并在一年后和球队一起 重新回到冠军联赛 但是在2009年夏天即将到来的时候 内德维德却选择了 暂时停下脚步 也许是命运的故意安排 也许是纯粹的巧合 内德维德在斑马军团的最后一场比赛 对手正是他出登亚平宁时效力的拉奇奥 这是两支承载了内德维德太多成长回忆的球队 13年的风雨 让这位曾经的毛头小子脸上增添了许多沧桑 也写下了属于他的辉画 而今每当他出现在游文图斯的看台上 人们依旧可以清晰的记起他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般的斗志 在烈火中铸造的是更为坚强和勇猛的战士 在他那尖兵般的眼神中 是对胜利更加炽热的渴求 就像骑士永远不会放下手中那柄象征着勇气和信念的长剑 那是他用生命磨码出的尖峰 半根手指 一颗牙齿 几块碎骨头 你能用这些找到失踪的女人吗 一滩血迹 一块停止走动的手表 你能用它找到灭门惨暗的凶手吗 这不是好莱坞悬疑电影中的探案情节 而是著名华语侦探李昌宇真实的案情经历 这个因辛普森世纪审判扬明美国的刑侦专家 用他的特殊的破案技术 带我们走进扑朔迷离的案情中 记住 军响只有一个 破解悬案 静雅思听 等你一起出发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其达内 艺术大师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有人说 其达内是二十世纪最后的艺术大师 也有人说 其达内是二十一世纪的一幅肖像 中国的球迷叫他奇祖 尽管这只是一个音译过来的昵称 但听上去却又是那么传神 因为这个男人赋予了足球艺术新的生命力 球场上从不缺少艺术家 但艺术大师却只有其达内一个 提起其达内 人们总会想到法国队的棋组 黄马的棋组 油文的棋组 但我们的记忆中 却很少保留那个身在嘎纳与波尔多的棋组 那里却是一代艺术大师 梦开始的地方 直观的讲 年少的其达内还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 而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光头 年少的其达内在打入法甲手球后 会像个孩子一样跳舞庆祝 那是他献给女友维罗尼卡的礼物 后来美丽的维罗尼卡成为了其达内的妻子 嘎纳 这个因电影节而闻名的世界小城 每年都会容纳璀璨的星光 但他们的球队 却无法将其达内的艺术天才私自珍藏 波尔多对于其达内而言 是个更大的舞台 在波尔多 其达内第一次站在了欧洲的赛场上 联盟杯对阵贝蒂斯的半场调射 让整个欧洲为之惊叹 在这里 他练就了精湛的远射技艺 练就了后来灵光闪现的投球本领 练就了以他故乡名字命名的 过人绝技 马赛回转 更重要的是 人们已经发现 这个年轻人拿球带球的每个瞬间 都如同波尔多酿造的红酒一样 让人回味无穷 1996年夏天 一甲豪门尤文图斯将其达内 带到了亚平宁的赛场 他被人们寄予 普拉迪尼二世的厚望 因为整个意大利都看到了这一年 他如何统领波尔多在联盟杯淘汰AC米兰 看到了他身穿法国队10号球衣 驰骋1996年欧洲杯的赛场 在铁位丛生的意大利实用主义打法中 其达内超强的技术能力 在李皮的体系中依然有敌放始 尽管这里的人们不太关心他的优雅控球和马赛回转 其达内也并非球队的绝对领袖和精神象征 但他却是尤文图斯连续两个赛季拿下联赛冠军的一块重要拼图 对于一个出灯一甲的外援来说 这样的成绩无疑是成功的 如果说在尤文王朝 其达内只是众多功勋大臣中的一员 那么在法国国家队 他就是一呼百应的国王 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 其达内真正让世界认识了他 在法兰西大球场修建的过程中 其达内先后18次到访这里 或许那时的他已经在冥冥之中感觉到 这座球场会是日后成就其达内 成就法国足球的神圣殿堂 但是故事的开头却让人始料未及 其达内在小组赛第二场 因为踩踏沙特队长阿明 而被红牌驱逐 竞赛两场 回到更衣室的其达内 光着膀子背对镜头 一动不动的站在原地 一张愚蠢的红牌 将他与球场上的人生顶沸 隔成了两个世界 但是这张红牌又是神奇的 这成为了其达内 书写传奇的开始 和贝克哈姆相比 其达内是幸运的 因为他有时间和机会完成救赎 法兰西大球场的决赛之一 他用两记投球完成了 从魔鬼到天使的蜕变 他从千夫所指的罪人 变成了万人景仰的英雄 除了足球 没人能写出这样的剧本 两年后的欧洲北 其达内与他的法国队 一路高歌猛进 半决赛 其达内的经典球 帮助高卢雄鸡杀入决赛 在那场经典的欧陆大战中 92分50秒时 意大利人还是胜利者 但仅仅13分钟之后 其达内的法国队 成为了真正的凯旋者 凭借着国家队中的出色发挥 金球奖和世界足球先生的奖杯 接踵而至 此时的其达内 坐拥大利神杯 德劳内杯 唯一所缺的 便是一座欧洲冠军杯的奖杯 在游文的五年 齐总总是与这座欧洲俱乐部 最高荣誉的奖杯擦肩而过 这也成为了他最终离开游文 转会黄马的根本原因 在一甲的时光 其达内不像马拉多纳 可以让整个纳布勒斯 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 他也不像范巴斯腾 伤痕累累的双腿 让世界为之心碎 他不像巴基斯图塔 忠贞九年 只为回报知欲之恩 他更不像前辈普拉迪尼 在一甲写就辉煌篇章 可是不要忘记 正是从一甲 这位世界足坛的艺术大师 开始走向成熟 从而坚定的迈向下一个职业生涯的巅峰 2001年的夏天 其达内以当时的世界第一身价 6440万美元转会黄马 由于银河战舰群星璀璨 其达内只能放弃象征球队核心的10号 而改穿5号 一切对他而言都是新的开始 但是他的盘带依旧能够兼顾实用与华丽 他的传球依然能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他的进球依然能够一粒粒接踵而至 黄马球迷都在感叹 当初那接近七千万美元的花费 绝对是物超所值 而对于此时的其达内而言 那个心心念念的欧洲奖杯 也在一步步向他靠近 终于2001-2002赛季 黄马与勒沃库森会师欧冠决赛 在那个夜晚发生的一切已经无需赘述 为大场面而生的其达内再次主宰了比赛 那一刻上帝将左脚借给了他 才打出了那脚不可思议的天外飞仙 格拉斯哥的大雨里 其达内终于修成正果 捧起了欧冠的冠军奖杯 但银河战舰在此后几个赛季的沉默 让人难以捉摸 其达内依然踢着充满观赏性的足球 他甚至还会为了一个国家得比的进球 而毫无顾忌的撞上门注 但黄马却始终与冠军无援 2006年5月7号 黄马球迷迎来了告别其达内的时刻 其组用一个进球 作别了他的伯纳乌生涯 而伯纳乌的球迷 则在看台上高呼 裁判 请不要吹停比赛 他们还想多看其达内一眼 因为没有其达内的伯纳乌 将在未来的日子里 缺失一份华丽 缺失一份经典 而对于其达内真正的告别 则来自于2006年 德国世界杯的夏天 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 人们对其达内的记忆 是那个冲向摄像机 扶着膝盖而跌倒的其达内 他是那么的要强 却又那么的无助 冰冷的淘汰 无法改变 2004年的欧洲杯 其组留下了绝杀英格兰的豪迈 却也难以抵挡 希腊神话的魔力 他征服过的战场 也曾留下过他跌倒的足迹 但无论如何 这一次会是其达内与世界足坛最后的诀别 从踏入2006年世界杯赛场的第一步起 每一步都是那么重要 每一个90分钟都有可能迎来告别 而每一个对手也都有可能为其达内职业生涯的最后结局 一步步揭晓答案 第一场面对瑞士 一张黄牌是其达内全部的表现 第二场迎战韩国 又一张黄牌 形同梦游的其达内将错过出现生死战 而那一战不仅仅是决定法国队的命运 也有可能终结其达内的职业生涯 那天还是其达内34岁的生日 好在法国队还有维埃拉 还有亨利 他们的进球帮助法国队2比0击败多哥队 艰难杀入16强 更重要的是 他们避免了让其达内的生日成为他职业生涯的终点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故事 就像1998年世界杯一样 其达内开始后发制人 他用两个进球与两个助攻 先后将黄马队有劳尔的西班牙队 罗纳尔多的巴西队 以及飞哥的葡萄牙队一一送别 只是八年之后 曾经世界杯的决赛英雄再次成为了罪人 马特拉奇扮演了那个激怒天使的恶魔 其达内的职业生涯 以一种最意想不到的方式终结 走下赛场的一瞬 大力神杯曾与他咫尺相望 他看上去平静如水 但无数人在那一刻 为他欣赏 结束了就不会再回来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其达内在过去的岁月里 也可以看作是一趟承载了太多希望的列车 他曾经多次在我们的心灵驿站上驻足停留 这趟列车留下了多少金色的行囊 留下了多少闪光的轨迹 留下了多少匆匆的过客 又留下了多少深情的回忆 如今当我们目送他远去 那渐渐消失在视线尽头的若隐若现的车车 足以代表他走过的大失足迹 他就那样曾经让我们爱过 恨过 笑过 哭过 痛过 欢喜过 悲伤过 失去过 得到过 激动过 幸福过 成功过 失败过 最重要的是 无论他用什么样的方式 最终又会走向何方 我们都要感谢他 曾经陪我们 一起走过 湄公河 青木瓜 素衣少女 手捧莲花 直升机 高射炮 百万死尸 无处为假 噩梦一般的越南战争 成了一个时代的伤疤 茂密的热带雨林 掩盖了太多的血雨兴风 冷战中残酷的热战 让人不相信 还有正义 能够发芽 隐形的较量之 血洒加龙宫 走回历史 走静越战 与之详情 请登陆静雅思听网站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李瓦尔多 桑巴鬼才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桑巴足球的世界 如同一个缤纷的万花筒 就像巴西人奔放自由的性格一样 他们的足球 也像无拘无束的海风般莫测 这里孕育了不同风格的球员 华丽如贝利 济柯 沉稳如苏格拉底 邓家 犀利如罗马里奥 罗纳尔多 在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里 黎瓦尔多并不是最闪耀的那颗星星 甚至让人觉得腼腆 另类 但他却在巴西足球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出身贫寒的黎瓦尔多没有引以为傲的身体条件 但是凭借对足球的热爱 他从17岁开始了职业生涯 并用4年的时间从家乡小球队走上了巴甲的舞台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刚刚度过24岁生日的黎瓦尔多 因为两次带球失误 被尼日利亚人斑平毕分 巴西队最终被淘汰 他也因此被看作球队失利的罪人 但正是奥运会上释放出的光彩 让他吸引了欧洲球队的目光 在登顾西甲加蒙拉克鲁尼亚之后 他用21个进球 为自己拿到了豪门球队的通行证 也让自己用球衣蒙头庆祝的方式深入人心 1997年夏天 黎瓦尔多穿上了巴塞罗纳的球衣 俱乐部希望用他代替离去的罗纳尔多 而他则在那个赛季的西班牙国家得比中 用一船一舍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19个联赛进球并不是最大的收获 1997、1998赛季 他与巴萨一起成为了西甲联赛和国王杯的双冠王 这在1959年后的巴萨编年史中 是第一次出现 这样的王者气质让黎瓦尔多得以身批桑巴军团的十号球衣 征战世界杯 1998年的法兰西之下 他在面对丹麦的比赛中独中两元 宣判了丹麦黄金一代的谢幕 最终拥有外星人罗纳尔多的巴西队 遗憾的获得了亚军 尽管罗纳尔多在当时大红大紫 但在那届世界杯上 黎瓦尔多只比罗尼少尽一个球 无论在俱乐部还是国家队 黎瓦尔多都用无数次令人惊叹的方式攻破对手的球门 与曼联三比三的憨战 他一次认一球 一次倒钩 逼退红魔 1999年每周北 虽然小组赛一球未尽 但进入淘汰赛后 黎瓦尔多将比赛变成了自己一个人的秀场 他的连续进球帮助桑巴军团先后淘汰阿根廷墨西哥 又在决赛面对乌拉圭时独中两元 巴西队蝉联冠军 黎瓦尔多独揽赛事金球奖和金靴奖 那是丰收的一年 联赛冠军 每周杯冠军之后 西班牙年度最佳球员世界足球先生 欧洲金球奖的桂冠接踵而至 那段日子球场上奔跑的是最好的黎瓦尔多 你一定记得2000-2001赛季最后一轮 巴萨与巴伦西亚直接交手争夺欧冠资格 那场生死大战几乎是黎瓦尔多俱乐部生涯最高光的演出 只有获胜才能进军欧冠的时刻 黎瓦尔多横刀立马 一次远射 一次任以求破门 当时间所剩无几 比分僵持在2比20最后一分钟 黎瓦尔多的盗沟破门宛如神来之笔 巴塞罗纳其次回升 诺堪布球场十万人其声高呼 圣黎瓦尔多阵耳欲聋 荡气回肠 这样的酣畅淋漓同样出现在2002年世界杯的赛场 在遥远的东方 巴西队三阿组合无坚不摧 黎瓦尔多依旧是巴西队仅次于罗纳尔多的第二射手 很多人记住了他在对阵土耳其时 一次在小旗边 一次在禁区外狡猾的表演都骗过了裁判 但人们更会记得 无论面对比利时还是英格兰 都是他为球队打进关键进球 决赛中罗纳尔多的两立进球 背后也有黎瓦尔多的影子 卡弗捧起世界杯 罗纳尔多拿下金靴 黎瓦尔多同样鞠躬至尾 2002年的辉煌 让黎瓦尔多迎来荣誉的又一个巅峰 但这份喜悦很快就被冲淡 荷兰主帅范加尔的到来 让黎瓦尔多在巴萨的前景蒙上阴影 巴西鬼才选择离开 来到圣西罗球场 红黑军团的中场四大十号球星 成为了一架独特的风景 不过黎瓦尔多却没有在AC米兰 跳出曾经华丽的绿鹰舞蹈 在AC米兰的一个多赛季时间里 他在联赛中仅仅打进五球 也为球队直接带来了七分 跟随红黑军团 黎瓦尔多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冠军杯冠军 但在决赛中一直坐在替补席上的他深知 这座奖杯并不真正属于自己 在获得欧洲超级杯冠军后 黎瓦尔多提前解除了合同 告别红黑军团 也彻底告别了足球的中心舞台 离开亚平宁的黎瓦尔多 追随恩师卢森伯格回到巴西 却因为恩师的提前离去 连续第三次与效力的球队提前解约 巴西国家队也向34岁的他关上了大门 2004年 黎瓦尔多加盟奥林匹亚科斯 帮助球队连续三次问鼎希腊联赛冠军 此时的黎瓦尔多 已经到了人们眼中职业生涯的暮年 奥林匹亚科斯俱乐部认为 他年龄太大 希望匠心续约 被倔强的巴西人拒绝 转而加盟希腊的另一支禁旅 雅典AEK 之后便是不停的漂泊 乌兹别克斯坦的缔造者队 留下过他的足迹和联赛三连冠 在亚冠的赛场上也曾有过他的闪光 40岁的年龄 他回到巴西加盟圣保罗 而之后加盟的卡布斯科普和圣卡埃塔诺队 对于绝大多数球迷来说 都是极为陌生的名字 里瓦尔多的名字 也随着时间慢慢被人淡忘 甚至很多人以为他早已退役了 直到2014年 一则父子同场竞技的消息传来 人们才忽然想起 原来里瓦尔多依旧在足球场上奔跑 父子同台 这是里瓦尔多职业生涯末期的绿音夙愿 短暂的退役归来 他甚至和儿子在同一场比赛中双双破门 尽管那只是一场以极联赛 当43岁的他与儿子紧紧相拥 队友朝圣般的膜拜时 那种纯真的快乐 无与伦比 也许此时 人们才意识到 在里瓦尔多看似冰冷的眼神背后 有着如此浓烈质朴的情感 只是他不善表达 就像球场上的他 拥有一身绝技 却始终隐藏在巨星的背后 对他来说 足球是一份职业 坚守是为了自己的家庭 足球又是一种信仰 引领着他生活的方向 有人说 里瓦尔多是巴西足球史上的 一位鬼才 他没有出众的外表 也没有绯闻环绕 却用自律和勤勉 换来更长的职业寿命 他的名字 从未被写在荣誉部的第一位 却在25个冠军的征途中 立下汉马功劳 而今 诺坎普之王已归属他人 桑巴军团的十号 也早已有了新的主人 但那荡气回肠的京士道沟 那登顶世界的桑巴传奇 仿佛 就在昨天 对于懂得欣赏他的人 黎瓦尔多的名字 无可替代 白宫实习生 想不想走进白宫 与美国最聪明 最优秀的实习生们一起 以最便捷的方式 学习他们一生中 最为珍贵的领导力课程 想不想穿越时空 跨越从约翰逊 到奥巴马的不同时代 了解那些发生在美国总统身后 显为人知的故事 白宫实习生 让想象变成可能 走进白宫 走进总统 激励他人 成就自己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2008年5月21日 大雨中的莫斯科卢日尼基球场 欧洲冠军杯决赛史上的 首次英伦得比 已是点球大战第七轮 几分钟前 特里的点球击中力柱 给了曼联重生的机会 37岁的门将范德萨 站在门线前 重重的击诈 怒吼 将阿内尔卡的点球拒之门外 曼联时隔9年后 重返欧冠巅峰 这同样是范德萨本人的重生之旅 13年前 24岁的他 曾在阿贾克斯登上欧冠宝座 那是他足球生涯初期的辉煌 那一代出色的阿贾克斯球员 在相机拿下冠军杯和丰田杯后 开始了逐个转会的远行之路 而范德萨是黄金一代中 最后一个选择离开阿贾克斯的 28岁转会一家豪门尤文图斯的时候 范德萨已是荷兰的一号国门 在1998年世界杯上 成衣军团表现神勇 2000年 他们更是在家门口势如破竹 志在夺取欧洲杯 然而这两届大赛 他们都是在半决赛中输在了点球大战上 飞翔的荷兰人连续遭遇悲情谢幕 给范德萨的心中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他之后的足球生涯是走下坡路的 在尤文图斯1999-2000赛季最后一轮 在佩鲁甲的大雨中失去冠军 一年后 范德萨在与夺冠竞争对手罗马队的直接对话中 扑就脱手 让斑马军团提前与冠军无援 正是这次失误 也加速了尤文下决心引进不逢 而抛弃范德萨的进场 谁也不会想到 伦敦的小球会富勒姆 会成为范德萨的下一个舞台 那真是31岁的范德萨 一段远离尘世的日子 在英超星光的笼罩下 很少有人会关注一支中下游球队 范德萨在富勒姆一待就是四年 期间他依然是荷兰的一号国门 在2004年欧洲杯上伸手矫健 同日本的四分之一决赛 点球大战中铺出关键点球 帮助成衣军团中破点球不胜魔咒 尽管如此 但人们依然普遍认为 那个时代会是范德萨职业生涯的终点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临近35岁高龄 2005年夏天 一桩意外的转会却改变了范德萨的职业生涯 200万英镑的低价 范德萨空降老特拉夫德 在失去舒梅切尔的六年内 福格森便寻舒梅切尔的接班人 但无论巴特斯 博斯尼奇还是霍华德 都最终成为了曼联的匆匆过客 引进范德萨 也被认为是一次临时的尝试 更像是一次冒险 福格森还要继续寻找下去 范德萨应该只是一个过渡 然而这一次 所有的评论家都错了 35岁的范德萨 在曼联的表现 从第一个赛季开始就焕发了生机 他冷静 稳定 经验丰富 因而在江湖赢得美名冷静猫 他1米97的身高站在门前 那惊人的气势 已经令很多对手不寒而栗 尽管曼联在第一个赛季 并未撼动切尔西的优势 但2006-2007赛季 他们志在夺回失去四年的联赛竞标 范德萨在联赛尾声的曼士得比中 有着决定性的表现 正是他在比赛临近尾声时 奋力救出瓦塞尔的点球 使曼联无限接近 英超冠军 不久后 曼联如愿登顶 福格森爵士苦苦找寻多年的 舒梅切尔接班人 在看似最不可能的一个人选上 竟然得以实现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 范德萨辉煌红魔生涯的 一个起点而已 2007-2008赛季 范德萨在社区盾杯 连扑7273G点球 揭开了那个赛季 曼联王朝走向荣誉巅峰的序幕 那真是一个梦幻般的赛季 早已改穿曼联一号战袍的范德萨 做出了一个又一个惊人的铺就 一路守护着鸿魔去挑战1998 1999赛季不可复制的光辉岁月 在英超未免成功后 出现了那个堪称传奇的莫斯科雨夜 这是鸿魔又一次在走投无路的关卡下 绝境逢生 新加勉的英超冠军 现在成为了新的欧洲冠军 时隔九年 福格森的王朝再度欧冠登顶 而对于范德萨来说 扩别了13年的辉煌 他已从24岁到37岁 难以想象在这样长的一个时间跨度后 他竟然重回巅峰 在一个月后的欧洲杯上 荷兰队连战连结小组出现 第128次代表成一军团出场的范德萨 早已成为了荷兰足球史上出战次数最多的传奇 对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决赛之后 他从国家队谢幕 荷兰足球长达12年之久的一号守护神 留下了一个壮志未酬的背影 几个月后 他曾短暂复出130场里程碑的国家队记录 至今保持着 荷兰球迷不言再见 在看台上打出了醒目的横幅 范德萨 你是我们心中永远的No.1 告别了国家队 38岁高龄的范德萨 把全部的精力留给了曼联 2008-2009赛季 他创下了欧洲五大联赛最长的不失球记录 14场比赛 1308分钟 唯一的遗憾是 冠军杯决赛赋予巴塞罗纳 没能实现第三次问定欧冠的奇迹 2010年夏天 范德萨宣布将在2010-2011赛季结束后退役 一段20年的漫长旅途即将走到终点 40岁的他并不服老 他只是希望能在巅峰中离开 正是这个赛季 范德萨以依然稳定的表现 帮助曼联创造了新纪元 第19次登上了英格兰顶级联赛的冠军宝座 这记录让曼联超越了利物浦 成为了历史夺冠次数最多的英格兰球队 在最后一次代表曼联 在老特拉夫德作战的赛后 范德萨动情的说 六年前我来到老特拉夫德 可能是我来晚了一点点 现在我真的希望能更早一些来 六年 范德萨成功的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曼联史册 他也不仅仅是舒梅切尔的接班人 而是比肩舒梅切尔甚至超越舒梅切尔 成为了曼联历史上的又一位传奇门将 那时候的福格森爵士又要为寻找范德萨的接班人而费一番脑筋了 温布列的欧冠决赛成为了范德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 四年三进欧冠决赛六年四座英超奖杯 范德萨在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末期写下了不老的传说 尽管在福格爷颤抖的双手中 曼联再次不敌巴萨 但告别范德萨的痛苦似乎比失去冠军 更让曼联球迷们心碎 有人说这是不期而遇的六年 当一段艰难的重生之旅 从三十五岁时开始 你怎能对他期望太多 然而这又是不可思议的六年 所有梦想就是这样神奇的出现了 感谢范德萨 感谢这六年 曼联有你 一生有你 空气是什么 我为什么会生病 为什么会有战争 什么是政治 孩子们固执的为提出的问题要一个解答 如果你说不出 就让诺贝尔得奖者们替你给小问号们答案吧 小问号举大头脑 问题来了难不倒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卡恩天生王者 作者天下足球 朗读者大雄 在他身前 伊尔格纳和科普克都曾将日尔曼人的坚毅发挥到极致 在他身后 莱曼和诺伊尔早已传承衣博又各怀神迹 但在德意志战车最引以为傲的门将位置上 没有人能比他更具代表 奥利福卡恩 卡恩被称为狮王 野兽巨人 每一个绰号都是凶狠霸气不可战胜的代名词 仿佛身为德国门将就该是他的样子 雄狮怒吼 在战斗前已然摧毁敌手的信念 这就是卡恩的气势 他第一次被人关注 就是甩着金黄色的长发发出狮子般的怒吼 谁能相信 他只有18岁 刚刚登陆德甲赛场 他有过很长久的替补岁月 在俱乐部三年 在国家队六年 但他没有青色 没有彷徨 永远的坚毅目光 永远的冷聚命孔 好像他从来没有过18岁 好像他就是天生王者 从家乡囚队卡尔斯鲁厄转会拜仁慕尼黑 与其说是德甲豪门的慧眼石珠 不如说是他王者气质太过显眼 他创造了德甲门将的身价记录 但与他为拜仁慕尼黑在20世纪末铸就的辉煌相比 1994年的240万欧元 相对于五年后他带给俱乐部的价值 形同虚无 更何况 天生王者岂是金钱 可以买来的 2000-2001赛季得甲最后一轮 拜仁占平汉堡 即可夺冠 巴巴雷茨却在第90分钟 为汉堡队打破僵局 灰心的拜仁将士已经瘫倒在地 1999年欧冠决赛场上崩盘式的功亏一篑 似乎又将上演 只有卡恩向狮子般怒吼着 拽起队友 挥舞着双臂 试图亲自冲到中圈开球 天生王者 不畏过往 不言放弃 不惧失败 更不乏信念 拜仁慕尼黑第94分钟上演捕食进球 连续三年 问鼎联赛冠军 卡恩的王者之气 以一己之力 也可以对抗三军 三次将巴伦西亚的点球拒之门外 驻拜仁时隔25年 再立欧洲之巅 卡恩配得上一切英雄的礼遇 他理应享受王者般的簇拥 但在激情点燃的一刻 他却把手伸向了对方门将卡尼萨雷斯 没有人会比一个门将更能理解门将的落寞 胜负之别一线之间 没有怒吼的狮王也是狮王 他不同情弱者 但他敬畏勇者 德国人从来没有像此时一样 依靠一位门将实现梦想 在这之前 他们有克林斯曼 马特乌斯 有沃勒尔 布雷默和哈斯勒 2002年世界杯 他们有卡恩 尽管这是历史上实力最弱的一支德国国家队 但卡恩把守的大门 却是最稳固的后方城池 六场比赛 卡恩只丢了一个球 但是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卡恩眼睁睁地看着留着阿福头的罗纳尔多连入两球 掠走了大力神杯 没有人指责卡恩 世界杯亚军本是意外之喜 世界杯金球唯一一次颁给门将 已说明了一切 法兰克福市政厅阳台上的庆典 只有卡恩自己心怀愧疚 他曾在这一天向全德国宣布 四年后我们会做得更好 但四年对一名球员意味着什么 属于卡恩时代的日尔曼战车 老迈而沉重 2004年欧洲杯 杰克人肆意地在卡恩面前完成了逆转 德国队黯然出局 痛定思痛的德国人下定决心重建战车 在克林斯曼的左右为难中 卡恩让出了一号 这就是答案 四年可以让他从一号变成十二号 从主力变成替补 从被追捧变成遭气用 四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2006年在家门口举行的世界杯上 每当莱曼完成一次扑救 摄像机的镜头总会捕捉到卡恩 失望的眼睛里已经没有杀气 在德国迷战阿根廷十二马决胜前 卡恩向莱曼伸出了他的右手 人们又想起了那个时常怒吼着的卡恩 但此时的他 却比任何一个怒吼时的他 都更令人心生感怀 在国家利益面前 他委屈的退让 微笑的成全 这是真正的王者气度 世界杯三四名决赛 是卡恩国家队生涯的最后胜寨 封出宝莱塔的单刀 扑出C罗的弧线球 化解德科的射门 卡恩带给德国队 九十分钟的功德圆满 在斯图加特的烈焰中 三十七岁的卡恩 结束了自己在国家队的最后演出 他仍是拜仁慕尼黑的一号 激情的澎湃和斗士的敏锐 从没有一分钟离开过他 球场上 他站在所有人身后 意志上 他永远冲在所有人身前 2007 2008赛季后 卡恩带着第八个德甲冠军 告别了绿音场 他没有遗憾 他在三十九岁时 还是拜仁慕尼黑当人不让的主力门将 每一天他都在拼尽全力 德国国家队和拜仁俱乐部 用一场盛大的告别赛向他致敬 这是属于他独一无二的荣誉 不管是前辈伊尔格纳 科普克 还是后辈诺伊尔 他们都是引领过世界冠军 或欧洲冠军的门将 卡恩没有 但在人们心中 他比任何人都更像王者 他反叛过 非踢多特蒙德前锋 查普伊萨 恶住布尔达里奇 英侯都让他饱受批评 他低潮过 脱手失误 让拜仁的欧冠对手 尤文和黄马纷纷获利 他认信过 他的凶悍不仅震慑对手 也会牵连队友 他沉默过 当对手球迷扔下的高尔夫球 正击中他的太阳穴 当从看台飞下的香蕉成为家常便饭时 这才是完整的奥利弗卡恩 这也是人们爱戴他的原因 他不够完美 不会掩藏自己的情绪 他追求自由 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 他离经叛道 不懂得在英雄的光环下 接受仰望 但他无比真实 如果足球场就是群情激昂的所在 那么卡恩会让人们更加血脉喷胀 足球场上的卡恩是王者 足球场下的卡恩是智者 当退役后的卡恩 用两年时间修完自己因为成为职业球员 而耽误的大学课程时 他已经42岁了 在成为德国电视台的电视转播嘉宾后 球迷们总能看到他侃侃而谈的样子 言语简明思路清晰 这也是卡恩 卡恩告诉我们 每一个优秀的球员都会是生活中的智者 改革开放到今天 很多人的看法产生了分歧 你怎么理解 温饱问题解决只是第一步 思维能力更重要 国际民退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这是中国法治进程的根本挑战 如何理解中国奇迹 中国发展迅速 但国企改革法治建设依然落后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先生 将用专业精神与良知 把脉中国经济 开启我们的理性思维 静雅思听与您一起用智慧理解中国 用思想认识经济 敬请关注财经最新系列 陈志武说中国经济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伯格坎普 冰王子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如果按照一纸数据来评定这位球员 他的财气与光滑 或许会被这些冰冷的数字所淹没 但只要你曾经看过一眼他的表现 哪怕只有一秒 哪怕只是一次简单的触球 停球或转身 你必定会爱上这位 不会飞翔的荷兰人 因为他的冷峻与优雅 西方世界把他换作冰人 而东方世界却给出了一个更具艺术气息的一名 冰王子 优雅却不华丽 简约却不简单 他一直演绎着一种极致的简约美 一种只属于冰王子 伯格坎普的极简美学 属于伯格坎普的记忆时钟 总会在两个时刻重重敲击 一个是1998年的7月4号 另一个则是2002年的3月2号 这两个时刻的背后 是两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伟大进球 那脚来自弗兰克德伯尔的60米长船 划破长空 却被伯格坎普倾听点水般的卸下 淡定而从容 顺机轻巧的一桶 何让人埋葬了阿根廷最后的眼泪 那脚来自皮雷的左路贴地长船 平淡无奇 却被伯格坎普轻描淡写的触碰 而赋予了魔力 人形向左 皮球向右 人球合一 完美一击 圣詹姆斯公园球场的黑白色 陷入死界 两个时刻 他都用简单的两脚触球 让球迷惊叹 博格坎普的足球 是门典雅的艺术 两个进球 仿佛让你觉得 博格坎普对于皮球的控制 已经超脱于这个物质世界 而更像是精神层面 自由游走的曼妙产物 这种润物细无声的优雅 或许就是荷兰球迷 与阿森纳球迷 如此爱戴博格坎普的原因 79场比赛 37个进球 他不是成一军团的最佳射手 但他却被评为 过去25年荷兰国家队的 最佳球员 423场比赛 120个进球 在阿森纳最佳射手的榜单中 博格坎普前面 有一长串的名字 可是他却成为了 球长球场外 第四座雕像的拥有者 那座铜像的原型 不是那个优雅的转身 而是一次高难度的销魂停球 这就是枪迷们爱他的缘由 一个简单的动作 就已足够 当然 冰王子职业生涯 个人数据的相对弱势 与他黄金时期所踢的位置 不无关系 在阿森纳 伯格坎普所扮演的角色 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影子前锋 甚至是一名古典前妖 但在职业生涯早期 效力阿甲克斯期间 伯格坎普也曾是不折不扣的 风险杀手 这似乎也暗合了伯格坎普父母 给儿子取名时的初衷 伯格坎普的名字丹尼斯 其实源于曼联传奇丹尼斯老 由于伯格坎普的父母 是这位禁区之王的铁杆球迷 因此 在伯格坎普降生之日 便为他取名丹尼斯 年轻的伯格坎普 在为阿甲克斯效力的237场比赛中 打入122球 三次加冕 何甲金血 1992年的欧洲杯上 在三剑客身旁的伯格坎普 同样星光翼翼 打入三球 成为队内最佳射手 1992年及1993年 伯格坎普连续两年入围 欧洲金球奖三甲 成为世界瞩目的超级巨星 可是一次转会 让一切急转直下 1993年 伯格坎普穿上了 国际米兰的蓝黑色战袍 他拒绝的是荷兰人 曾经创造过无数辉煌的 AC米兰与巴塞罗纳 他希望以颠覆者的姿态 开创自己的时代 可是亚平宁的赛场 却险些将冰王子融化 意大利足球 与他的想象 大相径庭 在亚平宁的两个赛季 伯格坎普的双脚 如同被铁锁缠绕 52场比赛 11个进球 即使帮助球队 捧起了欧洲联盟杯 可是这样的成绩单 还是让莫拉蒂下定决心 将伯格坎普 扫地出门 临别时分 老爹莫拉蒂 还不忘挖虎买家阿森纳一番 如果这个球员 可以一个赛季打进10个进球 那我就谢天谢地了 这一次 莫拉蒂失算了 伯格坎普在加盟球队的 第一个赛季 就为兵工厂打入16里进球 更重要的是 此后的11年间 伯格坎普的名字 始终与阿森纳在一起 直到退役 这个昔日的新起点 也成了最后的终点 这里的人们 把伯格坎普 称作传奇 当然 传奇的真正发迹 离不开另一位传奇的架林 1996年 法国人温格 入主阿森纳 伯格坎普 也终于找到了 可以和自己 琴瑟和鸣的艺术大师 在温格眼中 伯格坎普 阅读比赛的能力 根本无需他多虑 他要做的 只是给荷兰人 一个舒适的空间 然后在一个合适的距离之外 静静的欣赏 伯格坎普的足球 也许 这个世界上 有两个阿森纳 三个海布里 但这个世界上 却只有一个 伯格坎普 枪米们 也许为了他们的 下一场胜利而来 也许为了他们的 下一座奖杯而来 也许 只为了一个人而来 1997 1998赛季 伯格坎普 帮助阿森纳加冕英超 与足总碑双冠王 其中 面对莱斯特城的比赛中 他更是戴上了 最为优雅的帽子 三个进球 占据了当月最佳进球的 前三甲 无人可批敌 2003 2004赛季 伯格坎普 与球队一起 以不败战绩 问鼎英超冠军 英超联赛 49场不败的神话 是后来者几乎难以企及的封杯 可是 最好的伯格坎普 依然有他难以触及的荣耀 冠军杯 欧洲杯 与世界杯 都不曾属于他 2006年 王子公园球场的雨夜 伯格坎普坐在板凳上 看着巴萨梦之队 登顶欧洲 三届欧洲杯 两届世界杯 这么近 却又那么远 他的一粒粒进球 始终无法逾越 无冕之王的障碍 但是回头看来 这些遗憾 也是一份残缺的美好 假如失去了这种 无可奈何 伯格坎普 也就太过完美 如果伯格坎普 没有成为一名球员 或许 他会成为一名建筑师 他的想象力 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竖起极简美学的建筑 可是我们是如此幸运 上帝把他留在了球场上 本该属于建筑师笔下的那一道道漫妙弧线 却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这还是一个功利的足球世界 但他却允许像伯格坎普这样的艺术天才 站在巨人的身旁 我们要做的或许不是顶礼膜拜 而只是单纯的 静静的 欣赏 我的爱人一定是我最好的朋友 只要爱上一个人 我必定疯狂 第一次约会 我绝不能上床 女人的爱情宣言 男人的葵花宝典 打住吧朋友 婚姻的谎言我们听了太多 该直面真正的爱与性了 爱情妙论 夫妻生活的私人诊所 无需预约 随导随波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巴蒂斯图塔 永远的战神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天高云淡的潘帕斯草原 热情奔放的汤格 这就是遥远的阿根廷 带给我们的最直接的印象 这里的文化 孕育出了个性鲜明 狂野奔放的阿根廷球员 从肯佩斯 卡尼吉亚 到雷东多 巴蒂斯图塔 他们身上 仿佛都有一种风的飘逸 风的清零 风的狂野 长发 是他们的标志 看阿根廷球员踢球 就像是在潘帕斯草原上驰骑橙 长发随风而动 潇洒随意 又套着一种狂放不羁 这正是阿根廷的足球风格 1991年 通过中央电视台的一甲联赛转播 一个叫巴蒂斯图塔的阿根廷小伙子 创进了中国球迷的誓言 当时 只有22岁的巴蒂斯图塔 年少轻狂 他力拔千军的进球 激情四射的庆祝 一下子掳获了中国球迷的心 很多球迷 跟最亲切的称呼他巴蒂 或者像国外球迷那样叫他 巴蒂狗 24年岁月 匆匆而逝 巴蒂情节 在中国球迷的心中 早已根深蒂固 很多中国球迷 就是看着一个个的巴蒂狗 慢慢的长大 原先那些亭亭玉立的小姑娘 懵懂顽皮的少年 如今已入而立 而原先那些活力四射的青年 如今正处不惑 或许现在工作和生活的压力 让他们冷落了足球 但是当初 看巴蒂踢球时的那份美好 在自己的心里 却会永远留有 一个特殊的位置 巴蒂的一生 似乎只属于三种颜色 紫色 红色 和蓝白色 紫色 毫无疑问代表的是佛罗伦萨 那是传奇开篇的部分 出道佛罗伦萨的两年 球队动荡 人心涣散 惨遭降级厄运 而巴蒂却选择留守紫百合 为了这座城市 为了这里的球迷 他要帮助佛罗伦萨队 重获新生 忠诚巴蒂赢得了佛罗伦萨 整座城市的尊敬 他也因此成为了忠诚的代名词 当佛罗伦萨在一年后重回一甲 巴蒂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爆发期 1994、1995赛季 巴蒂创造了连续11轮比赛 打进13球的一甲新纪录 并且以26球夺下一甲金靴 他手握脚球的霸气庆祝方式 成为了一甲转播中的经典画面 同时巴蒂也赢得了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绰号 战神 当时的巴蒂一心想要率领佛罗伦萨队实现冠军梦 坚定的目标让他拒绝了豪门邀约 而选择继续全市忠诚 1995、1996赛季 巴蒂帮助紫百合先后拿下意大利杯和意大利超级杯冠军 巴蒂兑现了自己许下的诺言 而佛罗伦萨人则给他立起铜像 对他顶礼膜拜 遗憾的是 豪情万丈的巴蒂 受佛罗伦萨队实力所限 一甲冠军始终如镜花水月 而在欧洲战场 他可以在进球后用手指压住嘴唇 让诺坎普球场变得鸦雀无声 他也可以用标志性的进球 让整个老特拉夫德球场一片沉寂 虽然他在豪门对手面前屡次证明自己 只可惜巴蒂在佛罗伦萨无法做得更多 如果不是19981999赛季同AC米兰比赛时的那次受伤 使他远离赛场长达40天之久 巴蒂和佛罗伦萨或许早已实现一甲冠军的梦想 屡次的功亏一篑让巴蒂心生趣意 尽管他再次荣英一甲射手王 也无法冲淡 他对冠军早已汹涌的渴望 2000年5月14日 巴蒂在佛罗伦萨的最后一场比赛 他上演了帽子戏法 也打进了他为紫衣军团效力的最后一个进球 佛罗伦萨人最后一次为自己的英雄欢呼 在欢呼声中 巴蒂倒在了草地上 张开双臂 纵情之贪婪的最后一次倾听 那为他而存在的紫色的呐喊 带着对佛罗伦萨深深的眷恋 带着对冠军的渴求 巴蒂穿上了罗马队 那象征着战斗的红色的战袍 对于真正喜欢巴蒂的球迷来说 没有人会指责他背叛 因为他把一个球员最美好的时光 都献给了佛罗伦萨这座城市 那里有他九年的青春 2000年11月26日 穿着罗马红色球衣的巴蒂 回到了佛罗伦萨 中场前 他用标准的巴蒂进球 刺穿了老东家的大门 进球后的巴蒂没有欢呼 没有庆祝 他只是定定的站着 把脸深深的埋在双手和长发中 任由泪水从指尖滑落 只为那曾经并肩战斗过的日子 对于罗马队来说 巴蒂就是手持利刃的角斗士 他用进球刺穿对手的防线 屡屡在关键时刻挽救红狼 2001年6月17日 这是所有的巴蒂迷和巴蒂一起记住的日子 一甲最后一轮 罗马主场三比一 利勤帕尔玛锁定冠军 巴蒂也奉献一力进球 对于已经32岁的巴蒂来说 在登陆亚平宁的整整第十个年头 一甲冠军梦 终于得偿所愿 在罗马队效力的两个半赛季之后 巴蒂又短期租借到国际米兰半个赛季 2003年夏天 他告别一甲前往卡塔尔阿拉比队 从初来时的义气风发 到离开时的略显沧桑 十二载一甲岁月 巴蒂虽有汗 但无悔 如果说佛罗伦萨的紫色是巴蒂的成长 罗马的红色是巴蒂的收获的话 那么阿根廷国家队的蓝白色 就是巴蒂的信仰 这份信仰已经溶进了他的血液 一生都不会改变 巴蒂第一次披上蓝白战袍征战大赛 是1991年美洲杯 他便以六个进球获得最佳射手 帮助阿根廷夺冠 而阿根廷上一次获得美洲杯 要追溯到32年前 两年后 他又在决赛中包篮两力进球 帮助球队成功未免 不过最终让巴蒂魂牵梦绕的 还是世界杯 1994年 虽然巴蒂用一个帽子戏法 让自己的世界杯之旅 开始的如此梦幻 但是由于马拉多纳的禁要事件 失去主心股的阿根廷队 在八分之一决赛中 遭淘汰 巴蒂的第一次世界杯 拥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却有着苦涩的结局 四年之后 为了阿根廷的荣誉 巴蒂屈从了铁血主帅 帕萨雷拉 忍痛剪掉了心爱的长发 少了一分飘逸 但是巴蒂 却多了几分激情 尽管身边没有了马拉多纳 没有卡尼吉亚 没有雷东多 但是前四场比赛 巴蒂贡献五个进球 他还成为迄今为止 唯一一位连续两届世界杯上演 帽子戏法的球员 他本有机会率领阿根廷队 闯入四墙 甚至走得更远 但是同荷兰的四分之一决赛 他的一脚近射 被门注残忍的拒绝 冰王子伯格坎普 最后时刻为成衣军团奉献 绝杀巴蒂 唯有仰天长效 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 是所有的巴蒂球迷 都不愿回首的经历 他攻破尼日利亚的球门 完成了自己身穿 蓝白球衣的最后一个进球 然后便是6月12号 日本先台的那个下午 如此刻骨铭心 当巴蒂被克雷斯波替换下场 谁都不愿意接受 却冥冥之中预感到 这会是战神与世界杯的诀别 壮志未愁 英雄泪满精 八地掩面哭泣的画面 不知让多少人 为之心碎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这是恋人之间 互相表达爱意识经常说的话 但是对中国球迷来说 我们所能想到的最不浪漫的事 却是看着自己喜欢的球星 慢慢地变老 岁月的巨首 无情地波动时钟 战神也终于在2005年卸下铠甲 我们又想起了 那个初到佛罗伦萨时的 偏偏少年 和他曾经青春朝气的脸 激情洋溢的战神 也终于被岁月征服的那一刻 无论他如何急飞如电 却永远也追赶不上 时间老人的脚步 有人说 做八地的球迷是最快乐 也是最痛苦的 快乐是因为他完美的外形 完美的进球 和完美的人格 痛苦是因为冠军 总是与他无缘 佛罗伦萨有心无力 阿根廷折迹世界杯 但是爱就是一种无声的坚守 所以我们至今依然执着地爱着八地 痴心不改 沙漠 骆驼 弯刀 两河流域上空的明月 圆了有缺 缺了有缘 阿拉伯人心中 先知的神域 始终营绕着 曾经的帝国荣耀 随着一个叫铁木针的蒙古人 马蹄升级 波罗的海和波斯湾人的脑海中 来自草原的恐怖记忆 从此 挥之不去 听帝国绝集与末路 听阿拉伯 蒙古 拜占庭 莫沃尔 奥斯曼的千古绝唱 静影思听 等你 一起出发 静影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马尔迪尼 红黑旗下的封碑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如果说足球是意大利人的一种信仰 圣西罗球场就是这种信仰神圣的殿堂 在这里战斗过的每一位伟大的球员都会如万神殿中的圣像一样永远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2009年5月24日又一个伟大的名字告别了这座圣殿环抱的战场 他就是保罗马尔迪尼 当中国的球迷从1988年开始看到一甲联赛 他已经在亚平宁的舞台上绽放了三年的光滑 我们遗憾无缘见证1985年1月20日 他在福留利球场青涩的首次亮相 却收藏了二十多年间他带给我们的每一份感动 每一份激情和每一份荣耀 马尔迪尼 一个让所有米兰球迷和意大利球迷疯狂的姓氏 1963年 当塞塞尔马尔迪尼高举起欧冠金杯 这个姓氏已经融入了红黑军团的历史 22年后 保罗的身影宣告着马尔迪尼家族重回绿音场 那青涩无比帅气的面孔 那初出茅庐却不畏抢手的霸气 那飘逸的长发和深邃的眼神 让无数女球迷甚至男球迷为之倾倒 风一样奔跑 战士一样拼抢 精确无误的铲球 它的存在让球场的左路一度被人称作马尔迪尼走廊 进入国家队 对于年少成名的马尔迪尼顺理成章 1988年 欧洲被展露头角 打满所有比赛 1990年 世界杯本土作战 在意大利之下 悠扬的旋律中打进四强 却在纳布勒斯败给了那座城市的偶像 马拉多纳领军的阿根廷 1994年 美利坚的教养下 意大利倒在决赛的点球大战前 而马尔迪尼是公认的赛事最佳后卫 也在那一年的金球奖评选中位列第三 一年后世界足球先生评选位列第二 上世纪90年代初期 红黑军团拥有名声显赫的荷兰三剑客 如果说中前场的攻击组合 是米兰王朝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 那么稳固的后防线 则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基石 58场不败成为了前无古人 甚至也可能是后无来者的传奇 在那期间 后防线的每一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但这种压力令人成熟 也牟利出了保罗那无与伦比的领袖气质 20世纪90年代的五个联赛冠军 和三个冠军杯冠军 让这个世界为米兰王朝的强大而震撼 青色少年已经站在世界足坛的顶端 在这段辉煌的岁月中 巴雷西离开了红黑军团 马尔迪尼承担起了后防线的重任 也承担起米兰AC队长的责任 在这里 我们无法一一描述那一个个辉煌的瞬间 因为马尔迪尼总是在平静中 在他自己和整个亚平宁足球世界里 树立起一座座新的里程碑 打破李维拉保持的代表AC米兰出战 一甲联赛场次记录 打破巴雷西代表AC米兰出战 正式比赛场次记录 打破贝尔格米参加米兰得比场次记录 打破祖夫一甲联赛出场次数记录 而这些仅仅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个坐标 目标还在远方 坐标留在身后 在国家队 在他的时代 马尔迪尼同样是记录的缔造者 只是蓝衣军团的岁月 带来的更多是遗憾与不甘 1998年世界杯点球赋于法国 2000年欧洲杯再次倒在法国队面前 马尔迪尼都是见证者 更令人感叹的是 当韩日世界杯上 伯尔格迪在他面前回头望月 安真焕在他头顶打进金球 无数人将矛头指向34岁的保罗 认为他已经力不从心 于是保罗脱下阑珊 记录永远停留在了126场 这个数字上 当他离开球场时 那句真想重踢一次世界杯 让陪伴他一起走过数年光阴的人 心碎 回到红黑军团 他向人们证明了自己饱到未老 如果说年轻的保罗 头顶父亲塞塞尔马尔迪尼的光环 那么当AC米兰在冠军杯决赛中 击败尤文图斯 问点欧洲之巅的那一刻起 保罗已经用自己的名字 为马尔迪尼这个姓氏带来了更多的含义 2003年的老特拉夫德之夜 他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以队长身份高举起欧冠奖杯 只是相隔了40年光阴 2005年伊斯坦布尔之夜虽然令人心碎 但马尔迪尼成为了在欧冠决赛赛赛上进球的年龄最大的球员 2007年希腊奥林匹斯山众神俯视之下 马尔迪尼再一次将欧冠金杯高举过头顶 39岁的他如同神殿中的宙斯一样 在诸神的簇拥下接受膜拜 也在成就着属于自己的神话 那时人们都以为他会带着冠军的辉煌急流涌进 但马尔迪尼却没有停下脚步 因为当时的红黑军团盾牌不再坚不可摧 所以他选择了继续战斗 选择了为自己挚爱的球队奉献最后的力量 如果说国家队的蓝色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那么AC米兰的红黑色战袍就几乎与他的肌肤融为一体 2008年马尔迪尼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千场正式比赛 这不仅仅是无数个日夜的叠加 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世界足球史上的一座封碑 25年的时间漫长却又短暂 告别的时刻终于到来 最后一个主场 当马尔迪尼围绕球场向球迷们致敬时 也许每个人的脑海中都在极力回想着能够回忆起的 所有关于马尔迪尼的画面 全场高举印有他名字的围巾 那一刻充满了温情感动和不舍 当年为他的英俊而痴迷的少女 很多人如今已为人母 当年为他的球迹所着迷的小伙子 已经和他一样经受了许多的成功和失败的人生历练 此刻保罗马尔迪尼已经不再是一个名字 他影响了几代热爱足球的人 在这些人的心中 保罗马尔迪尼就是一座永恒的塑像 从1998年直到那一刻 他的名字伴随着一甲走进我们的生活 与红黑军团一起 他赢得了26个冠军头衔 他的名字 贯穿了我们享受一甲最初二十年的时光 感谢你 保罗 红颜 给后妃上了一刻的班招 把挑男人当成豪赌的卓文君 烂于充数的文成公主 海归出名要趁早的蔡文姬 娇滴滴伤天害理的武则天 这些曾经轰轰烈烈 风光以拟的闪烁着光芒的女性 无论是才女、美女、党妇、怨女 还是汉妇都具有鲜活的个性 侯红兵的红颜 解读清国红颜命运 用惊人的眼光消解古人的神秘 千年女性风流 古典宝贝的风情 真是历史的残酷 尽在静雅思听红颜系列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八小蓝色忧伤 作者天下足球 朗读者大雄 对于一个曾经将足球 视为生命的男人来说 世界杯就像是他的初恋情人 1994年的这个夏天 当八乔站在一个男人一生中最重要时刻的时候 他与幸福擦肩而过 对于八乔来说 失去了世界杯就像失去了他最深爱的恋人 这种忧伤伴随一生 世界杯是八乔的初恋情人 八乔又是多少人的足球情人 只在绿荫场上看到他一眼 从此再也不能忘记他的容颜 只有八乔能够告诉你 为什么蓝色可以形容忧郁 因为他那比地中海还要湛蓝的眼睛 无时不浮动着淡淡的忧郁 但这种忧郁的深处却闪烁着坚韧和不去 再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给你这样的感觉 看过八乔踢球的人是最幸福的 原来狂野的足球场上也可以有诗人 有艺术家可以将古典与异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你认为这只是足球场之美 你认为这只是足球之美 但偏偏因为它足球又生出了感性 交织着失落 无助 淡然 坚定 忠诚 执着 等等各种复杂的情感 它让足球有了艺术生命 如果有一个人能最好的展现意大利足球 那么他只能是罗伯特巴乔 巴乔成名于意大利艺术之都佛罗伦萨 他的气质与这个文艺复兴的发源城市格外契合 1990年意大利之下 第一次踏足世界杯的巴乔 就留下了那记经典的长途奔袭进球 但即使没有这里进球 人们还是会记住他 比林亚平宁的世界上最古老 最浪漫的海洋 地中海 第一次被拿来形容一位球员 他就是巴乔 在与阿根廷的半决赛中 巴乔第一次站在世界杯赛场的点球点前 他把皮球送入了大门 但是意大利队还是输掉了点球大战 四年后 27岁的巴乔已然闻名世界 他刚刚获得世界足球先生和欧洲足球先生 命运却可以在一个如此完美的男人身上写下伤痕 让所有人猝不及防 如何形容1994年美国世界杯呢 在巴乔身上有多少爱戴 就有多少记恨 有多少辉煌 就有多少失落 有多少是是非非 就有多少大彻大悟 整个意大利队在1994年世界杯上的表现 就像为巴乔一个人书写了一部传记 在经历了一个颇具悬念的开篇后 巴乔与传说中的英雄一样 单枪匹马将意大利带进了决赛 此时的巴乔已完美只差一步 于是我们有了开篇的故事 它是这部传记的结局 洛杉矶玫瑰碗体育场 巴乔失去了他的恋人 原来背影也可以诉说刻骨铭心的忧伤 却有多少人因为这个背影 从此更加深爱这个忧郁的男人 1994年成为了巴乔职业生涯的分水岭 那之前他是紫百合的万千骄傲 转投尤文图斯之后 他又成为了后普拉迪尼时代 斑马军团的新领袖 这是巴乔为之效力时间最长的两家俱乐部 然而1994年那个夏天 随着李皮的到来 一切都变了模样 巴乔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辗转过七家意大利球队 这也是他身上忧郁气质的另一个由来 不是他一味出走 而是总有什么逼迫他一次又一次离开 当他第一次代表斑马军团迎战救助紫百合时 他拒绝主罚点球 当佛罗伦萨球迷向他抛下紫色围巾时 他抱在怀里 深情款款 当他被李皮放到替补席上 被比他小八岁的斑马王子皮耶罗取代 再难有上场机会时 他最后一次佩戴着油温图斯队的队长袖标 用三力助攻 为斑马军团带来一座议甲冠军奖杯之后 才舍得转身离开 当他被卡佩罗和萨基继续放在AC米兰队的替补席上 又被萨基剔除出意大利国家队时 球迷们终于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忧郁之外的另一样东西 沧桑 巴乔三十岁了 但他还不想向命运低头 不想向任何人屈服 他剪去了自己标志性的马尾辫 穿着伯罗尼亚队的球衣全新亮相 让自己迈上了职业生涯的又一个巅峰 巴乔以本土最佳射手的身份 重新入选了1998年世界杯的意大利大名单 巴乔需要世界杯 而意大利队更需要巴乔 在小组赛队致力的比赛中 巴乔创造了一粒宝贵的点球 即便是对手在他主罚前喋喋不休的干扰 也不能阻止巴乔跨越四年前心中的梦魇 四年前没有完成的杰作 四年后再次被摊开 这一次巴乔战胜了过去 也战胜了自己 1998年法兰西世界杯属于齐达内 甚至属于更年轻的欧文 但是对于意大利人来说 它是属于巴乔的 经历了1994年世界杯的人生悲喜 四年后的巴乔不再流行 但它更加成熟 四年后的巴乔也能更平静地面对被换下和被换上 四年后的巴乔 人生的书已经书写得更加厚重 它甚至可以书写得更加完美 但在这个世界上 厚重和完美之间或许永远只相差 这么一丁点距离 世界杯后 穿上蓝黑肩条扇的巴乔 先后和罗纳尔多维埃里组成了一甲梦幻组合 但是他再一次遇到了李皮 人们总是无法明白 为什么巴乔能够博得万千球迷的宠爱 却总与主教练磕磕绊绊 当一个教练具有强硬的性格 而一个球员具有更坚强的信仰的时候 他们的融合显得异常困难 巴乔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是布雷西亚队 在远离了功利试飞之后 巴乔单纯地享受着踢球的乐趣 他也能更深地感受到生命的意义 巴乔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佛教告诉容易受伤的巴乔 换一种角度思考问题 人生就是苦力 在挑战中才能获得人生的最大乐趣 即使不能得到别人的承认 巴乔做到了 从年少轻狂到低迷彷徨 他总是以不屈的态度去拥抱心中的理想 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与伤病斗争 17岁时 他的一条腿被缝了足足220针 巴乔说伤病就像我的另一个情人 但是伤病从来没有成为他退却的理由 退役后的巴乔过着半隐居的生活 唯一能让他出现在公共场合的缘由 就是参加慈善活动 球员巴乔变成了慈善家巴乔 十几年的时光里 他乐此不疲 这让他赢得了更多的尊重 和球员巴乔一样 纷繁的世界里从不见他的身影 但他一定会出现在最需要他的地方 他的浪漫主义 他的古典情怀 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真实的世界所侵扰 他一直都是个艺术家 球王贝利对他最经典的评价是 八巧的世界杯进球 应该会被汇城油画收藏起来 如果没有淡泊的态度 纯净的内心 他如何去保护自己独一无二的气质 他的气质就是亚平宁的气质 他的情怀就是地中海的情怀 他的足球之美就是意大利的足球之美 他的忧郁是对生命讨厌的隐忍 而他的坚强才是对人生做出的 回答 从戴安娜去世到女王婚后 从查尔斯续贤到威廉大婚 英国政治像演不完的宫廷剧充满荒诞 但白金汉宫的扶尘 无法遮掩威斯敏斯特的光辉 一部大宪章 一场议会制 一个日不落帝国 美国的万历 革命的例外 绵延千年的民主历程 民主是个技术活系列文章 技术层面看民主 古今纵横 华英国 静雅似听 让智慧也动听 卡尼吉亚 风之子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在足球世界里 有太多人追逐这风 而只有风 追逐着他 人们叫他风之子 他叫卡尼吉亚 金发飞舞 蓝白闪动 这或许不单单是一个奔跑的身影 而是一种难得的意境 在1990年的那个意大利之下 这种意境 铺陈开来 渲染出了那个夏天如风如梦的斑蓝色彩 尽管世界杯之前 对于大多数中国球迷而言 卡尼吉亚 还是个陌生的名字 尽管他已经在一甲赛场 征战了两个赛季 维罗纳与亚特兰大 有幸收藏了卡尼吉亚 初来欧洲的青涩岁月 在亚平宁半岛 风之子所在的球队 无法像他之前的母队合床一样 在联赛里呼风唤雨 但那里的人们依然爱谈 球迷们为他歌唱 卡尼吉亚 你带我们在风中 你的心拍云而去 1990年的夏天 他们的风之子将不会远去 只是他要穿上蓝白色的战袍 去完成他所肩负的国家使命 那一年 卡尼吉亚23岁 他具备了一切优秀攻击手 该具备的素养 更重要的是 这个家伙 还有着一头金色的长发 一张俊俏的脸庞 世界杯的舞台 像是为他量身定做 很快世界将会记住这个 风一样的男人 意大利的夏天 地中海的风轻柔浮灭 但风之子所到之处 却让对手体会着 与这个季节毫不相干的 刺骨寒风 在童话中 高高的墙壁 想阻挡风的前进 但是被风轻松掠过 在这届世界杯上 除了犯规 几乎没有人能在 卡尔吉尼面前 助力一道 阻挡他的墙 巴西和意大利 这两座看似坚固的城墙 在风之子的面前 都显得不堪一击 淘汰赛首轮 面对老冤家巴西队 见马拉多纳妙传 卡尔吉尼如同温柔杀手一般 长发飘飞 利剑出鞘 寒光闪过 一箭封喉 封之子的世界杯 处子球 让巴西人 怦然倒地 半决赛 面对东道主意大利 卡尔吉尼更是成为了 球队的英雄 在球队一球落后的局面下 他颁平比分 阿根廷最终点球大战 淘汰意大利 晋级决赛 可是 辉煌的高点 却也有着落寞的味道 因为一张黄牌 卡尔吉尼 无缘世界杯决赛 英雄 成为了看客 当布雷默的点球 射杀了阿根廷的 未免希望 很多人在怀念 封之子 如果他在 是否历史 会被改写 但一切没有如果 在马拉多纳 哭泣的时候 我们没有看到 卡尼吉亚相伴左右 或许 在缺席的那一刻 他的眼泪 早已哭干 毫无疑问 这次缺席 是封之子 整个职业生涯 最大的遗憾 世界杯上的遗憾 很快通过连续斩获 美洲杯 与法赫 德国王杯的 桂冠得到弥补 但卡尼吉亚 却没有像很多 成名于世界杯的球星 一样迅速 跳转豪门 直到1992年 一份来自 罗马的合约 改变了 卡尼吉亚的 人生轨迅 但是这个看似 更高的平台 却没有让 封之子 飞得更高 由于得不到 主教练的信任 卡尼吉亚 只能哭坐 冷板凳 但更糟糕的 还在后面 西石可卡因 竞赛13个月 罗马彻底 没有了封之子的 生存空间 那段时间 对于卡尼吉亚而言 世界 都是灰暗的 在卡尼吉亚 最低落的时光里 有一个人 没有忘记他 这个人是 马拉多纳 有人说 上帝一定是个 追求完美的人 他在创造了 一个完美的 马拉多纳后 又怕他太过寂寞 便给他创造了 一个完美搭档 那就是 卡尼吉亚 1994年 世界杯前夕 马拉多纳 告诉阿根廷主帅 巴西来 如果后者 不招入卡尼吉亚 那么他将退出 世界杯 故事 就这样 峰回路转 令人惊奇的是 尽管已经一年多 没有参加正式比赛 但卡尼吉亚 依然保持着 白米跑 10.32秒的 惊人速度 出现在美国 世界杯的这个人 似乎和四年前 没什么变化 面对 尼日黎亚的比赛 在球队 落后的情况下 卡尼吉亚 急风进走 在关键时刻 出现在禁区内 扳平了比分 随后 与马拉多纳 他心有灵犀的快发任意球配合 空灵的一击 阿根廷 反败为胜 进球后的他 宣泄着压抑已久的情感 在那一刻 球场的每个角落 都在感受着 风的力量 可是 好景不长 小组赛末战 马拉多纳 由于服用禁药而停赛 卡尼吉亚 也是在比赛 第26分钟 被奥特加 替换下场 八分之一决赛 曾经的黄金搭档 一个在看台 一个在替补席 眼睁睁的看着球队 被罗马尼亚淘汰 无能为力 尽管后来 卡尼吉亚 曾经回到 波卡青年 与马拉多纳 再聚首 那张被称为 世纪之吻的照片 也记录着 二人之间的 惺惺相惜 但是 在世界杯的舞台上 这对搭档 已成绝差 就像风一样 没有方向 就像风一样 习惯流浪 卡尼吉亚的 俱乐部生涯 同样让人 不胜唏嘘 在意大利 在葡萄牙 风之死在 颠沛流离中 心力交瘁 回到阿根廷 短暂的蜜月期 却依然难阻 他再度背井离乡 终于 在遥远的苏格兰 在邓迪 在格拉斯哥流浪者 他重拾足球的快乐 那里的球迷 带着他标志性的金发 唱着他似曾相识的歌谣 一切仿佛 回到刚出发的模样 2002年世界杯 时任阿根廷主帅贝尔萨 将卡尼吉亚带到了韩日世界杯的赛场 只是在遥远的东方 卡尼吉亚没有得到哪怕一分钟的上场时间 那又是一段悲情的回忆 人们记住了巴蒂斯图塔伤心的泪水 记住了在替补机上 因不满裁判而被罚下的卡尼吉亚 风之子留给世界杯的最后一个画面 是一个孤独的背影 背影渐渐远去 风渐渐平息 对卡尼吉亚的爱是无法描述的 有人说卡尼吉亚踢球像风又像尸 对手只能看到他的长发 他在赛场上轻盈而又欢快的舞动 让人沉醉其间 其中也包括他的对手 清风吹过 难以寻觅他的足迹 但是我们知道 他曾经在我们的心中驻足 风停了 但是那一瞬间的美丽 却永远凝固在他如风的身影 和飘逸的长发里 永远不会消逝 多子多福 却绝不是帝王之福 35个儿子给康熙带来的 除了烦恼还是烦恼 15年的皇位争夺 给雍正留下的 除了噩梦还是噩梦 雍正登基 迷雾重重 欲知详情 请登陆静雅思听网站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看通纳 叛逆国王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1966年 发生了什么 英格兰队夺得世界杯冠军 不 是埃里克 坎通纳 出生了 20多年前 谁能想到 BBC当时的戏虐一语 竟成了一句名言 直到今日 依然让很多英国人 津津乐道 没错 埃里克 坎通纳 这个纯正的法国人 没有为法国足球 做出杰出的贡献 却为英国足球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由于与当时法国足协 以及国家队教练组的矛盾 坎通纳负气出走 这导致他在黄金年龄 就失去了为国征战的机会 但这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正是因为坎通纳的离队 很快年轻的德约卡弗 和其他内就横空出世 成为了法国足球复兴的标志 而坎通纳 这个永远竖着衣领 高昂着头的法国人 却在隔海相望的英伦大地上 书写起自己新的篇章 当坎通纳带领利兹连队 夺得1992年最后一届 英格兰甲级联赛的冠军时 平心而论 他还只是一个 让英国人略感陌生的 比较出色的球员而已 1992年秋天 利兹连队主帅威尔金森 委托俱乐部询问 曼联左后卫 丹尼斯欧文的价格时 电话打给了 时任曼联主席爱德华兹 福格森正巧在身旁 由于刚刚在转会市场 失去了大卫赫斯特 和比利兹利加盟的机会 福格森悄悄在纸上 写了一个名字 坎通纳 爱德华兹在电话里 对利兹的回答很简单 丹尼斯欧文不卖 但坎通纳呢 于是英国足球史上 最意外的一桩转会 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完成了 120万英镑 这个在当时都不算昂贵的费用 从此为曼联 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坎通纳来到曼联的第一天起 一阵强大的气场 就围绕着球队 这个当时英语 并不算十分灵光的法国人 虽话语不多 却始终挺着胸膛 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威慑力 那时候 第一届英超联赛 已经揭幕近三个月 随着在斯坦福桥球场 坎通纳第一个进球的到来 他为曼联带来的影响力 与日俱增 1992、1993赛季 坎通纳在20次出场中 为曼联打尽了11球 曼联在英超元年成功登顶 这是红魔时隔26年之后 再登英格兰顶级联赛的冠军宝座 而这仅仅是坎通纳 为曼联带来超凡影响的 一个开始而已 1993、1994赛季 英超第一次固定球一号码 坎通纳从此穿上了 曼联的七号战袍 这件球衣在此前的不固定号码时代 曾被传奇乔治贝斯特和队长布莱恩 罗布森多次穿着 但这个号码在当时还并不像后人 所传说的那样成为俱乐部的传奇号码 穿上七号战袍 竖起了衣领成为了坎通纳特立独行的标志 那个阶段正是福格森打造曼联红色帝国的初级阶段 大量年轻球员进入一线队 尽管不是队长 但坎通纳的大哥气质与生俱来 凭借着他在场上盛气凌人的气势 曼联高歌猛进 坎通纳以25个进球 完成了第一个完整的曼联赛季 英超和祖总被双冠王的荣耀 成为了福格森王朝初期的重要标志 曼联 这个在多年内曾被死敌利物浦牢牢压制的中游球队 就此成为了英超的霸主 然而坎通纳桀骜不驯的性格 就像一把双刃剑 有时给曼联带来神作 有时也会带来毁灭 时光永远会记得1995年1月25日这一天 在水晶宫的主场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 在被红牌罚下场后 坎通纳从球场远端走回更衣室 路过球迷看台途中 他仿佛听到了什么 于是短短一秒钟内 一个黑色的身影冲了过去 一记中国功夫般的飞腿 登向了水晶宫球迷西蒙斯 这就是英超历史上著名的飞腿事件 为此坎通纳遭受了停赛八个月外加巨额罚款 以及社区服务的重磅罚单 曼联也因为坎通纳的缺席 在最后一轮失去了那个赛界的英超冠军 时至今日 人们依然会清晰的记起坎通纳 在听证会上那番神秘的演讲 海鸥追着拖网渔船飞行 那是因为他们以为沙丁鱼会抛进大海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艾里克坎通纳永远的不可捉摸 永远的我行我素 坎通纳的复出之战 下逢英超双红会 那是1995年10月1号 坎通纳走在队伍的最后 听到的是老特拉夫德的身呼海啸的欢呼声 坎通纳果然名不虚传 助攻巴特得分 自己又打进点球 这场著名的复出之战 成为了他尽情宣泄的舞台 他甚至爬上球门边的树干 来庆祝自己的进球 自己的归来 在相继送走 因斯修斯和坎切尔斯基三大主力后 19951996赛季的曼联艰难起步 首轮比赛赋于维拉后 包括阿兰汉森在内的众多球评家 对曼联青年郡的前景普遍不看好 但坎通纳偏偏不信邪 和他一样不信邪的正是曼联主帅福格森 在大量启用九二班年轻球员的同时 福格森依靠数位老将的扶持 将年轻人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坎通纳正是那群孩子的领路人 当年有一张油画生动描绘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曼联的场面 坎通纳位于画中 俨然国王 九二班的年轻人就向他的臣民围绕四周 曼联国王这样的称谓 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诞生了 1995-1996赛季 福格森打造的曼联青年军 在英超中强势登顶 阿兰汉森的预言从此成为笑柄 在那个赛季的组总杯决赛中 温布利大球场迎来了一场属于坎通纳的比赛 作为队长的他 在第86分钟的僵持局面下 接到贝克汉姆的脚球 在禁区边缘后腿中突然起脚 皮球精确蹿到詹姆斯身后的大门 凭借这一经典进球 曼联击败利物浦 在这个赛季中再度成为双冠王 领奖台上 坎通纳高举足总杯一声长啸 震慑温布利 从此开始 他成为了曼联的正式队长 带领球队迎接全新的赛季 那时不会有人想到坎通纳会在三十岁突然宣布退役 在他拿下五年内第四座英超奖杯之后 在他成为正式队长仅仅一年之后 在他多次受阻于冠军杯赛场略感心灰意冷之后 1997年的夏天 福格森也无法挽留坎通纳离去的背影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福格森的红色帝国依然在绽放着光辉 而属于曼联国王的时代 却在第五个年头 一去不复返 坎通纳依然是那个坎通纳 依然挺直了胸膛 高傲的昂着头 依然竖起衣领 不可一世 正如他在对桑德兰打入那一经典吊舍之后 霸气无可匹敌的庆祝一样 坎通纳依然是坎通纳 留给英国足球无可比拟的经典与争议 无数的话题围绕着坎通纳 好的 坏的 但不可否认 他给经历风雨后迎接新篇章的英超早期 带来了震撼与改变 他给在低谷中急需重新证明的英格兰足球 留下了光荣与梦想 国王离去 岁月却始终未曾走远 直到今天 你依然会在老特拉布德球场内外 看到那面印着坎通纳头像的法国国旗高高飘扬 听着那段熟悉的奥奥康提纳的歌声回荡赛场 这个生于1966年 与英格兰首多世界杯童年的法国人也依然在用自己强大的影响力激励着英国足球 为什么偶尔出个丑会让你更讨人喜欢 为什么面试先摆弱点可能带来机会 为什么在钱包里放婴儿的照片能增加视而复得的几率 为什么手臂轻轻触碰就可以吸引心仪的异性 我们听过了太多的有关心理和励志故事 我们一次次被忽悠的神魂颠倒理智全无 但请你给我们59秒的时间 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将为你揭露所有的谎言和闹剧 帮你重新了解人的内心 了解心理学的真相 最具颠覆性的心理学读物59秒心理学 近代静雅思听 婚姻使用不顾订阅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不听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 可以延长某个球员的足球生命 我想范巴斯腾一定是那个最后的幸运儿 可现实中他又是如此不幸 29岁远离球场 31岁正式挂靴 人们都说是上天嫉妒他的足球才华 所以给了他一副脆弱的脚踝 和很多优秀的荷兰射手一样 范巴斯腾也出道于举世闻名的阿贾克斯清训营 他是继克鲁伊夫之后 阿贾克斯为世界足坛贡献的又一位大师 而巧合的是范巴斯腾第一次正式代表阿贾克斯出战 和甲联赛正式替换的克鲁伊夫 这是一份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伟大传承 而那一天范巴斯腾也收获了他的联赛出自球 阿贾克斯的范巴斯腾从未让人失望 在效力球队的六个赛季 他在出战的172场比赛里打入恐怖的152球 连续四次蝉联联赛金靴 1985-1986赛季 22岁的范巴斯腾更是凭借赛季37球的表现 斩获欧洲金靴 阿贾克斯也在范巴斯腾的强势助推下 继续统领着荷兰足坛 显然荷兰足球不能吝啬与世界分享这位足球天才 1987年的夏天 入主AC米兰不久的新老板贝鲁斯科尼 将范巴斯腾带到了圣西罗 这也成为了贝鲁斯科尼口中最为骄傲的一笔投资 他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天才的射手 更是引领AC米兰铸救救王朝的伟大棋手 但故事的开始并不完美 范巴斯腾在米兰的处子赛季受到伤病折磨 联赛中他仅仅出场11次 打进三球 这显然不是一个常在下的范巴斯腾 荷兰人只能积蓄力量 1988年的欧洲杯是橙色的 事实上那一年的荷兰队并非不可战胜 小组赛首战 苏联队就将他们击败 但是他们却拥有一个不可战胜的范巴斯腾 缺席首战的范巴斯腾 在小组赛次战英格兰的比赛中 首发登场 他轻盈飘逸 左右开弓 用一个帽子戏法 惊艳了世人 世界杯最佳射手兰英克 在与他的比拼中相形见除 半决赛面对东道主联邦德国队 那场比赛 范巴斯腾导演了一出经典逆转 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 科曼先是将范巴斯腾所创造的点球罚禁 随后在中场前一分钟 范巴斯腾用幽灵一样的跑位 闪击破门 这个进球所带来的胜利 让荷兰超过一半的民众 涌上街头 疯狂庆祝 有时你必须叹服 这就是足球无可比拟的魔力 可是这并不是范巴斯腾在1988年欧洲杯上表演的终章 决赛所发生的故事我们再熟悉不过 那本是一脚糟糕透顶的传球 但范巴斯腾却在接近零角度的位置零光闪现 将他变成了一脚石破天惊的天外飞仙 这个进球的辉煌助脚 是达萨耶夫的呆若木基 与米歇尔斯的难以置信 他是一个教科书式的经典前锋 却总能打进一些非教科书式的美妙进球 从此 当有人能够接近零角度的地方 零空抽射破门得分时 解说员都会不厌其烦的说 看 这是一个范巴斯腾式的进球 那一年 范巴斯腾领先的荷兰三剑客 用橙色风暴席卷欧洲 他们站上了欧洲之巅 这是克鲁伊夫时代的荷兰队 都难以企及的荣耀 别忘了 那一年范巴斯腾只有24岁 在从欧洲被载欲而归之后 范巴斯腾 古特利和里杰卡尔德 所组成的荷兰三剑客 就像充足了电一样 将整个圣西罗照亮 他们的存在 改变了整个欧洲足坛的旧有格局 1988-1989赛季 范巴斯腾在一甲联赛中 打入19例进球 荣英最佳射手 更为重要的是 1989年的5月24号 范巴斯腾和古特利在冠军杯决赛中双双眉开二度 帮助AC米兰4比0击败布加勒斯特星队 阔别20年后再度捧起欧冠奖杯 而一年之后的冠军杯决赛 AC米兰一球小胜本菲卡 成功未免 神圣的米兰王朝就此建立 范巴斯腾也将1988年 与1989年的欧洲金球奖揽入怀中 荷兰三剑克在一甲赛场呼风唤雨 人们满以为他们会在意大利世界杯上打破无冕之王的魔咒 然而1990年的意大利之下 三剑克却集体迷失 人们似乎只记住了 李杰卡尔德同沃勒尔的口水大战 好在年底的丰田杯赛 三剑克率领红黑军团3比0 完胜巴拉圭奥林匹亚队 在这项寄托了万千中国球迷特殊情感的赛事中 三剑克为自己赢回了声誉 正当AC米兰的红黑王朝处于顶峰 范巴斯腾和他的球队却遭遇了意外的打击 在19901991赛季冠军杯客场 同马赛队的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中 他们因为场地灯光原因而罢赛 从而遭到了欧足联在欧洲范围内 竞赛一年的处罚 这也使得范巴斯腾在鼎盛时期 失去了表演的舞台 龚勋主帅萨基也宣布离开 卡佩罗接任米兰主帅 在卡佩罗上任之后 范巴斯腾依然捍卫着他不可动摇的 封献至尊地位 范巴斯腾的足球灵动飘逸 同时又实用至上 他像是一个球场上的游银诗人 温文尔雅地施展自己的艺术灵感 他又像是一个球场上的工程师 严丝合缝地规划自己的踢球方式 同时范巴斯腾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点球高手 他职业生涯的点球命中率高达92.3% 在帮助AC米兰拿下1991-1992赛季的一甲冠军后 又一个欧洲杯的夏天 事实上这是一个他与伤病在斗争中挽回的足球盛夏 在他的足球生涯中 范巴斯腾多次遭到对手的恶意侵犯 一个伟大的射手就是所有后卫的噩梦 但这个夏天并没有给他丰厚的回报 没错 范巴斯腾是一个点球的高手 但是舒梅切尔却在荷兰与丹麦的点球大战中拒绝了他的点球 这是范巴斯腾心中永远的痛 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穿着橙色的球衣站在足球场上 1992年12月 处在个人足球生涯高峰的范巴斯腾 在一甲联赛中再次遭遇严重伤病 他的右脚脚踝软骨严重撕裂 这次的侵犯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最后一次 但他却是最致命的一次 在经过八个月的漫长治疗之后 当人们以为那个熟悉的范巴斯腾已经回来之时 人们看到的却是真正的最后一次 19921993赛季的欧冠决赛 马赛后卫伯利一次凶狠的背后铲断 使得范巴斯腾再次倒地不起 一向平和冷静的范巴斯腾在这一刻不禁愤怒了 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伤病中等待和捕捉一点点希望是多么残酷的事情 1994年的世界杯 他们振爱的范巴斯腾退下了熟悉的战袍 穿着一件棕色的夹克来到圣西罗球场 与他们挥手告别 那一天 一向铁面诗人的卡佩罗为爱图老泪纵横 整个圣西罗有无尽的掌声 却也有无尽的悲凉 正如AC米兰副主席加利亚尼所说 范巴斯腾的退役使得足球失去了他的达芬奇 香车美酒 纸醉金迷 投行许你梦幻未来 秃头肥胖 加班熬夜 投行让你万劫不复 商学院毕业生的职场经历 投资人的黑色服饰会 华尔街生存实录 投行人士的双面人生 劝君更饮一杯酒 走进投行难折返 敬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克林斯曼金色记忆 作者天下足球 朗读者大雄 有多少人因为他而坚定的成为日尔曼战车的拥盾 因为他的笑容 天空突然晴朗 因为他的哭泣如此令人神赏 因为他的金发飘扬 球场里再也找不到更炫目的色彩 因为他的低空滑翔 足球世界里有了最美的风景 喜欢他的理由曾经如此简单 喜欢他的理由却越来越多 意大利人说 他想带刺的玫瑰 经验世人 却孤独骄傲 英格兰人说 他不是德国人 他只是他自己 他自己说 他是一棵橡树 有很多根茎 而德国人说 尤尔根克林斯曼是他们最大的偶像 他却是最不想做偶像的人 成为一名偶像 对克林斯曼来说太容易了 当23岁的他代表球队斯图加藤 与德甲巨人拜仁慕尼黑的比赛中 打入那季精士盗勾时 球迷们便记住了他 当24岁的他 带着德国足球先生 和联赛最佳射手的殊荣 赶赴1988年欧洲杯时 记住他的人 有奇指球迷 丹麦球星劳德鲁普 主动与欧洲杯新人 克林斯曼交换球衣 而刚刚捧的欧洲金球奖的古特利 在球场上就迫不及待的告诉他 去意大利吧 那里才锻炼人 那的确是一甲联赛最好的时光 荷兰三剑克领衔的AC米兰 与马拉多纳率领的纳布勒斯激情四溢 小世界杯的名头 火爆着全世界的眼球 斯图加藤不知怎样才能留住他们的孩子 这里是他的家乡 但他从不贪恋家的安逸 他去了斯图加藤人口中 阿尔贝斯山对面的国家 在距离斯图加藤500公里远的米兰城驻足 克林斯曼换上了蓝黑色的球衣 与他的同胞马特乌斯和布雷默 一乡相逢 喧嚣的一甲赛场 又多了一个恐怖的组合 德国三驾马车 三个德国人的表演 让很多人在那个时候 迷恋上了蓝黑军团国际米兰 尽管克林斯曼没能在自己的一甲出子赛季 帮他未免冠军 马拉多纳率领的纳布勒斯风投无二 但随之而来的亚平宁之下 三驾马车成功复仇 那是克林斯曼最难忘的一场比赛 那也是德国人最津津乐道的世界杯回忆 当德国三驾马车和荷兰三剑客 在1990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场上相遇 谁也无法摒弃恩怨的命题 李杰卡尔德和沃拉尔的口水 又一次为德河大战升级 一道金色的灵光 却在硝烟中寻觅到了最佳战绩 德意志战车只不过刚刚挺进八强 贝肯鲍尔就已经预言 日耳曼人将第三次站上世界之巅 有人说那是克林斯曼的夸张表演 当阿根廷后卫魏蒙松将他缠倒在地 金色轰炸机缔造了世界杯决赛史上的第一张红牌 克林斯曼回敬 如果他没有碰到我 我腿上15厘米的口子 又是从哪里而来 意大利之下存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先后定格了心有不甘的英格兰天才 加斯科英和球王马拉多纳汹涌的泪水 但当克林斯曼高举起大利神碑 原来喜悦和遗憾一样震撼心灵 站上人生巅峰的金色轰炸机 第一次痛哭失声 美国世界杯又一次让克林斯曼的泪水决堤 四场比赛克林斯曼已有五球进仗 俯身冲顶的射门方式 早已为他赢得轰炸机的美誉 取胜韩国 他用将球挑起旋机转身抽射 留下经典杰作 但一切愿景都在失忆于保加利亚队后 轰然倒塌 卫免冠军 止步世界杯八强 最好的轰炸机 停靠在散漫的战车上 再无起飞的可能 明明坚毅冷峻的面庞 终于被泪水泄露了秘密 查尔斯王子的王公就坐了在伦敦白鹿象球场的一旁 进入三十岁的大关 克林斯曼告别冷淡的摩纳哥 前往第四个国家的联赛 又开启了一段全新的尝试 足球世界里的英德志愿 总不会让任何一个德国人在英格兰受到善待 是克林斯曼改变了这一切 英国人叫他跳水者 他们说他在同阿根廷的那场世界杯决赛中 骗取了点球 克林斯曼只用一场比赛就让挑剔的英格兰球迷彻底收声 除此球两传一射 被状运抬出球场 英国人见证了一场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亮相 他们依然叫他跳水者 却是因为他每当打进一个进球 托特纳姆热刺队的球员就会像水鸟如此一样 在草地上俯冲滑行 肚皮着地和他一起庆祝 这个由克林斯曼的风险搭档谢林汉姆提议的庆祝动作 为白鹿像球迷带来了久违的欢乐 尽管他只在热刺效力了一个赛季 但却让英国人扭转了对德国人的偏见 德国人终于期盼回了他们的英雄 加盟拜仁慕尼黑是恩师贝肯鲍鲍尔的召唤 也源于克林斯曼试图对联赛冠军的缺失进行弥补 此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德国国家队的队长 英俊的外貌和潇洒的囚风 让克林斯曼身上多了一分儒雅 少了一分霸气 但戴上队长秀标的金色的队长 红炸机却是真正的铁血队长 他正率领着一只铁血之师前往英格兰征战 1996年欧洲杯 从死亡小组杀出重围 德意志战车损兵折将 队长克林斯曼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刚刚为德国队首开记录就重伤离场 他因此错过了半决赛 在决赛开始前 德国队只剩下13名健康球员 德国人拒绝了欧洲联允许他们临时争调国内球员的通融政策 一个毫无争议的冠军 才是坚毅战车的终极夙愿 打着封闭的克林斯曼 一瘸一拐地出现在了温布利大球场 欧洲杯历史上的第一例金球正是源于金色轰炸机的助攻 以队长之名高举起德劳内杯 同时成就了克林斯曼的国家队冠军大满贯 时任德国队主帅福格茨回忆至此 以一句 任命克林斯曼为队长 是我执教生涯中做出的最好决定 代替了所有赞誉 克林斯曼带着一座德甲冠军的奖盘 又一次告别家乡 他在桑普多利亚短暂停留之后 又一次回到了白鹿巷 在托特纳姆热刺队 他不过匆匆度过了一个半赛季 但直到今天 他还被热刺球迷称为俱乐部历史上的传奇巨型 1997、1998赛季 克林斯曼在同温布尔登队关键的宝级战役中 打入四里进球 助热刺队成功留在了英超 1998年世界杯 在为国家队攻入最后三例进球之后 金色轰炸机远离了人们的视线 1999年5月24日 克林斯曼宣布正式退役 退役后的克林斯曼定居于美国 但以他的经历和地位 仍与德国足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管执掌德国国家队叫兵 还是短暂直叫拜仁 他的领袖作用直到今天 仍在影响着德国足球 他一度并不被人理解 尽管在属于他的时代里 他风华绝代 荣誉加深 但他更愿意把自己视为浪子 游走四方 他辗转四个国家的联赛 不断观察着世界 体会着足球的不同文化 他倾慕意大利足球的火热 也安于天堂岛摩纳哥的安静 他出生于世界上最具团队精神的国度 却远赴英伦 寻找另一种集体的力量 他早已功成名就 却安于小球会体会足球简单的快乐 他是德国近人皆知的足球名人 却更享受加州海滩上街头足球的平凡随意 他就是那个不一样的人 他为足球而生 却无意将足球做为人生 他为足球思考 却在不经意间与足球相伴一生 他的朋友说 他最不像个教练 可他偏偏成为了教练 做球员时他不像一个球员 他却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 宪法各国都有 宪政却显有耳闻 美国宪政历程 将向大家展示联邦最高法院 在过去200余年 25个重大案件的审判过程 一步形象的美国宪法史 期待你来开启 别犹豫了 快来敬雅思厅 免费下载吧 敬雅思厅 让智慧也动听 马拉多纳 足球上帝 作者 天下足球 朗读者 大雄 这是一个天使和魔鬼赋予一身的人 如果没有足球 很难想象马拉多纳会是一个怎样的恶魔 他沾染毒品 他持枪打人 他惹是生非 他目中无人 讨厌马拉多纳的人 可能会有一万种理由 但是爱他 只需要一个理由便已足够 因为他是足球场上的天使 或者说 他就是足球世界的上帝 在阿根廷 只有马拉多纳的名字 能够和他们的国家偶像贝隆夫人相提并论 他们代表着这块土地的追求 代表着激情 代表着执着的性格和争议的命运 马拉多纳的拥顿 甚至创立了马拉多纳交 每年的10月30日 就是这门宗教神圣的节日 正是因为1960年10月30日 马拉多纳来到了这个世界 和很多出身贫寒的阿根廷孩子一样 足球成为了马拉多纳改变命运的奋斗捷径 17岁那年 马拉多纳已经是阿根廷国内联赛的最佳射手 也正是那一年 他第一次入选了梅诺蒂所执教的阿根廷国家队 但一年之后 当梅诺蒂让马拉多纳沦为1978年世界杯的抗坑 他再也无法得到马拉多纳的原料 1981年 马拉多纳来到了阿根廷传统豪门伯卡青年 那件蓝黄色的球衣是他从小的梦想 联赛冠军对他的球队而言一如反掌 糖果盒的烟花和彩带为马拉多纳而骄傲盛放 在阿根廷国内 马拉多纳已经开始享受万人的顶礼膜拜 而这个时候 他需要的是一个更大的舞台 但是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却再一次让马拉多纳失望 一张恼羞成怒的红牌埋葬了他的西班牙之旅 而世界杯之后 当马拉多纳转会来到巴塞罗那 伤心依然写在那里 加盟巴萨的第一个赛季 马拉多纳就不幸换上了肝炎 第二个赛季 来自比尔巴厄竞技的屠夫哥耶科切亚 成为马拉多纳生平第一次重大受伤的凶手 这次断腿险些葬送马拉多纳的职业生涯 马拉多纳原谅了哥耶科切亚 但他无法原谅自己 因为正是在巴塞罗那 马拉多纳开始吸毒 但就是这样一个麻烦不断的马拉多纳 用58场比赛的38例进球 为巴萨带来了一个联赛冠军和一个国王杯冠军 在效力了两个赛季之后 巴塞罗那成为过去时 纳布勒斯迎来了马拉多纳 在这里 马拉多纳化腐朽为神奇 在纳布勒斯的圣保罗球场 马拉多纳看上去就是上帝派来的足球使者 拥有了马拉多纳 纳布勒斯从顶级联赛的谷底 开始向顶峰攀登 从底层攀升 挑战从不屈服 这正是马拉多纳的成长轨迹 这也正是有着同样宿命的 纳布勒斯如此爱戴马拉多纳的缘由 马拉多纳给纳布勒斯留下了两个联赛冠军 一座意大利和一座联盟杯 这也几乎是纳布勒斯足球 在历史上所能得到的一切 仅凭这一点 马拉多纳便足以成为纳布勒斯之王 但是成为纳布勒斯之王还远远不够 马拉多纳要做的是成为世界之王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这是马拉多纳封神的战场 在这里他成为了真正的球王 那一年世界杯的官方记录 几乎成了马拉多纳个人书写历史的传记 这是世界杯历史上任何一名球员都没有享受过的待遇 但是没有人会怀疑 也没有人会嫉妒马拉多纳 即便是足球历史上与他并肩 而又相互诋毁的对手贝利 贝利也承认 这是一届属于马拉多纳的世界杯 这是一支属于马拉多纳的阿根廷队 马拉多纳的完美也带着自己永恒的争议痕迹 在对英格兰的比赛中 他的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只相差了三分钟的时间 没有比这样的表现能更好地展现这位球王的争议色彩 那一天天使与魔鬼有着一个相同的名字 那就是马拉多纳 从那天开始他一直在被人追逐 就连想要复制他也是少数天才的特权 谈到超越那几乎是天方夜谈 恐怕难以超越的不仅仅是马拉多纳在球场上的天赋异禀 更重要的是他的领袖气质 1986年世界杯夺冠后的阿根廷更衣室 马拉多纳光着膀子甩着球衣 眼含热泪 让阿根廷娜的欢呼声成为了那个时段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 很纯粹却充满力量 从此他开始走上神坛 习惯人们的仰视 四年后的世界杯 他甚至可以将纳布勒斯变成自己的主场 而他们的对手正是东道主意大利队 这是足球世界中的一个奇迹 但神坛之上的马拉多纳连自己都开始不敬畏了 在球场上无所畏惧的同时 在球场外他也已经开始目空一切 在1990年世界杯决赛因一个争议点球西败联邦德国之后 无缘未免的马拉多纳累撒球场 颁奖仪式上他甚至拒绝与时任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握手 在马拉多纳看来足球领域也有黑手党 这个点球就是国际足联的阴谋 而在一年之后 他又倒在了另外一个他所认为的阴谋当中 1991年3月17日 在和巴里队比赛结束后的例行尿检中 马拉多纳被查出服用了可卡因 直到这个时候 全世界才知道 他们眼前的这位球王是怎样在毒品的迷幻中放纵自己的生命 15个月的竞赛处罚 让马拉多纳暂时离开了阿根廷国家队 也离开了球场 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 是马拉多纳重新拯救自己足球生命的最后一次努力 在对希腊队比赛中漂亮的进球和进球后略显猙獰的怒吼 似乎都在宣告 马拉多纳一代球王正在归来 可谁也没有想到 马拉多纳最后一次世界杯表演停止在了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之后 在由护士陪伴通往赛后尿检的路上 胜利之后的马拉多纳还显得那么开心 但就在这一天晚上 他的两粒尿检都呈阳性 失去了马拉多纳的阿根廷队就像失去了母亲的孩子 而失去了自己最后一次世界杯的马拉多纳 也像失去了前途的羔羊 1995年 马拉多纳重新回到了伯卡青年队 但老麦的他却在联赛中发失了五个点球 他确实老了 但他确实依旧没能摆脱毒品 1997年的一次赛后要检再次呈现阳性 而这一次毒品彻底毁掉了马拉多纳的足球生涯 这一年 马拉多纳宣布退役 2000年 国际足联颁发大奖 马拉多纳并不忠心地接过了与贝利并肩而立的世纪最佳球员的称号 但是在前一年的12月7日 当马拉多纳从自己女儿手中领过阿根廷世纪最佳运动员奖杯的时候 他泪洒奖台 视足球为生命的马拉多纳 目空一切 但是为了足球 为了人们尊重他所付出的努力 他会流下眼泪 为足球而流泪 1994年是伤心的泪 1990年是不屈的泪 1986年是狂喜的泪 这些泪水都是属于马拉多纳的柔软光阴 无论在哪里 马拉多纳都意味着天才和胜利 也意味着狂放不羁和惹是生非 马拉多纳的天才构筑了他生命中的两面 也构筑了他的一生 作为一个人 马拉多纳只能毁欲参半 但作为一名球员 或许马拉多纳就是完美的足球上帝 在每一篇内容的选择上 我们始终精益求精 不贪图数量的多少 不迎合世俗的趣味 坚持只把最有价值 最值得阅读的内容提供给您 不浪费您的时间 不利用人性的弱点牟利 做您一生的朋友 而不是一时的玩伴 这是我们的信仰 不贪图数量的东西 感谢观看